来人呐,快来人,王家丫头跳河自杀了 一阵惊叫声,打破了轻易的山村 一座茅屋中,一个中年女人看着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的少女,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真傻孩子,怎么,怎么就想不开呢 娘亲,我要娘亲 女人怀中三岁的孩子,挣扎着要下来 小宝乖,娘亲不舒服,她要休息 等娘亲好了,就能陪小宝玩了 娘,妹妹不可能会跳河自杀 当初最艰难的时候都过来了,更何况是现在 对呀,在当初那样的情况下,小和都顶着压力把小宝生下来 还养得那么好,现在我们家也越来越好 小和为什么会自杀 一家人的心因为儿子的话而变得沉重起来 看着床上昏迷不醒的女儿,只能等女儿醒来之后,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 昏睡中的王锦和听到这些声音,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就是一个孤儿,怎么会有爹娘 怎么会有爹娘 等等,爹娘 王锦和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围在床边的人 有两个老人,两个中年男女,还有一个男孩,以及一个小朋友 他们看到她醒来之后,眼中是惊喜,那个小朋友更是手脚病用的爬上床 娘亲,你醒了 娘亲?不是,她还没结婚呢,哪来那么大的儿子 王锦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转头看着床边的几人 王锦和总算是看出来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原来床边的人穿着打扮都像是古人 刚要说什么,王锦和的脑袋产生了阵阵刺痛 眉头紧皱,记忆像是破闸的洪水一样奔涌而出 等将所有的记忆都消化了之后 王锦和这才知道 原来她死了又活了过来 只是离开了现代 灵魂在古代一个跟她同名同姓的小姑娘身上重生了 而这个小姑娘今年十八岁 在十四岁的时候意外怀孕 生下了一个儿子叫王子钦 王锦和确定这个姑娘真的很有勇气 还有她的家人也很好 在现代,未婚先孕都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 更何况是古代 而这小姑娘竟然能顶着压力将孩子生下来 还养得那么好 还有,这一家人 想到这家人对女儿孙子做的一切 王锦和心中是满满的羡慕 小和,你没事了 你可吓死我们了 娘,我没有想要自杀 没有自杀 那你怎么会跳河呀 我是被人推下去的 王锦和搜寻了一下原生的记忆发现 他真的是让人给推下去的 而那个人还是他们家都认识的人 什么 小妹,是谁把你推下去的 你跟哥说 王静宇气得直咬牙 他跟妹妹是双胞胎 妹妹从小身体就不是特别好 她一直宠着护着妹妹 现在竟然被人推下河 差点就没命了 这事没完 我也不知道是谁 那个人 他们家现在可没有对上的能力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挣钱 然后将家里的房子重新盖起来 不然雨季到了 他们这小茅屋可挡不住风雨 小和没事就好 王老太伸手摸了摸孙女的头 他安抚地说着 娘说得对 小和没事啊 比什么都重要 他爹 你去买点肉回来给小和补补 他刚落水 身子差着呢 顾氏看着身边一直没说话的男人 我这就去 见王锦和精神不太好 顾氏扶着人躺下 再休息一会儿 王锦和躺在床上 虽然被子不是那么的好 却让王锦和觉得这是最好的被子 很温暖 顾氏见王锦和要休息 打算把小宝抱出去 谁知孩子怎么也不愿意走河 不要 我要跟着娘亲 虽然没做好当娘的准备 可看到孩子那么的黏着他 王锦和也有些愚心不忍 娘 要不让小宝在这里吧 他很乖的 那行 小宝 你要照顾好娘亲知道吗 小宝不停地点头 嗯 我会照顾好娘亲的 其他人出去后 屋里就只剩下王锦和母子二人 小宝乌溜溜的大眼睛 就那么看着王锦和 许久之后才开口 娘亲 小宝最喜欢娘亲了 王锦和伸手揉了揉小宝的脑袋 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包子 难怪原身给养得那么好 娘亲也喜欢小宝 小宝陪娘亲睡会儿 好不好 好 没多一会儿 母子二人依偎着睡着了 睡梦中 王锦和感觉自己在一汪泉水里 那泉水散发着勃勃生机 猛地睁开双眼 王锦和看着自己的手 眼神有些发愣 原来是梦啊 他伸手捏了捏小宝的脸 小心地拉下他的手 王锦和才走出去 出去的时候 家里静悄悄的 一个人都没有 想来是去地里了 王锦和看看天气 转身进厨房准备做饭 准备做饭 看着整洁的厨房 以及那土灶台 王锦和苦笑着摇头 还好他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 不然这玩意儿他还真不会弄 四处找了一下 看着角落里的红薯 以及米缸里那已经为数不多的米 王锦和陷入了沉默当中 看来挣钱这事儿得早点开始 不然家里的粮食根本等不到新粮收成 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王锦和采取烧火 烧火的时候不小心点着了边上的枯枝 水水 王锦和脑袋有那么一瞬间的空白 在他着急的时候 突然手指冒出一些水 将火浇灭了不说 那枯枝上面还冒出嫩绿的树叶 拿着那冒出绿叶的枯枝 王锦和表情有些愕然 这是什么东西 枯木逢春 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 刚才的水好像是从自己手指冒出来的 王锦和拿了一个碗 手放在碗上面 水哗哗地流入碗中 这一幕让王锦和瞪圆了双眼 不是吧 这是灵异事件 他的手竟然会冒出水来 带着害怕 王锦和小心地端着水尝了尝味道 竟然还有点甜丝丝的 别说味道还挺好的 看了眼树枝上的绿叶 王锦和考虑着 能让枯木逢春 不知道用来煮粥 味道会不会好一点 那么想着 在煮粥的时候 王锦和加了大概两碗水进去 他盖上锅盖 看着自己的指尖 怎么就有这种东西呢 想到曾经自己看过的网络小说 这种有点像小说里的灵泉水 这对枯木有用 不知道对菜地里的菜有没有用 对菜地里的菜有没有用 填了两根柴火进去 王锦和去院子里 看着巴掌大的白菜 他想了一下 走过去将手放在上面 浇了一点泉水 然后王锦和就看到 两颗浇了沉水的白菜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 他先把手收回来 看着长大很多的白菜 王锦和有些欲哭无泪 这长得也太快了 他得毁尸灭迹才行 抱着白菜一扭 两颗白菜就被王锦和 用扭脖子的姿势拔出来 去外面的小溪边把菜洗干净 才回去继续做饭 回家的时候 王锦和看到不远处 有一个身影鬼鬼祟祟的 往这边走 一边走还一边看 看清对方的样貌之后 王锦和吃笑了一声 原来是那个害死园主的人 现在他不能给园主报仇 可不代表他会一直 就那么放任下去 走过去 站在对方身后 听着他在那里喃喃自语 人呢 刚刚明明还在 怎么突然就消失了 他伸出手 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 王锦和刻意将声音 压得很低 你是在找我吗 那听着就有一些 凉嗖嗖的声音 吓得对方直接跳了起来 你别过来 你 王锦和似笑非笑地 看着被吓到表情扭曲的小姑娘 她又冷笑了一声 就这胆子 还敢去害人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谢婉婉 我不在这里 我该在哪里 南部城 是阎王殿 南部城 是阎王殿 王锦和走到谢婉婉跟前 伸手揪着她的衣领 谢婉婉 你推我下河的事情 我都还没去找你算账呢 你倒是先跑来找我了 要不 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 听到王锦和的话 谢婉婉顿时慌了 我 我 谁推你下河了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没有 看着谢婉婉这死鸭子嘴硬的样子 王锦和笑容 有些阴森 有没有 你心里难道不清楚 我还没眼瞎到 谁推的我 都不知道 谢婉婉被王锦和这阴森森的笑容 给吓到了 推开她跑远了几步之后 她才开口 我就是看不惯你怎么样 你自己不检点 未婚先韵就算了 你还不让心灵哥哥娶妻 你简直不要脸 心灵 这又是谁 王锦和仔细地想了想 可算是想起来了 原来是原申曾经的未婚夫 在原申未婚先韵之前 吴心灵因为考上秀才 他们家自觉高人一等 就跟原申退了亲 我说谢婉婉 你这里怕是有病吧 吴心灵考上秀才之后 他们家就来跟我家退亲了 为什么现在没成亲 那是因为人家看不起农家女 王锦和冷冷地笑了一声 你胡说 心灵哥哥才不是这样的人 他上下打量着恼羞成怒的谢婉婉 哦 原来你看上那个 考中秀才之后 就几年没考上举人的吴心灵啊 你家不是有钱吗 或许 你家资助人家继续读书 人家就能看中你 娶你为妻 你 吴家的家境很一般 当初吴心灵能考上秀才 完全是因为得了王静宇的指点 还有把笔记都给了吴心灵 否则就凭吴心灵也配 只可惜他在考上秀才之后 一家人就飘了 迫不及待地来退亲 从那以后 哥哥就没再理会吴心灵 而他每年都考 只可惜从那之后 就再也没考上过 你 吴心灵怎么考上秀才的 他心知肚明 他做的这一切 有没有道理 他也心知肚明 你为了一个吴心灵要我的命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谢婉婉 你爹是村长 我家是外来的人 我现在不能把你怎么样 不过今天的事情 我们没完 你也不要随便出现在我面前 不然 我会忍不住 大尔八字抽你 等 王锦和伸手拍了拍谢婉婉的脸 谢婉婉被王锦和吓得跌倒在地上 眼睁睁地看着他端着白菜离开了 他下意识地吞了吞口水 他第一次知道 原来王锦和竟然那么可怕 跌跌撞撞地爬起来 谢婉婉匆忙跑回家 王锦和走到家门口的时候 转头看了一眼 没错 他不告诉家里人 是谢婉婉推了他 主要是因为 他们一家要在这里生活 也不是土生土长的谢家村人 就算这事情闹到村长那里去 最后的结果 也是村长维护谢婉婉 他们家吃亏 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他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但这件事不会就那么算了 账给谢婉婉记着 他要是敢再来找麻烦 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 小和 粮食你不用省着 别会想办法的 王锦和推开门 回家做饭 一进厨房 就闻到一股非常好闻的香味 那味道让王锦和食欲打开 打开锅盖看了一下 粥再焖几分钟就可以做菜了 王锦和把白菜切好 打算做一个醋柳白菜 顾氏他们扛着锄头回来的时候 就闻到了浓浓的香味 几人对视一眼 连忙去厨房 听到声音 王锦和转头看着站在门口的家人 爹娘 你们回来了 洗洗手就可以吃饭了 顾氏他们晕乎乎的洗手之后 王锦和已经把饭菜端上桌了 看着加了红薯的粥 一家人心里都很不适滋味 小河 粮食你不用省着 别会想办法的 王锦和愣了一下 郑他们都看着红薯粥 他倾咳了一声 爷 奶 你们尝尝 加了红薯 煮的粥 味道可好了 我刚才吃了一点 是吗 那我也尝尝 王老太以为王锦和是在安慰他们 端着碗就吃了一点 红薯粥入口的口感让王老太有些惊讶 这红薯粥味道还真不错 你们都尝尝 对了 小宝呢 王老太见小重孙没在 以为又贪玩去了 小宝还在睡觉 你们先吃 我去看看 王锦和回房间去看小宝 进去就见小宝自己在穿衣服 虽然有些费力 可一个三岁的孩子竟然能把衣服穿得那么好 这让王锦和有些心酸 这要是在现代 小宝那么大的孩子就是家里捧着的小祖宗呢 哪能自己穿衣服 小宝睡醒了 要不娘帮你穿衣服 不用 小宝自己可以 小宝很快把衣服穿好 站在床上冲王锦和伸手 亲做的菜最棒 最好吃了 小马屁精 王锦和抱着小宝 带着小宝过去 一家人都没吃 等母子俩坐下之后 一家人才开始吃饭 王静宇吃着白菜 喝着粥 他不停地说着 嗯 妹妹这白菜炒得好吃 轻点可口 哥哥喜欢就多吃点 娘亲 我也要吃 哎呀 娘亲做的菜最棒 最好吃了 小马屁精 刚才你还说 娘亲做的菜不能吃 一家人乐呵呵地吃着饭 这一餐饭很简单 一家人却吃得十分的满足 娘 我下午打算去竹林那边转转 看看有没有竹笋长起来 还有就是山里有没有君子 吃过饭 王锦和看着故事 你这身体还没好全 怎么能去呀 故事不答应 他担心王锦和会受伤 娘你就放心吧 你看我的身体 不是好好的吗 可 王老太打断故事的话 小河想去就去吧 就在竹林那边转转 不许去深山知道吗 王锦和眼睛一亮 谢谢奶奶 我知道了 那娘 下午要麻烦你带着小宝了 故事见老太太都答应了 也没继续阻止 小宝是个好孩子 好带得很 收拾好 王锦和背着背了去山里了 一进山就闻到那种清新的气息 是一进山就闻到那种清新的气息 是现代没有的 王锦和进山后并没有去竹林 而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那是原神无意中发现的 那里的君子野菜 都很多 咕咕咕 快到地方的时候 王锦和突然听到有野鸡的声音 循着野鸡的声音找过去 在一棵大树下 王锦和看到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 他小心地走过去 在母鸡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下扑过去 把野鸡给逮住了 看着不停扑腾的野鸡 王锦和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还扑腾呢 乖乖跟我回家吧 找了几根结实的藤蔓 把野鸡的双脚翅膀捆起来 放到一边 才是捡鸡窝里的鸡蛋 王锦和提起野鸡 刚准备走 突然回头 看见鸡窝不远处 那些红色的果子 他连忙走过去 仔细地观察 随后又刨开土 看了一眼 我靠 人参 王锦和也不知道 这人参有多大年份 想了一下 手放在人参上面 用灵泉水浇了一下 然后王锦和蹲在地上 小心地刨着人参 尽可能地不伤害到身须 他看着跟萝卜一样的人参 王锦和有些欣喜 这人参有好几十年吧 这要卖出去 应该值不少钱 摘了一些树叶 铺在杯楼里 王锦和小心翼地 把人参放进去 又铺立层才放野鸡蛋 背上背楼 提着野鸡 王锦和刚转备回家 就看到一只野鸡 从远处飞过来 下意识地躲开 咚的一声响 让王锦和都有点头皮发麻 转头看着一头撞在树上 撞晕过去的野鸡 王锦和叹了叹手 却跟他可没关系 是他自己撞过来的 看着已经晕过去的野鸡 王锦和考虑了一下 觉得这野鸡是自己送上门来的 他想不要白不要 提着野鸡 王锦和就打道回府 然而那野鸡一下倒在地上 好像死了一样 王老太看到王锦和提着两只野鸡回来 有些惊讶 小和 你这是从哪来的呀 奶爱 这只母鸡下蛋的时候被我抓了 我们把它的翅膀剪掉 养在家里 以后每天都能吃鸡蛋了 这只公鸡飞的时候没看好 一头撞树上给撞晕了 我就捡回来了 王锦和不好意思地说 我还捡到八九个野鸡蛋呢 奶爱 这野鸡挺肥的 我们给它杀了 晚上吃吧 刚说要杀了吃 这公鸡就叫了起来 这叫声 那叫一个惨绝人寰 王锦和看着这只叫得相当凄惨的野鸡 嘴角抽搐地 看着边上的王老夫人 奶奶 这只野鸡是不是知道我们要吃了它 所以叫得那么惨 那野鸡听到王锦和的话又叫了起来 这声音让王锦和都不好意思说要吃了它 王老夫人看着这只叫得太过凄惨的野鸡 小河 要不我们给留着痒吧 到时候把它翅膀上的毛给剪掉就不能飞了 也行 然而 那野鸡一下倒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 看得王锦和嘴角不停地愁愁 这只鸡也太细径了 这是死了吗 那我去烧水拔忙 晚上喝鸡 一听到王锦和说晚上要喝鸡汤 那野鸡一下子蹦得起来 不装死了 小宝看着那个野鸡眼中有些好奇 娘亲 这只大公鸡怎么了 抽风了 王锦和想也没想地回答他 小宝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哦 娘亲我们还吃吗 一听小宝说吃的问题 那野鸡就一副要跟小宝干架的样子 王锦和一巴掌拍在野鸡的脑门上 这是我儿子 你敢伤他 我把你剁碎了喂狗 娘亲没狗狗 小宝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王锦和哭笑不得 儿子 没有你这样拆你娘台的 这不是让我难堪吗 有找到合适的 给你养一只 好不好 小宝连忙点头 他喜欢狗狗 圆滚滚 胖嘟嘟 虽然这野鸡看上去不是很想飞走 为了以防万一 王锦和还是把他的翅膀给剪掉了 以防他飞走 然而看到翅膀被剪得光秃秃的 那只细精野鸡又一次倒在地上装死了 他不愿意再起来 王锦和都懒得打理这只细精野鸡 拿着今天带回来的野鸡蛋 去厨房做吃的了 王锦鱼被追得到处跑 那野鸡依旧步依不饶的 直到王锦鱼跟着爹娘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家里多了两只鸡 奶奶 我们家怎么多了两只鸡 翅膀都没了 是小和上山之后意外抓到的 本来想吃了公鸡 留着母鸡下蛋给小宝吃 结果一说要吃了它 这野鸡就像听懂了一样 躺在地上装死呢 王锦鱼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跑过去伸手要抓 结果那公鸡直接炸了毛 扑腾着从鸡圈里面连飞带蹦的跑出来 追着王锦鱼就是拙 王锦鱼被追得到处跑 那野鸡依旧步依不饶的 直到王锦鱼拿着菜刀出来 你是自己进去啊 还是我剁了你脑袋加餐 一看到王锦鱼手里的菜刀 那野鸡跟火烧屁股一样 往鸡圈里跑 跑进去之后还躲在母鸡后面 一副看不到他的样子 王锦鱼目瞪口呆地看着这野鸡 我去 这野鸡是成精了吧 这都能行 娘鸡 他们叫什么名字呀 小宝突然好奇地问 你想叫什么名字 大花 小花 王锦鱼脚下一滑 差点跌倒在地上 儿啊 咱们取名字能不能取个有内涵的 小宝咬着手指看着王锦鱼 以为他不喜欢这个名字 要不然叫狗圣 就叫一只鸡狗圣 儿子 你告诉娘亲 这名字你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他儿子怎么那么好玩 竟然叫一只鸡狗圣 村里那个讨厌大树的儿子叫狗圣 王锦鱼仔细地想了一下 终于想起儿子说的是谁了 他哭笑不得地看着小宝 儿子 你要是真把这只鸡叫狗圣 让人家听到跟你急 那叫什么呀 大花小花吧 小宝高兴地蹦跌到鸡卷边上 垫着脚尖看里面的两只野鸡 大花小花 对了 是大花跟小花 大的就够了 小的我们自家留着 给爷爷奶奶补补身体 吃过饭 王锦鱼想起还有个东西没拿出来 连忙去拿杯楼 奶 我这里还有一样东西 是什么 一家人都看着王锦鱼 好奇他又带什么好东西回来 当王锦鱼从杯楼里拿出一根萝卜一样的东西之后 王老爷子一下子站了起来 这 这是人身哪 而且还那么大 这是我在山上挖到的 我想着明天拿去卖了 看看能卖多少钱 我们带的房子不行 卖钱了得先修一下 不然到了雨季 一下大雨 那就什么都完了 他们家的这个房子 往年都是外面下大雨 家里下小雨 这里又是地处南方 下雨的时间本来就多 他在挖人参的时候 就在想 等把这个人参给卖了 一定要给家里建一座好看的房子 这样下雨天 他们也不用担心家里再下雨了 小宝高好兴的拍起了手 建房子 大房子 哦 我们小宝也想要大房子呀 那我们就建一座大大的房子 给我们小宝住 好不 爷爷 奶奶 太公 太婆 舅舅 一起住 那娘呢 娘也住 住 大房子 好 我们住大房子 王锦和太喜欢他家这个小宝贝了 怎么能有那么可爱的小宝宝呢 王老爷子看着王锦和手中的人参 感慨地说着 哎呀 多少人上山都没找到人参 小河去一次竟然就找到了 而且还是那么大的一根人参 是啊 这根人参能卖不少钱呢 我这里还有一根小的 我们留着 只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 一家人盯着王锦和手中的两根人参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要不还是两根都一起卖了吧 然而 王锦和去摇头说什么也不愿意 这根大的就够了 小的 我们自家留着 给爷爷奶奶补补身体 对 娘就挺小和的 留下吧 见他们都那么说 王老太太只能点头同意 王锦和小心地把人参包起来 准备明天去给他卖掉 这样的事情王锦和没少经历 在这些妇人的眼中 第二天早上 王锦和起来做饭吃了之后 把小宝交给王老太太 这才去村口坐牛车一起去镇上 血家村距离到镇上有大半个时辰的路程 王锦和上了牛车之后 有的人明显不太高兴 齐叔 你怎么什么人都拉呀 不想坐下去 人家一样给钱 怎么就不能坐了 王锦和意外地看着驾车的老者 这位老人倒也是不怕得罪人 这样的事情王锦和没少经历 在这些妇人的眼中 他未婚先孕还把孩子给生下来 这儿就是不检点的行为 村里还没成亲的姑娘都不会跟他玩 而他们一家也就只有那么一两家关系好的 对于这个 他们一家根本一点也不在意 毕竟他们本来就不是谢家村的人 当初来这里也是官府安排的 谢家村的人就算是不满意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私底下排挤一下 有的人呢 就是没有自知之明 明知道自己是个不要脸的 就该待在家里不要出来见人 省得败坏了我们村子的名声 见王锦和一点都不搭理他 妇人气得脸色铁青 可又拿着王锦和没办法 只能咕弄着说 不要脸 王锦和闭上眼睛 闭目养神 心中考虑的却是他指尖灵全的事情 等牛车到了镇上之后 父亲跳下牛车 看都没看那些人一眼 到镇上后 王锦和也不着急去医馆卖人参 而是在街上四处逛 看了一下现在的生活水平 逛了一圈之后 王锦和就知道这个时候的物价是多少了 一斤精米大概要十五文钱 草米七文 碎米的话九文 一斤肉二十 十六 十五不等 而一个成年男人干活一天的话 大概能赚五六十文钱 一千文钱又是一两银子 像是他家这种七口人家 一年大概要二两银子的化销 还要省着用 了解到这个时代的物价 打根一些信息之后 王锦和就打听了镇上的医馆 最后选择先去济食堂看看 赶到门口要进去 就被药桶给拦住了 你来干什么的 来医馆 不是看病 就是买药 不然来吃饭的吗 去去去 那些乱七八糟的草药 不要卖到我们这里来 你去任何堂吧 那里符合你这样人的身份 王锦和听着药桶的话 脸色有些难看 他深深的看了药桶一眼 王锦和转身离开 有这样的药桶 这家医馆也就这样了 到了任何堂后 王锦和刚到门口 就有药桶迎过来 姑娘 您有什么需要 我来卖人参 你这里可需要 姑娘里面请 你先坐 我去请我师父出来 这种药材 我师父才能做主 好 师父 就是这位姑娘要卖人参 你先出去 是 师父 姑娘 你这人参品相如何 多少年的 男人看着王锦和急切地问 如果是高年份的人参 那可就太好了 王锦和把人参拿出来 品相跟年份 你看看就知道了 男人小心地拿着人参看了起来 这品相跟年份都让男人惊喜了 这人参已经一百五十年了 而且挖的时候跟需完整 一点都没碰到 这样的人参 我能给你这个数 五十两 男人愣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不 五百两 一百五十年份的人参 大概是四百七十两左右 我给你五百两 完全是因为你这人参的品相 着实太好了 男人欣喜地说着 这一下可有交代了 可以 能不能帮我换一点碎银子 我要去买东西 当然可以 姑娘 我叫黄琪 日后姑娘若是 还能找到什么好东西要卖的 一定要有心考虑我 价格绝对公道 好 如果还有那么好的运气 一定卖给黄大叔你 虽然有灵泉水能催生人参 但这种事情不能贪多 赚快钱 弄得太多了 容易被人怀疑 不过 如果以后他还想卖人参这些的话 一定会优先考虑黄琪 他没有因为自己不懂行价 可以压价 还给了他一个相当不错的价格 这让他非常喜欢这样的人 那行 黄琪乐呆呆地去拿银票 给他换了几张十两的银票 黄大叔 我想买点药材 他要弄点调味料回去 省得做出来的饭菜都没什么味道 你让药桶给你弄就是了 他跟小宝长得一模一样 那我就不打扰黄大叔了 王锦和见黄琪的心思都在人身上面 也就不过多打扰 把银票装好才出去 买了一些大料跟十三香的配料 让药桶帮忙碾碎 等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 王锦和才拿到自己的东西 多谢 姑娘客气 以后还有什么需要 你来这里就是了 药桶乐呵呵地说着 好 王锦和收拾好东西 出门后 从另一边走过来几个人 其中一人手持折扇 脸上带着玩世不恭的笑 如果王锦和此时在这里 一定会看出来 这个人有多熟悉 因为他跟小宝长得一模一样 黄琪在里边听到声音 连忙走出来 看到这些人 黄琪小声地说着 少爷 今日刚收了一根人参 一百五十年份的野山参 哦 竟然还有这么好的参 在这样的地方 能找到一株一百五十年份的参 已经不容易了 也是刚刚才收到 如果少爷早来一个时辰 那是真的没有 黄琪去把人参拿出来 有些肉疼的说着 刚到手里都还没有五热呢 品相还真不错 这东西我带走了 之后还有这样的品相的人参 我全都要 苏玉合上盖子 把人参丢给了身边的人 另外 我让你们去找的东西 还是要继续找 越多越好 是 少爷 人跟来了 这时外面走进来一个侍卫 在苏玉耳边小声地说 苏玉皱眉 眼中是满满的不耐烦 这些人还真是没完美了了 那个女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苏玉眼中满是厌恶 那位是想嫁给少爷 苏玉冷笑一声 眼中是满满的讽刺 他想要嫁给我 我就要娶了 什么东西 不知道少爷我有洁癖 嫌他脏吗 边上的人战战兢兢地听着 他们什么都不敢说 两边都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物 少爷 那我们现在离开这里吗 当然要离开 不离开 等着被那个恶心的女人纠缠上来吗 是 苏玉一行人 跟风一样 来了又走了 苏玉呢 少爷的事情 做属下的不知 苏玉离开没多久 一个长相一般 身材却非常好的女人 带着人走进来 苏玉呢 少爷的事情 做属下的不知 最好和你说的一样 最好和你说的一样 你不知道 这些点心 这才去肉摊买肉 老板 你这肉多少钱一斤 肥肉二十 半肥半瘦的十七 瘦肉十五 给我来两斤肥肉 两斤瘦肉 哎 这边的猪蹄怎么办 还有排骨 王锦和指着一边的排骨 跟猪蹄说 排骨十文钱一斤 猪蹄十文钱两个 你要几个 老板看着王锦和 排骨也给我来两斤 猪蹄六个都给我吧 王锦和喜欢吃猪蹄 肉好吃不腻 好嘞 老板很快给王锦和 切好肉 一共一百二十万 这两根棒子骨 你拿回去用萝卜煮汤 虽然肉不多 不过也还有的 如此 就多谢老板了 王锦和有些惊喜 没想到老板 竟然还送了两根 筒子骨给他 老板 能不能麻烦你 帮我砍成三段 我回家没办法弄 没问题 老板帮王锦和 把骨头砍好 谢谢老板 王锦和觉得 以后如果再来镇上 买肉的话 就可以直接来 这个老板这里 这人还真不错 最痛恨的 就是有人说 他管不住自己的男人 回到镇子口的时候 村里的人 有的已经在了 看到王锦和 背了一个背楼 就好奇地往里看 当看到里面有肉 排骨和猪蹄的时候 撇了撇嘴 嘟嘟囔囔地说 也不知道 从哪来的钱 可不要去了 不干净的地方 得来的钱 那可就丢人了 王锦和看着说话的人 眼神冰冷 对方看到 王锦和的眼神 吓得不敢说话 奇叔看了 那个妇人一眼 我不拉你 拿着你的东西下去 夫人错愿地看着 奇叔 奇叔你凭什么不拉我呀 我不拉碎嘴的人 人家买什么 关你什么事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 买回家给孩子打打牙记 你也要在这里 胡说八道 人家却你祖坟了 你要巴着人家不放 人家除了未婚生子之外 还做了什么错事吗 值得他这样追着不放 未婚生子丢的也是他家自己的人 跟他这个外人有什么关系 他好歹是我们村上的人 这不是给我们村丢脸吗 夫人不服气 奇叔冷笑了一声 当初县太爷 安排他们住在我们村子的时候说了 他们只是落户在谢家村 但不属于我们村的人 王锦和惊讶地看着奇叔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他现在似乎明白 为什么原生未婚生子 还能活得好好的 这村子竟然没有让他进猪笼 本来他以为是家里人用了办法的 没想到竟然是因为他们家 不算是村里的人 是 夫人当然知道 可他就是看不惯王锦和 一副狐妹子的模样 也不知道是要勾搭谁呢 人家就算是把自己给做死了 也跟你一个同板的关系都没有 王锦和不停地点头 这话说的没错 确实跟这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看了夫人一眼 王锦和不嫌不淡地说着 闲吃萝卜蛋操心 你还是先把自己家的事情管好 再来管别人的事情吧 管得那么多 真当自己是谁了 王锦和 你说什么呢 我说的 难道不够清楚吗 你连自己家的人都管不好 放任你相公在外面混 你还好意思来管别人的事情 你怎么不上天 之前是想着都是一个村的人 闹大了村长未必会帮他们说话 可现在既然知道他们只是住在谢家村 但不是谢家村的人 王锦和自然就不会继续忍着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省得有人以为他好欺负似的 王锦和你这个贱人 不要脸的东西 你再敢胡说 信不信我撕碎你的嘴 妇人最痛恨的 就是有人说他管不住自己的男人 让男人在外面寻花问流 宋氏 你给我等着 等我回去之后 我跟你没完 说完 搂着身边的人就走了 王锦和刚要说什么 眼角余光看到了一个男人 伸手指着那个地方 王锦和似笑非笑 你看那里是什么人 夫人顺着王锦和指的方向看过去 当她看到那个 搂着一个女人的男人时 宛若晴天霹雳 谢贵你个杀千刀的 你竟然敢背着老娘 跟着狐狸精卵来 夫人嚎叫一声就扑过去 手不管不顾的 对着谢贵就是一爪子 王锦和看着他这彪悍的样子 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去 这太彪悍了 这脸得破相吧 你这唯恐天下不乱的性格 到底随了谁啊 以前看你温温柔柔的一个姑娘 没想到今天也有发脾气的时候 不过这样也好 省得有人以为你好欺负 王锦和喝喝的乐了 这不是死过一次 什么都想明白了吗 我不想被人欺负 所以就得反击回去 这样想就对了 这日子总是要过的 不过你可要小心了 谢负贵他媳妇可不是省油的灯 等他回过省来 估计会找你的麻烦 齐叔看着王锦和嘱咐了几句 齐叔放心 他现在可不是我的对手 再说了 我这是好心帮忙 谢贵正在跟小情人调情呢 突然就被人抓了一下脸 脸上的刺痛 让谢贵也没看对方是谁 抬手就是一巴掌 把人打得踉跛着跌倒在地上 这时候 谢贵才看清打他的人是谁 好你个宋氏 你竟然敢动手打我 谢贵 你竟然对不起我 你嫁给我五年了 连个孩子都没有 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我没修了你就不错了 你竟然还敢跟我说这些 谢贵 贵哥 这就是姐姐吗 好吓人啊 还有 你的脸都流血了 我们快去浴馆看看 谢贵一听自己的脸流血了 狠狠地踹了宋氏一脚 宋氏 你给我等着 等我回去之后 我跟你没完 说完 搂着身边的人就走了 留下宋氏一个人 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 娘 我怀孕了 差点小铲 好不容易才保住的 王锦和看着宋氏这样子 忍不住有些担心 这不会刺激过头了吧 还有这谢贵可真够炸的 出轨就算了 还打人 血 宋氏流血了 边上有人突然惊叫 王氏低咒一声 去找了黄芪 黄芪很快过来 给宋氏把脉之后 皱了皱眉头 小铲 孩子怕是要保不住了 孩子 听到孩子两个字 宋氏终于有了反应 我的孩子 我有孩子了 你先别激动 让大夫 先帮你把孩子保住 宋氏一听 连忙不动了 黄芪又是扎针 又是喂了保胎药 这才勉强帮宋氏把孩子保住 孩子 我的孩子 孩子还在 谢谢你啊 还有 对不起 能不能再麻烦你一件事啊 什么 送我去宋家杂货铺 宋氏看着王锦和说着 行 王锦和跟奇叔一把把宋氏送到杂货铺去 杂货铺的老板看到被王锦和送来的宋氏 他连忙走过来 女儿 你这是怎么了 娘 我怀孕了 差点小产 好不容易才保住的 什么 谢贵呢 怎么没跟你一起 还有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谁打的 他就那么一个女儿 从小就是捧着长大的 他都没舍得动一根手指头 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混蛋打的 是谢贵 我看到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他就打我 我的孩子也是差点被他踹掉的 娘 对不起 我当时不听你们的话非要嫁给谢贵 王锦和站在边上异常的尴尬 宋氏 你这胎可是好不容易才保住的 你要是把孩子给枯没了 皇叔都没办法再给你保胎了 宋氏一听 连忙擦了擦眼泪 对 我不能哭 大夫说了 我求求不能太激动 不然孩子会保不住的 宋老板看着女儿这样 有些心疼 当初他就说谢贵不是个好东西 可这丫头死活不信 现在信了吧 相信了也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王锦和有些惊讶地看着宋氏 没想到他竟然有那么果断的时候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宋氏被王锦和看得有些不自在了 没事 我只是在想 你敢爱敢恨的性格不错呀 怎么之前就那么讨人厌呢 宋氏顿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 我五年都没有孩子 谢贵他们都说我是不下蛋的鸡 有时候甚至还说 我连你都比不上 你至少还有个儿子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时间长了 他的性格就有些扭曲 甚至恨上了王锦和 所以每次看到王锦和的时候 才会说这样的话 王锦和伸手指着自己 有些无语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他有儿子 他未婚生子怎么了 吃他们家饭了吗 要拿他来刺激一个 长时间没有怀孕的女人 他们这脑子是有病吧 他这才是真的躺着也中枪 莫名其妙就让人给针对了 之前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不该这样 是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蠢 你是一个人 又不是他们家的生育工具 没有孩子 证明缘分没当 你看你现在 孩子不就来了吗 王锦和 叹了口气 对于古人执着孩子的事情 王锦和表示有些不能理解 要知道在现代的时候 好多人不想要孩子 不一样过得很好吗 到了古代 不要孩子 简直能要了一个女人的命 话虽然是那么说的 可有几个人是不在意的 倒也是 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不能以现代人的想法来跟他们说话 你这样挺好的 谢贵那个人 你还是当断则断吧 我知道 谢贵家有现在全都是因为他的缘故 没了他的嫁妆跟爹娘的帮衬 这谢贵什么也不是 小柔 你好好休息 我明天叫着你大歪 三叔他们 去谢贵家里 给你拿盒离书 谢谢爹 你既然到家了 我就先回去了 姑娘 今日的事情多谢了 改日 我们在登门拜访 不用客气 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都会帮忙的 宋柔看着王锦和摇头 如果今天换做是另外一个人 他都那样说他了 又怎么会去帮他叫大夫 还送他回来 今日的恩情 他记住了 来日一定会报答 正在可能已经是举人了 这些年是他们耽搁了孙子的前程 回来了 怎么样 拿了五百两 之后大哥可以继续去读书了 王锦和从外面进来 正好听到王锦和说这句话 他大步走过来 声音有些颤抖 我 我真的能继续去读书吗 王锦和笑了起来 当然可以 我哥哥读书那么厉害 一定能考上秀才 考上举人的 哥哥放心去读书 家里一切有我 五百两 就算建房花了一些 我们都还有不少钱 最少能够花个四五年的 而且我也想要做什么了 以后我们家只会过得越来越好 小和你打算做什么 奶爱 我们家不是有几亩沙地吗 能不能给我 你要那沙地做什么呀 我买了一些西瓜种子 我想种西瓜 能成 我们家今年就能再有一笔收入 不行损失也不大 奶 你说怎么样 帮老太考虑了一下 这还真的可行 不过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这个倒是没事 有灵泉水在 它能让西瓜长得快一点 那行 你种吧 正好里面什么都没有 谢谢奶 小和 我帮你一起种 哥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想准备一些什么礼物 然后去见你曾经的夫子 把你读书的事情 赶紧落实下来 王静宇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读书的事情 这事情也只有他自己 才能办成 小和说得对 静宇这些年 你的夫子一直希望 你回去读书 现在家里有点闲钱 可以去 好 王静宇还想说什么 可是看到奶奶认真中 带着期盼的眼神 王静宇就什么也说不出来 晚上 王老爷子他们知道 王静宇能去读书之后 喜极而泣 如果不是四年前 因为小和的事情 发生了变故 孙子现在可能 已经是举人了 这些年是他们耽搁了孙子的前程 老爷子声音颤抖 孙子终于又能去读书了 王锦和的爹娘也十分高兴 儿子终于又能去学堂了 舅舅念书棒 我们小宝也知道 舅舅念书棒啊 那日后等舅舅念书回家 也教小宝念书 好不好呀 小宝不停地点头 好 小宝念书 小宝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这是谁家的小宝呀 小宝外头想了想 娘亲家的 小宝最喜欢娘亲了 我家小宝的嘴巴 今天怎么那么甜呢 是不是瞒着娘亲 偷偷地吃糖果了 小宝连忙摇起了头 小宝没有吃糖果 小宝乖乖的 看在小宝很乖的面子上 娘亲给小宝买了糖葫芦 小宝想不想吃 小宝一脸茫然地 看着王锦和 娘亲 什么是糖葫芦呀 好吃吗 在看到糖葫芦的时候 小宝的眼睛都移不开视线 满眼的惊喜 娘亲真的是给小宝的吗 是啊 是给小宝的 娘亲还给小宝 买了一些好吃的点心 小宝每天都可以吃 不过一天只能吃两块 可以吗 小宝十分乖巧地点头 嗯 可以娘亲 我就吃两块 我家小宝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小宝拿着糖葫芦 最先给王锦和吃 王锦和吃了一口之后 又给王老太太吃 之后还有王静宇 所有人都吃了 最后只给小宝留了两个 不过这也够了 又酸又甜的 小宝还是少吃点的好 小宝也不管自己还有几个 拿着糖葫芦 美滋滋的吃了起来 小宝吃东西 王锦和跟王老太太他们 说着自己的想法 二天一早 王静宇去找夫子 王家夫妻二人和王老爷子 一起去地里 王老太太则是帮王锦和看孩子 奶 趁着现在雨季还没到 我们把房子重建 哥哥大了 总不能一直跟着你们挤着睡 王老太太夫妻的房间最大 就从中隔开 王静宇就在里边睡 等这样的房子之后 要给哥哥准备一个大房间 一边是睡觉的地方 另一边是书房 到时候找人打一个书柜 一张书桌 好让哥哥看书写字 我们也要多准备点书 哥哥看了有好处 听着王锦和的安排 王静宇很想说不用 可这样的学习地方 他也是向往的 看着王静宇那欲言又止的样子 王锦和也装作阔气的模样 哥哥你就放心好了 你妹妹是有钱的 而且手里的钱还不少 我们这房子要建就建最好的 正好我们家这里的地基也大 完全可以建一座大的青砖瓦房 小和说的对就那么定了 王老爷子点点头 认为孙女的安排非常好 孙子那么大了 确实要有自己的房间才行 指不定什么时候孙子能成亲了 总不能成亲了 还没住的地方吧 孙子那么大的年龄 还没成亲 还是因为家里日子不好过 这才给耽误了 现在孙女有想法 自然是再好不过 一家人该商量的事情 都商量好了 第二天一早 王静宇去找夫子 王家夫妻二人和王老爷子 一起去地里 王老太太则是帮王锦和看孩子 王锦和去沙地里种西瓜 昨天晚上的时候 他已经用西式的灵泉水泡过了 能保证每一个西瓜子都能长出来 花了一天的时间 王锦和才把粮母多的沙地 全都种上了西瓜 种上之后 又去打水加入灵泉水稀释之后 浇了一遍地 之后王锦和每隔两天 都会过来看看这西瓜地 这天过来的时候 竟然看到西瓜苗已经长出来了 每一个都长了 没有死掉或者没出来 这让王锦和十分的心悉 这样一来 日后他种植什么东西 都能有作弊的力气了 虽然不能跟之前的白菜一样 直接催熟了 不过慢慢长还是可以的 就是不知道用西式过的灵泉水浇出来的 会不会比一般的西瓜更好吃 如果能行的话 那就能卖更多的钱了 值得一说的是 前几天王锦宇去找了夫子之后 夫子很快就帮他办了去书院的凭证 这两天已经开始上学了 每隔三天会回来一次 王锦和提着水桶溜达着回家 一回去 大花就跑过来不停地叫 低头看着大花 王锦和无奈了 今天没有小鱼小虾 给你和小花吃 大花一听 直接转身就走 一个眼神都没给王锦和 看到大花这个样子 王锦和直接无语了 是风日下 有奶便是娘 有吃便是爹 他回来的时候屁颠颠地跑过来 一说没有抓鱼虾给他们吃 扭头就走 真是给惯 小和回来了 怎么样啊 已经出芽了 而且出芽率特别高 以后我们种什么菜的时候 也都先用水给泡一下 这样能更好地发芽 王老太太惊讶地看着王锦和 我以为能出一半就不错了 没想到竟然全都出了 这出芽率确实非常可以 奶 建房子的人 我爹找得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来 王锦和现在心心念念的 全都是房子 房子 过几天才能来 他们那边还有点活没收尾 等完成了就过来 这样啊 那也要不了多久了 奶 我想着我们 直接全包给对方吧 这样我们也能省心一点 不然 自己家建房子 实在是太累了 王锦和跟王老太太商量着 要知道在现代的时候 他们家农村里盖房子 家里的人累得不成样子 现在他们手里 都还有点余浅 能让自家轻松一点 那就轻松一点 不然又是地理干活 又是建房子 根本就忙不过来 好 这样也行 到时候啊 我们多花点钱就是了 老太太也不是这种死板的人 听到孙女说这样的话 自然也就答应了 王锦和顿时满足了 家里有这样愿意听 晚辈意见的长辈 真的是一种幸福 奶 有你真好 你这孩子 怎么还突然撒娇了 也不怕小宝笑话 小宝才不会笑话我 王锦和看着小宝问 是不是 小宝 嗯 不笑话 正在玩积木的小宝 忍着的点头 这积木是他让老爷子帮忙给做的 自从拿到积木 小宝就爱不释手 每天搭积木都能自己玩很长时间 都不用老太太他们操心 这孩子拿到这积木之后就跟什么宝贝一样 每天都玩 完了之后啊 还会自己给收拾好 都不让我碰一下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小宝知道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让他自己弄 你要给他弄 他还会不高兴 老太太赞同的点头 之前他想过帮小宝收拾 想着人还小 自己也不好弄 结果这小家伙说什么也不让 就一个个的捡回竹篮子里放着 等收拾好之后 才开口让他帮忙提进屋子里 他要是提得动 就不让人帮忙了 小家伙 有时候就是人小鬼大 有的时候又天真可爱 让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有这样一个儿子还不好啊 小宝这孩子是来报恩的 你看从生下来就没怎么哭过 身体也不错 很少生病 哪像村里的那些孩子 动不动就这里不舒服 那里难受的 不然那就是哭闹不休 有这样一个儿子 你就知足吧 我肯定是非常知足的 有那么好的爷爷奶奶 爹娘还有哥哥 他不只有一个来报恩的儿子 还有一个很幸福的家 在这样的家庭里 他真的很有干劲 很想让家里过得越来越好 看着孙女这样子 老太太笑着又摇了摇头 你呀 有的时候就是不会为自己多想一点 奶奶 我明天上山去一趟 这点野菜回来吃 我们家的菜能吃的也不多 我们家的菜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长得特别好 就是中午太阳大的时候也特别精神 王锦和心中投降 这当然是因为他在浇水的时候 放了灵泉水在里面 有灵泉水在 他这菜自然就长得特别好了 长得好不是挺好的吗 这说明我们家这里的地十分好 等建了房子还会过得更好 王锦和一本正经的在这里忽悠老太太 你说的也是 自从搬来这里之后 你的身体倒是越来越好了 指不定这里还真的是一个福地呢 以前他们家是不住在这里的 还是住在谢家村 是王锦和生病没办法把房子卖了 又买了这里的破屋住的 看着老太太这认真又慈祥的样子 王锦和在心中不停地告诉自己 一定要让一家人过上非常好的日子 奶奶 我一定赚很多很多的钱 以后买丫鬟来伺候你 让你每天什么都不做 做一个富贵的老夫人 只要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 怎么样都可以 老太太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只要一家人待在一起就足够了 我们一家当然会好好的 不过我们也会过得越来越好 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好 我孙女有这么大的志向 奶奶就等着日后做老夫人了 王锦和能听出老太太 这只是在哄着她 根本就没相信她能够做到这些 心中有些不满 奶奶竟然不相信她 不过没关系 等以后奶奶知道了就好了 她说这些话全都是认真的 第二天王锦和就背着背篓去山里 本来只是想着摘一点野菜 就回去了 结果刚进山 一只兔子就一头撞在他面前的树上 想到之前大花 那同样的操作 王锦和嘴角抽搐了一下 别人是守株带兔 他这叫背兔碰瓷 自己送上门的东西 王锦和是不要白不要 揪着耳朵就给提起来了 王锦和把野兔扔到碑楼里 继续往前走 一路上不但摘了野菜 还摘到一些军菇 以及小朵的银耳 这些银耳只有一小捧 一家人吃一顿都不够的 不过这是好东西 王锦和也没想过要扔掉 越往里面走 东西就越多 王锦和的背篓也越来越重 他还捡到了十几个野鸡蛋 等背篓装满之后 王锦和就准备下山 担心回去太晚了 奶奶会担心他 王锦和看着挡在路中间的野山羊 嘴角抽搐了一下 这是想干什么 而且这野山羊的肚子 还有点大 里面好像有宰了 对于有宰的东西 王锦和一般是不碰的 杨大神 如果你是溜达到这里来的 你就回去 可以吗 王锦和欲语哭无泪 这都什么事啊 陆玉野山羊 还是带咋的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王锦和打算绕过去 结果这山羊一下蹦了起来 吓了王锦和一跳 尤其是山羊 一步一驱地跟着他时 他无语了 你这是要跟我走 山羊叫了一声 好像是在回答王锦和的话 王锦和哭笑不得地看着山羊 家里已经有两只祖宗一样的野鸡了 这还来一头野山羊 这不是给他添乱吗 边上传来嘻嘻嘻嘻嘻的声音 王锦和警惕地看过去 就看到一只有脚的山羊走过来 这只怀了宰的山羊 走过去蹭了蹭公羊的脖子 然后转头看着王锦和 公羊走到王锦和身边 围着他绕了好几圈 不时还在他身上绣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 才走到牡羊身边看着他 王锦和看着这两只羊 尤其是这只公羊 好像在说赶紧带路 我们回家 这个想法让王锦和抖了抖身体 他在胡思乱想什么 甩了甩头 看着两只羊 王锦和只能带着回去了 王老太太见王锦和回来 刚想说什么 就看到他身后跟着两只羊 其中一只还怀了咋 看着王锦和眼中有些惊讶 老太太凑上前去 小和 这是怎么回事 奶 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 我准备回来的时候 这两只羊就死活都要跟着我下来 我也没办法呀 既然都跟着你回来了 那就留着养吧 这都有宰了 给赶走也不合适 王老太太是一个心善的人 看到这母羊 就会忍不住想到孙女当年 要是不能留在这里 这两只羊回到山里之后 还不一定能活到孩子生下来呢 也就平日里多割草的缘故 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只能这样了 只是这两只羊日后 不会跟大花一样 护着鸡蛋跟护什么一样 小宝睡醒起来 看到家里多了两只新奇的动物 好奇地走过来 又有点害怕 最后拉着王锦和的手 才敢过去 娘亲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羊 两只羊看到小宝过来 都冲着他叫了一声 似乎是在打招呼 大咩咩 小咩咩 娘亲 小宝喜欢咩咩 小宝看着王锦和 十分认真地说着 说话的时候 还伸手去碰了一下 大咩的脑袋 大咩也小心地 蹭着小宝的手心 生怕伤到小宝 这样的大咩小咩 倒是让王锦和觉得很不错 王老爷子他们回来 看到家里多了两只羊 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后 都有些哭笑不得 又是几天过去了 建房子的人终于来了 王锦和把自己已经画好的图纸 给建房子的师傅看 大叔 你看这房子 你能建出来吗 建房的人 没有立刻回答王锦和的问题 而是认真地看了许久 又计算之后 才点头 他们这房子 有点像富贵人家建的 两层的房子 上面下面都可以住人 加上建的也不大不小 这才相对的稍微便宜一点 这个没问题 既然找这个图纸来 这里是八十两 这个是建房的契约 今日我回去就开始准备 动土的日子半个月之后好 到时候我们再来 如此就麻烦大叔了 王老爷子他们看着王锦和 跟人说话不卑不亢的样子 心中十分高兴 这就是他们家的孩子 不用客气 又跟王锦和一家 商量了一些事情之后 大叔才离开王锦和家里 回去联系砖瓦 还有叫人干活 十天后 一辆辆的牛车 拉着砖瓦 来到了王锦和家里 也是这个时候 村里的人才知道 王锦和家里 竟然要建房了 看着这些砖瓦 一车一车地拉过去 村里的人极度地不行 谢贵听到王锦和家里 竟然要建房子的时候 猛地站起来 王锦和那个贱人 害我没得媳妇跟儿子 老子跟他没完 谢贵的娘 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 皱着眉头说 我不是让你小心一点吗 你怎么还会让人给发现了 现在好了 没了宋柔跟他家里帮衬 我们家这日子要怎么过 在街上遇到了 我能怎么办 娘小桃她有了身孕 最近让我娶她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真的吗 真的怀孕了 要是真的 我们家也不稀罕 宋柔家那个孩子 指不定是一个赔钱货呢 谢贵赞同了点头 娘 你说得对 可我们家还有钱吗 谢贵的娘很是得意 你以为你娘那么蠢吗 这些年 娘可没少从宋柔手里拿钱 拿了之后我就给存起来了 现在可是有不少呢 娘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谢贵的娘看着自己的儿子 儿子 娘可先跟你说好 你可以让小桃进门 但是娘这些钱 你们不能动得太多 日后养孩子 还有我们一家的生活都需要 不能再像之前那样 大手大脚的 知道吗 娘 我知道了 娘 这件事就麻烦你了 我去找二叔 不能让苏家 那个贱人家里建房子 如果不是他 宋柔怎么敢跟我合理 儿子 你说得没错 确实是王锦和那个贱人的错 你确实该去找一下 二叔 你得帮我出计啊 谢贵找到村长后 就开始哭诉起来 怎么了 村长对这个侄子有些不耐烦 宋柔多好一个姑娘 她竟然给弄没了 真是丢人现眼的东西 王锦和家里不吃建房了吗 我想着 二叔你能不能给拦着 不让他们家建房子 谢贵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这件事我帮不上你 什么 为什么帮不上 因为王锦和他们一家 虽然住在我谢家村的地界 但不是我们谢家村的人 这是县令大人 安排他们过来的时候说的 而且县令大人说了 叫照顾好他们一家 你让我去找麻烦 他们家若是去找了县令 我这村长还要不要当了 你这就是在害我 二叔 我要叫我二叔 以后你的事情都不要来找我了 二叔 你这是干什么 不就是对付一个王家吗 不帮就不帮 你至于这样 跟我们断继关系吗 谢贵不满地看着村长 他觉得村长 根本就不是因为这个才不帮 他就是不想帮忙 你还觉得你做对了 我做错了 谁说你错了 我就是觉得二叔你 只是不想帮我才那么说的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村长从来没见过 这样白眼狼的东西 谢贵 你这话说的 可真是够亏心的 我给你收拾了多少烂摊子 要一一跟你说清楚吗 这都多久的事情了 我现在就是想让你帮我 对付王锦和 你就说愿不愿意吧 谢贵有些不耐烦了 你走吧 以后你的事情 就不要来找我了 我管不着 也管不了 谢贵怎么都没想到 村长竟然说这样的话 脸顿时就黑了 二叔 你可是只有一个女儿 你以后还想不想 让我给你们养老送终了 村长气得脸色通红 好啊 谢贵竟然在诅咒他们死 不用了 以后我给我女儿招续 我让孙子给我养老送终 用不到你 现在你赶紧给我滚 什么玩意儿 村长气得直接碾人 不让谢贵继续待在他的家里 村长夫人从屋里走出来 你看到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这侄儿啊 就是个心大的 你非不相信 这些年 你给他抹平那么多事情 也没见他真心谢谢你 不就是仗着日后 你要让他送终 这才那么肆无忌惮吗 村长重重地叹了口气 没有继续说话 虽然村里的人很多事情都没说 可是大家心里多少都有些个应 我 你心里也知道 大家很多都不满意 可就是装作不知道 毕竟啊 也没人敢在你面前说 一次两次的都还好 可若是次数多了 你让大家还怎么服你这个村长 今天把人赶走也是个好事 撕破脸了之后 他们再想让你帮什么 你就能选择说不帮 村长夫人想的比村长都还要通透 就是村长总是想着自己没儿子 想要找侄子送终 这才闹成这样 唉 你说的对 这些年 我确实为这良心做了不少事 如果能这个时候停下 也算是一种好事 你知道就好 谢贵气冲冲的回到家里 看到自己的娘就开始抱怨 娘 我二叔他是什么意思 这一次他竟然不管我了 他已经做好了二叔死了之后 继承村长位子的准备 可现在他竟然说什么也不让他送终了 谢贵娘皱着眉头看着自己的儿子 这是怎么回事 以往你有什么事情你二叔都是二话不说就帮忙的 这一次是怎么了 谢贵把村长的话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谢贵娘的想法跟谢贵是一样的 我看他就是故意的 不想帮你才编造了这样的鬼话 不行 我得找他去 谢贵连忙跟上 他娘出马就没有不能成的事情 二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之前不是说了 让谢贵给你们送终吗 现在这算什么 谢贵有一点小事 你都不帮忙 这不是一件小事 跟你们说我也说不清楚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了 以后我不需要你儿子给我送终 我朝旭 我让我女婿跟我孙子给我送终 谁欺罕你儿子 有本事 你们自己去找王锦和他们麻烦去 少来我这里 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看着村长这油盐不尽的样子 谢贵娘知道 这一次村长是来真的了 二弟 不管怎么说 谢贵都是你的侄子 还是唯一的侄子 你不能看着他被人欺负呀 这多丢你的面子 你说是不是 村长直接被这母子俩的不要脸给气笑了 尤其是他这个大嫂 见风使舵 她是厉害得很 我的面子没那么大 能一直撑着谢贵 之前我已经撑了那么长时间了 现在我是撑不了 也不想撑了 王锦和害我没了媳妇跟儿子 二叔你也没了侄孙 这比赵难道不用算的吗 宋家为什么要喝礼 那是因为你跟别的女人勾搭在了一起 这都算了 你还动手去打了宋柔 如旦如此 你还差点把他给踢流产了 如果不是王锦和去叫了大夫 可能就是一尸两命 你不敢借就算了 竟然还能说出这种狼心狗肺的话来 村长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把自己的救命恩人 给说成是仇人的 我又不知道他怀孕了 他连孩子都保不住 这是他废物 跟我有什么关系 谢贵不承认宋柔是因为他才这样的 就死活一口咬定 这是王锦和的错 村长夫人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按着扫把就是一通的乱打 把人打出去之后 站在门口阴沉着一张帘 声音里透露着愤怒 我家没你们这种狼心狗肺的亲切 之后建房子的人终于来了 谢贵在暗处偷偷的看着 看到这些人挖的地基 脸色更难看了 王锦和家里竟然建那么大的房子 这么大的房子 也是王锦和一家配住的吗 王锦和感知到一股恶意的视线 转头就看到谢贵躲在角落里怨恨的看着他 谢贵见王锦和竟然看到他了 跌跌撞撞的爬起来就跑 王锦和摊手 他好像还没做什么吧 这人跑得就那么快了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后面有狗在追呢 想到狗 王锦和就觉得他应该去抓几条狗回来养着 日后还能帮他看一下瓜地 想着王锦和就去找老太太 奶爱 你知道谁家有狗仔吗 你要养狗 我想养个两三条狗 用来看家护院 或者到时候帮我们守着瓜地 我还真知道谁家有 你父奶奶家里就有 刚生下来不到一个月 过个几天十天 我去抱回来就是了 这感情好 到时候给父奶奶钱就是了 狗仔子在村里不值钱 你要是给你父奶奶钱 他还会生气 我到时候啊 给他拿一些鸡蛋过去就是了 也是小花蒸气 每天能下两个蛋 不过也不知道大花怎么回事 有的蛋管都不管 有的鸡蛋呢 又跟护独子一样的护着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护着的那些 应该是能孵出小鸡的 他大概是 想把能孵小鸡的蛋给留着 把不能孵的鸡蛋给我们吃 这样也行 等小花孵出小鸡 我们也给养着 到时候这鸡蛋呢 指不定能多一些呢 好 奶奶 你说 日后我们要是吃羊肉的话 大咪他们愿意给吗 王锦和撑着下巴问 大概跟大花一样 能吃的就给 不能吃的就不给 倒也是 王锦和赞同的点头 总不能直管养不给吃吧 哎呀 就是瞎操心 对了 你大哥最近都没回来 你明天不是要去镇上吗 你去看看你大哥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对于大孙子 王老太太是有点担心的 好 我之后就去看看 二天 王锦和一早就去镇上 先去木材行问了一下价格 打五套床 竟然需要将近六十两 这个价格对王锦和来说 稍微有点高 老板 不能少点吗 最低五十两 再少我们这儿也没办法了 老板有些无奈 这样也行 那老板 你能不能顺道 帮我打一个孩子用的书桌 我这有图纸 你看看 这是那种书桌书架为一体的书桌 这给孩子用非常方便 老板看着这书桌 顿时感受到伤机 这个我可以不要你钱 甚至十两银子买你这图纸 你看行吗 这种书桌 应该没人会喜欢再断 老板 你花钱给我买 你就不担心亏钱吗 你放心 我有自己的打算 不会让我亏钱的 说不准 还能大赚一笔 当然 这话老板并没有说出来 见老板都这样说了 王锦和自然不再多说什么 既然这样 那就按照老板的意思来吧 最后 王锦和以四十两银子的价格 打了五套家具 而这中间包括了床 衣柜 柜子 以及一套书柜书桌 老板 等我家房子建好 我就会过来了 大概需要一个半元 成 我会提前做好 这是取东西的凭证 你可要说好 到时候要带过来的 好 王锦和出了木彩行之后 就去书院找王静宇 你说静宇啊 他最近多来帮先生抄书 这才没时间回去 大概还有半个月才能弄好 等好了之后就会回去的 王锦和拦住一个学子 笑着解释 这笔书是夫子急着要的 他才没时间回去跟你们说一声 麻烦你了 不用客气 王锦和松了口气 看来哥哥在书院的人缘很好 不然人家说话也不会这样 知道哥哥不是有事 只是在帮先生抄书之后 这才放心 离开书院 王锦和去买了需要的东西 离这东西回去 老太太看到他这样 说话的时候板起脸来 你说你这孩子啊 你当你手里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不是大风刮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王锦和黑黑的笑着 那你就别生气了 这钱就是用来花的 之后我们还有更多的钱 再说 我们家连几件像样的衣服 跟被子都没有 肯定要做 不然到时候 新房子放旧被子 多难看呀 王锦和撒娇地说着 虽然这里是南方冬天 没多冷 但是那种湿冷被子 不厚点 肯定也不行 话都已经被你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 奶爱 我今天去找哥哥 发现 他跟同窗的关系还挺好的 你说万一到时候 哥哥有同窗过来玩 看到家里这个样子 岂不是丢了哥哥的面子 虽然哥哥不在意这些 他也不想让哥哥低人一头 老太太一想 确实是这个理 那你坐吧 对了 你哥哥最近怎么不回来呀 你问过没有 我问了哥哥的同窗 他说哥哥最近 在帮夫子抄书 这才会没空回家 还有半个月 忙完就回来了 我想着 哥哥在忙 我就没去找哥哥 只要不是有什么事情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奶 你放心吧 我看 哥哥的同窗 说到他的时候 都挺高兴的 应该相处得挺好 别担心 那就好 我就担心你哥 是个闷葫芦 有什么事情啊 都不跟我们说的 自己这孙子 就跟他爹一样 报喜不报忧 奶 你就放心吧 没事的 对了奶 我之前看菜地里的四季豆 跟黄瓜都快能吃了 确实可以吃了 今年结的太多 我们自己还真吃不完 这个简单 到时候 我们摘一些去卖了就是 成 白菜也快能吃了 到时候啊 可以一起摘了拿去卖 不管能卖多少钱 好歹给他们补贴一下家用 好 五日后 王锦和一大早就起来 摘黄瓜 南瓜 四季豆 以及白菜 大贵 你跟着小和一起去 他这小身板 怎么拿着那么多菜去卖呀 成 娘 我今天跟小和一起去 妇女二人到镇上 找了一个地段 比较好的摊位 把菜拿出来摆上 刚摆好 就有人过来问 大兄弟 你这白菜怎么卖的呀 大娘 白菜三文钱一斤 黄瓜 对四季豆 四文钱 南瓜五文钱一斤 王锦和的菜价 比其他人都贵了一些 买菜的大娘一听 就皱起了眉头 你这些菜 怎么都比别人的 贵了一两分钱 大娘 一分价 钱一分货 我给你一顿黄瓜尝尝 白菜的大娘 接过那段黄瓜吃了 眼睛顿时一亮 这味道确实好吃 清脆爽口 没有那种色色的味道 行 这黄瓜你都给我撑上 我再要五斤白菜 五斤四季豆 南瓜也都给我拿上 王锦和没想到 这位大娘竟然要那么多 大娘 你买那么多回去 吃不了要坏掉 现在天气已经热了 我是张家的厨房管事 买得自然多 那就多谢大娘 照顾我们的生意了 你们这些菜 要是跟黄瓜一样的口感 日后我们少不得会经常见面 那感情好 我家还有不少别的菜 只是还不能吃 大娘拿回去 若是他们吃了喜欢 你再来买 好 最后撑下了黄瓜二十斤 南瓜十斤 一共一百六十五文 爹 你帮大娘把菜送回去吧 这太多了 大娘自己不好拿 好 等王大贵回来的时候 王锦和菜已经卖完了 那么快 这都卖完了 对啊 也是我们家的菜好 所以才卖得快 爹 我们再去买点 各种各样的菜种子吧 我们家老房子变上的地 不是什么都没种吗 我们就给挖出来种菜 种的多 回逃课多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去 不用来吉士山卖了 成 卖了多少钱 买了四百多文钱 买种子 换了一百多文 剩下两百七十文都给你 你这丫头 给我作甚 你自己留着就是了 不过 怎么买了那么多呀 我们家的菜 比别人的贵了一些 毕竟 我们家的菜那么好吃 娘 你是不知道 小和说这个的时候 我差点没吓死 你说他要价那么高 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 结果有一个大户人家的 说房管事 就买了不少 等我帮人家把菜送回去 小和菜已经卖完了 那么快 对啊 所以我想着多种一点 到时候 光够卖菜 我们家也能有不少收入 至少日常开销是可以的 等小花 付出来小鸡 如果母鸡多 到时候 我们还能卖鸡蛋 可以 王老太太种菜 都是自己吃 没想到这菜 还能卖不少钱 心中也想着 之后要多种点菜 张厨娘今天用 跟王锦和买的菜 做给他们老爷夫人吃 结果他们挑食的小少爷 因为这些菜 着实吃了不少 这让张夫人非常高兴 叫来了张厨娘 张氏 你这菜今天是在哪儿买的呀 小智今日吃了不少菜 不过这菜的味道 也是真的好 回禀夫人 奴婢是跟着一个小姑娘买的 还有一些 明日奴婢再去看看 然后让她日后 多送一些菜来 好 对了 价格高一点也没事 你到时候跟人家回去看看 他们家还有没有别的菜 有就一起买一点 是 第二天 张厨娘去找王锦和 却没找到人 好几天都是如此 直到第五天 张厨娘去菜场 才看到了王锦和 看到王锦和 张厨娘就像是看到亲人一样 那样子 把王锦和弄得挺不自在的 哎呦丫头呀 你可来了 你再不来 大娘这头发都要愁白了 啊 这是怎么了 不是菜出什么问题了吧 你这菜买回去之后啊 我家小少爷就吃了不少饭菜 这菜一吃完 我家少爷又不吃了 这些天啊 我天天过来等 谁知道你都没来 你们的菜就都是这些了 走 全部带走 大娘 这太多了 王锦和哭笑不得 这次是六样菜 一共一百多斤 这全都拿走 这还得了 你这菜连放个三四天 都还是新鲜的 你说奇怪不 这么多呀 完全没问题 大娘 虽然保存的时间长 但也不是特别新鲜 要不这样吧 你们需要什么菜 直接派人去我家菜园子里摘 你看行不行 还新鲜 那感情好啊 那我就一样来五斤吧 三十斤菜 一共一百五十文 丫头 你跟我去府里一趟城堡 我们夫人想见见你 跟你谈一个长期的买卖 爹 我们一起去吗 你去 爹去书院看看你哥 然后给你哥拿点钱 他那么长时间不回家 手里的钱 不知道还够不够 那行 我等会儿去找你 行 夫人 张厨娘求见 赶紧让她进来 怎么样 今日那小姑娘 可来卖菜了 来了 菜奴婢已经买了 那个小姑娘也带来了 夫人 你不是要见见人吗 快请 参见夫人 不用那么客气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锦和 是个好名字 锦和 我这样叫你 不介意吧 自然不会 你都叫了 我还能介意吗 再说了 你以后 可是我的大客人 我想见见你 就是想问问你 你家这蔬菜 能不能长期供应给我家 不瞒你说 我儿子今年五岁 从小这孩子就挑食 什么都不爱吃 每次吃饭就吃两口 前些日子 张厨娘买了你家的蔬菜 她就吃了不少 这些日子没了菜呀 又闹着不愿意吃饭 一定要吃你家的菜 我这也是没办法了 她好不容易有点想吃的东西 当然可以 不过要麻烦夫人 派人去摘一下 我没办法每天都来 家里在建房子 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要照顾 这个自然没问题 夫人 我家还有一些鸡蛋 比别人卖的会好吃一些 可以用来给小少爷 蒸鸡蛋羹吃 要 除了留着你家孩子吃的 有多少你都给我留着 好 一个瘦瘦的小家伙跑进来 闹着说 娘亲 我饿了 想吃那天的菜 张厨娘已经买回来了 等会就能吃 那我要每天都吃 好 娘亲已经跟这个姨姨说好了 每天都让人去她家 买菜回来给你吃 张志玲小朋友一听到这个 高兴得不行 你那么挑食 都没我家的弟弟长得胖 你得多吃点 转点肉 这样身体才能好 我这是个子高才瘦的 是吗 我 哼 坏蛋 我家的那个弟弟 他就是什么都吃 所以身体可好了 他比你小了两岁 已经到你耳朵这里了 你要是不好好吃饭 以后肯定没弟弟长得高 才不会 我一定比弟弟长得高 真的吗 那你有机会 去我家跟弟弟比比看 你们谁长得高 你家在哪 我要先去看看弟弟 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 都快有我高了 谁知道 你是不是骗我的 张志林哼了一声 不满的嘀咕着 王锦和嘴角抽搐了一下 他这是不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丫子 怎么 你不敢让我去 你就是在骗我的 是不是 张志林一副 我就知道你骗人的样子 这还真不是 不过你要去 也得先问问你娘 对不对 张夫人眼中带着笑意 她知道王锦和是好意 不过这样子 真的太好玩了 而且她从来没看到过 儿子这活灵活现的样子 真的太可爱了 娘亲 我能跟着这个姨姨 去大家看弟弟吗 我才不会比弟弟爱 好 到时候让小思 带着你一起去 看 我娘答应了 你这小家伙还真是 你等着 我就找点东西 你可不许跑 好 夫人对不起 我 没关系 我第一次看到 小志这么灵动的样子 我很谢谢你 小志从小 对身边的事都不感兴趣 我一度以为 她一直都会这样 今天我才发现不是 原来她也会有这样 活灵活现的时候 如果你的孩子 能跟小志玩得来 你能让小志 跟你的儿子 做朋友吗 好 那就麻烦你了 夫人不用客气 我叫顾静 比你大了不少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叫我静姐吧 静姐 哎 这就对了 俩人说了一会儿话 张志玲就进来了 手中还抱着一个小盒子 你这是干什么 我是哥哥 去看弟弟 要带礼物 这是我的宝贝 不给你看 只给弟弟看 张志玲护着自己的小盒子 警惕地看着王锦和 好像王锦和 会跟他抢一样 王锦和一脸惆怅地看着他 我不抢你的东西 你至于那么警惕吗 谁知道 你是不是要抢 那走吧 娘天 我走了 我去看到弟弟回来告诉你 弟弟长什么样 是不是比我矮 顾静倾咳了一声 忍着笑点 其实儿子想说的是最后一句吧 张志玲跟着王锦和离开之后 顾静的相公张琴才回来 静儿 你今天的心情好像很好 小智去那了 他去看弟弟了 看弟弟 张琴疑惑地看着顾静 他们家没小孩子呀 顾静把事情跟张琴说了一遍 末了还忍不住一边笑一边说 我是真的从来没看到过儿子这个样子 真的太可爱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这家人确实可以交往一下 其实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儿子 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个姑娘人挺好的 那我们就等小智回来 看看对弟弟他有多喜欢 竟然连自己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哎 就怕这孩子去了之后就天天想去 毕竟小智也要开始启蒙了 也是锦和家的孩子还小 不然倒也可以一起启蒙 确实 娘亲 你回来了 是啊 张智霖听到这个声音 看到抱着王锦和腿的小孩子 脸肉乎乎的 眼睛大大的 特别的可爱 我承认 你儿子比我可爱 但我不承认 我比他矮 张智霖看着小宝 严肃的说 我也没说你比小宝矮呀 他叫小宝吗 张智霖好奇的问着 关注点终于不在矮上面了 小明小宝 大明叫王子清 娘亲 他是谁呀 他是张智霖 是一个小哥哥 比你大两岁 哥哥就哥哥 为什么是小哥哥 因为你很小呀 我比他大了两岁 应该叫哥哥 张智霖有点不服气 王大贵听着王锦和斗张智霖 顿时无语 小宝 你都多大人了 还欺负人家一个小孩子 这合适吗 爹 你没发现 他真的很好玩吗 哥哥你来 我带你去看 咩咩咩 因为喜欢咩咩咩叫 小宝就给他们取名 叫大咩小咩 张智霖点了下头 表示懂了 哥哥 我带你去看 娘亲说 小咩以后会生小小咩 为什么要叫小小咩 你不能笑话他 他喜欢小宝 好可爱 小宝冲王锦和做了个鬼脸 拉着张智霖的手去看羊 张智霖也是第一次看到羊 顿时有些惊奇 等爷爷回来 让爷爷带我们做大咩 还能做 这羊身上的毛雪白雪白的 一点都不脏 小宝点点头 可以 不过小面不能做 娘亲说 坐在小面身上大面要生气 他肚子里有宝宝 不能做 对 哥哥 我带你去看大花跟小花 说着 牵着张智霖去找大花 大花 这是哥哥 你要保护哥哥知不知道 哥哥 你要不要摸摸看 张智霖有点紧张 但还是伸手摸了摸 那种从来没接触过的感觉 让张智霖双眼都在发亮 大花脑袋蹭了蹭张智霖的小手 表示喜欢 用爪子爬拉着一个鸡蛋 然后放到了张智霖的面前 大花他 这是要干什么 大花喜欢你 他这是送鸡蛋给你 你要知道 我们都不能从他跟小花的鸡窝里 拿鸡蛋出来的 他竟然主动送你鸡蛋 王锦和也有些惊讶 大花竟然会主动送鸡蛋跟张智霖 这可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 谢谢大花 大花甩了甩头 好像在说不用谢 王锦和低头看着大花 大花竟然都送了一个 要不你也送我一个吧 大花一听顿时炸毛 熊啾啾气昂昂的看着王锦和 好像只要他敢动就啄他一样 张智霖看着大花这护独自的样子 再看看手中大花送给他的鸡蛋 顿时跟宝贝一样的放着 知道你护崽子 不跟你一般见识 小宝 你带哥哥玩 不要去外面 好 王锦和去厨房之后 王大贵从外面走进来 小宝看到王大贵连忙跑过去 爷爷 做咪咪 好 王大贵抱着小宝跟张智霖去做大咪 等他坐在大咪身上之后 又觉得十分的新奇 他坐过马 还没坐过羊呢 王大贵在身边护着他们 大咪不用牵着 就带着他们在院子里溜达 等王锦和说可以吃饭的时候才下来 下来之后 张智霖跑去拿自己忘记的礼物 小宝 这是送给你的 谢谢哥哥 吃过饭 小宝带着张智霖一起玩鸡 到下午的时候 张智霖依依不舍的离开了 小宝 等我之后再来找你玩 好 哥哥再见 张智霖夫妻二人都在那里等着 看到张智霖握着一个鸡蛋 跟一个小木马回来 就有些好奇 儿子 这是什么 这个鸡蛋是大花送给我的 这个小木马是小宝送的 大花是谁 大花是一只可神奇的大公鸡了 一一说 它跟小花窝里的鸡蛋 都是不给人碰的 这个鸡蛋是大花自己用爪子 扒了到我面前送给我的 一一说 让大花送一个给他 大花都生气了 我跟小宝还做了大面 大面是一只大山羊 可听话了 他还给我摸脚 都不生气 还有一只小面 小宝说 以后小面还会生一只小小面 等生了 就让我去看 小宝家院子 还有老多菜了 张智霖跑到两人跟前 把今天在小宝家玩的事情 叽叽喳喳的说了一遍 张晴听得有些头晕 什么大花小花 大咽小咽 还有小小咽的 还有一只公鸡能主动送鸡蛋给人 这是真的吗 不过 想到儿子从来不说谎 也就没有过多的怀疑 那么好吗 小宝还有太奶跟太爷 太爷会编好看的小鸟 他给我编了一个小鸟 还有一个小蝴蝶 我忘记拿回来了 大奶做饭好吃 顾静看着儿子叽叽喳喳的跟他们说话 说的全是今天一天经历过的事情 顿时觉得让儿子去王锦和家里没去错 他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儿子说过这么多话呢 那你跟小宝比身高了吗 我会比小宝高的 一直比小宝高 顾静忍着笑看着自己的儿子 他的傻儿子哟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那小宝是不是到你耳朵了 张志林哼了一声 把头转到了一边 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儿子这个样子让张琴有些忍俊不尽的 这也太可爱了 儿子 你喜欢小宝吗 喜欢 爹爹 我之后能经常去找小宝玩吗 可以 不过下半年你要开始启蒙了 好 我学会了 可以教小宝认字 顾静跟张琴对视一眼 要知道以前张志林一说到启蒙就不高兴 他今天说也是看着儿子高兴 不然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口 这小宝可真是他们家的小福星 儿子认识小宝之后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你是哥哥 你想叫小宝认字 那你就要加油了 我一定比小宝厉害 小宝傻乎乎的 小宝是弟弟 我要认字 我还要习武 不然以后有人欺负小宝怎么办 爹爹 你要给我找一个厉害的师父 张琴觉得今天就像是天上掉下一块巨大的馅饼 一下子砸在他的脑袋上 砸得他有些晕头转向 转过头看着边上同样震惊的顾静 娘子 这还是我们的儿子吗 是我们的儿子 只是我现在的心情非常复杂 之前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都没能让孩子好好吃饭愿意读书 现在就多了一个小宝 好像所有的事情就那么解决了 娘 我明天还要去小宝家里玩 好 顾静表情复杂的看着儿子 以后儿子会不会总是去王家就不回来了 另一边小宝也在跟王姐和说张志林 小宝 你那么喜欢那个哥哥吗 王锦和难得听到儿子能说那么多的话 现在听到真的很意外 娘亲 我喜欢哥哥 哥哥可好可好了 那日后我们都让哥哥过来玩好不好 小宝还是不停地点头 第二天王锦和有事去山里 跟家里人说张家要来摘蔬菜之后就走了 到山里之后王锦和开始考虑要怎么才能抓到更多的野母鸡 想到家里几只对泉水的喜欢 在附近撒了一些泉水 王锦和就去周围看看有没有菌菇之类的长出来 别说 在这周围还真的有一些能吃的野菜 以及菌菇 咯咯咯 听到野鸡的声音 王锦和悄声走过去 看到两只野鸡在那里吃草 上去把野鸡抓住 看着不停扑腾的两只野鸡 王锦和笑得张扬 别扑腾了 你们这叫什么 贪吃者的祸 王锦和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转头就看到一只长着大獠牙的野猪 带着几只小野猪出现了 散发着寒光的猪牙 让王锦和有些腿软 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两只野鸡 再看看那野猪一夹子 拔腿就跑 因为跑得太急 从边上摔下去 王锦和揉了揉自己摔腾的手臂 看着两只摔晕过去的野鸡 用手戳了戳 发现这两只野鸡还活着 王锦和顿时就放心了 看到一层比较小的鸡聪军 他连忙走过去 过去的时候 却被一朵红褐色的蘑菇给吸引了 王锦和凑过去一看 竟然真的是一朵灵芝 而且还挺大 在根部撒了一些灵泉水 不过片刻的时间 灵芝又大了一圈 光泽看上去更好了 他小心地把灵芝摘下来 王锦和吞得吞口水 这个应该也能卖不少钱吧 和小心地把灵芝收起来 随后拿着自己的东西爬上山坡回家 得到了灵芝 又抓到了两只老母鸡 王锦和的心情非常的好 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离开之后 一个白色的小团子出现在灵芝那里 闻着坑里的味道 嗷嗷直叫 他到家看到外面那些熟悉的马车 心中知晓张智霖那小家伙又来了 王锦和提着两只已经清醒过来的野鸡 剪掉翅膀才放到鸡卷里 大花 又给你找了俩媳妇 王锦和看着窝里陪着小花的公鸡 调侃地说道 大花看了那两只野鸡一眼 转头继续盯着小花 这让王锦和有些意外 哟 你还真是一只专情的公鸡啊 大花 熊啾啾气昂昂地走到王锦和跟前 立刻给他表演了一个炸毛 那样子好像在说 别整这些没用的 小心我刀你 王锦和笑笑不说话 这只鸡以后可不要自己打脸了 给他们添了些水 王锦和才去厨房收拾鸡葱军 小宝听到外面的声音 带着张智霖跑出来 娘亲你回来了 娘亲又带回来了两只鸡 你看看给取个什么名字 好 小宝顿时高兴了 带着张智霖去看新来的母鸡 哥哥 你说叫什么名字好呢 大白 二白 张智霖嘴角抽搐了一下看看小宝 这也不白啊 小宝认真地想了想 大黑 小黑 好 就叫大黑小黑 王锦和从厨房中出来 听到的就是两个孩子在说什么大黑小黑的 弄得王锦和很是无语 不过大黑小黑也行 只要孩子高兴 喜欢就行 吃过饭 王锦和让两个孩子去睡觉之后 才开始做肉酱 刚把肉酱做好 就听到外面出来的吵闹声 一出门就看到宋柔在家门口 谢贵被抓走了 他的爹娘知道之后彻底傻了 本来早就该来跟你道谢了 只是一直没机会 到今天才彻底把胎位养好 跟我客气什么 你最重要的 就是先把身体养好 宋老板看着王锦和感慨地说 你们两个 这是不是就叫不打不相识 爹说得对 丫头 这些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还请收下 宋大叔 这真的不用 你们这里也太重了 这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宋老板感慨地说着 丫头 你就不要推辞了 我已经听小柔说了 王锦和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会儿家里就只有他跟两个孩子 长者刺 不可刺 行了 全都收下 你要是再这样 我可不高兴了 人家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要是再拒绝 那就有些不知好歹了 如此 多谢宋大叔了 王锦和很无奈 宋家人在这里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只留了一桌子的礼物 二天 王锦和拿着灵芝去找黄奇 看到王锦和过来 黄奇眼睛都亮了 小和 你这次过来 你这次过来给大叔弄了什么好东西 黄大叔 你这弄的 我要是不拿个好东西出来 都不好意思了 还真有好东西 他只是那么一说 也没想着要让王锦和真的有好东西 走 我们进去说 两人进去之后 黄奇看着王锦和 小和 快点 王锦和把东西拿出来 当看到王锦和手中的东西之后 黄奇差点就摔倒在地上 是灵芝 真的太完美了 不夺刚好 两百年左右 品质 跟之前你卖给我的人参 一样好 我给你一千两银子买了 怎么样 黄奇的眼睛都盯着灵芝 一下子都不愿意移开 当然可以 王锦和笑着点头 这东西他本来就是拿来卖的 黄奇给王锦和拿了钱 美滋滋拿着灵芝 左看看右看看 那样子 让王锦和忍不住笑着摇头 见黄奇看着灵芝都不抬头 王锦和也不打扰他 转身出去 跟药童说了一声才离开 出了医馆之后 王锦和的心情非常好 不管怎么说 现在手中有钱了 他也不用太过担心 哥哥那边没钱可用 去买了一些东西 王锦和才回去 是 看到了小宝那没精打采的样子 小宝最近都跟着小智一起玩 现在小智去读书了 他每个玩伴就不好玩了 对啊 故事看着王锦和沉默了一会儿 小和 你日后有什么打算 你才十七 难道就一直这样下去 娘 我暂时不想考虑那么多 我带着小宝就够了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 娘 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有人来问我 你有没有打算说清 如果有的话帮忙介绍一个 所以娘才想着问一下你的意思 你不用考虑我们的意思 你只要按照你的意思来做便可 娘 这之前那么多年 都没人来说过这个 怎么突然有人来说这个了 大概是看着我们家建了房子 觉得我们家有钱吧 故事也不是个蠢货 稍微一想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早不来晚不来 偏生在这个时候就来了 不是为了他们家里的钱 还能为什么 王锦和惊讶地看着故事 没想到娘 竟然能想到这个 怎么就把你娘想得那么蠢呢 这倒不是 这种为了钱再来说这个的人 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说得对 娘 如果之后有人跟你说这个 你就说 我暂时没想考虑这个问题 让他们不用说了 王锦和不客气地说 他嫁不嫁人的 还轮不到这些人来说三道四 他们还不配 行 你有想法就好 如果这一事情放在别人家里 谁管你怎么想的 直接就答应了 哪里还会问你的意见 娘 你真好 王锦和抱着故事感激地说着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娘都支持你 你想嫁人那就嫁 不想嫁呀 就在家里 我跟你爹能养得起你跟小宝 再说你现在也不用爹娘养 你自己都能挣钱了 娘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跟我爹过上更好的日子 让所有人都羡慕你们 他会让曾经嘲笑故事他们的人都羡慕故事 母女俩因为这件事感情变得更好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王锦和一家的房子也逐渐开始完工 小宝 我要去挂地 你去不去 我不要去 今天哥哥要来找我玩 对小宝这么一提醒 王锦和这才想起今天是张志玲休息的时间 每次休息张志玲都会到这里来 那好 你乖乖跟太奶在家 娘亲就干活去了 王锦和拿着小碑楼小锄头去挂地 远远的就看见几只小野猪竟然啃呱样 看到这一幕 王锦和的脸都是黑的 转身回去找王大贵他们 爹 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 爹 挂地里有几只小野猪 我们就给捉过来吧 什么 我们赶紧走 王大贵又叫上几个人一起过去 过去之后 那几只小野猪果然还在 附近也没看到大野猪的踪迹 于是 众人一起动手 直接把野猪都给抓起来 一个反抗的机会都没留给人家 这野猪怎么分 这是大贵家地里发现的 我们正是过来帮忙 分什么分 话不是那么说的 虽然是他们家地里的 可谁抓到就是谁的 这人是我的了 说完抱着那只野猪就跑了 就不该让它一起来 没事 就当认清了一个人 谢康大哥 这野猪多 你们一人抓一头回去 这怎么能行 你们一人抓了一头野猪 我这不是还有三头吗 再多我们家也没地方养 康叔 你们一人抓一头吧 回去养着过年的时候吃 也省得买肉吃 那 那我们就占你们的便宜了 要不是有康叔你们帮忙 那么多小野猪 我们还不能抓住 给你们拿一些回去 这都是应该的 小赫说的对 我们谁跟谁 不用说这些 你要这样 我以后可都不敢来找你帮忙了 那我们就不要脸的收下了 得了一头野猪 他们心里还是高兴的 养到过年 一二百斤还是有的 够他们家人吃了 这就对了吧 张晴我告诉你 今天我话放在这里 你要是让他来 我带着小赫走 这个家里有他 没我们母子俩 有我们母子俩没他 张志林看着王锦和做饺子 眼中带着好奇 爷爷 我能跟你一起学吗 我要把我包的饺子 拿回家给我爹娘吃 这个当然可以 王锦和自然不会拒绝 张志林的话 开始将他包饺子 小宝一看 也在边上学习 实则在讨论 张志林学了几次 就包的有模有样 别说还挺好看的 你这学习天赋还真好 这一学就会了 是姨姨教的认真 娘亲 小宝包的好看吗 挺好看的 张志林看着小宝手中的四部像 忍不住想要开口 然而在他要开口的时候 小宝把包好的饺子 递给了张志林 哥哥送给你 张志林笑了 他一边笑一边说 小宝真厉害 能包成这样 确实很厉害 王锦和忍着笑 看两个孩子互动 真是太有趣了 吃过饺子 张志林就要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还提着一个食盒 爹 娘 我回来了 张琴 如果你要让你那表妹住进来 不可以 静儿 你别这样 表妹只是来住几天就走了 我怎样 住几天 这种鬼话你相信吗 张琴 在遇到小宝之前 小志为什么一直挑食 一直什么也不吃 你不会 已经忘记了吧 我没忘 你没忘 我看你是忘得干干净净 你要是没忘 你就不会跟我说什么 让你表妹过来住的话 张琴 我告诉你 今天我话放在这里 你要是让她来 我带着小志走 这个家里有她 没我们母子俩 有我们母子俩 没她 你自己考虑 砰的一声响 夫妻俩人同时看过去 就看到张志林脸色惨白的 站在那里 脚边掉落了一个石盒 从里面滚出几个 还没煮的饺子 看到孩子回来 张琴顿时慌了 小志 顾静见小志脸色苍白 双眼无神的样子 抱着孩子就往外面跑 张琴心中后悔不已 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巴掌 儿子刚好一些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连忙追上去 顾静抱着孩子 去黄琴的医馆 黄大夫 你快来看看小志 这是怎么回事 小志最近一个月 不是已经好了很多了吗 怎么情况突然变成这样了 张琴说要让他表妹过来住 被小志听到了 顾静现在恨死张琴了 他的儿子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他一定不会放过张琴的 不是跟你们说过 不要提起这个人吗 这孩子当时受到多大的创伤 还要我跟你们再说一遍 竟然还想让人住进来 是不是想要你儿子的命啊 只是听到过来住人就变成这个样子 要是人真的来了 这孩子还不得逼疯 张琴过来看着黄琴着急的问 黄大夫 我儿子怎么样 他没事吧 你看看他这个样子 像是没事的人吗 我有没有给你们三零五身 不要提起那个女人 你们不但说了 还想让人过来住 想让你儿子死 直接掐死多点的 非要这样折磨他 黄琴简直气笑了 这孩子现在睁大眼睛 眼中满是惊恐 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这叫做没事 顾静看着儿子不停掉眼泪 心疼得不行 看着张琴反手一巴掌打过去 你满意了吗 顾静指着孩子看着张琴 见张琴不说话 顾静又是一巴掌打过去 我问你你满意了吗 他害我儿至此 你们只是打了他一顿 还是让人减轻了力道的 可是我儿子呢 我儿子当时经历了什么 静儿 我 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顾静看着张琴打断他的话 说 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 我们当初为什么从京城搬到这里来 顾静看着张琴怒声说着 顾静越生气就越冷静 这些年我努力让自己原谅你 现在儿子终于好点了 你就迫不及待了是吗 好 既然你那么喜欢这表妹 我带着儿子给你疼地方 或者你直接回去也可以 从今往后 我跟小智与你再无任何瓜哥 我不 我只要你们母子 我谁都不要 静儿我不让他们来了 都不让来 你别生气 只要我们 只要我们 你跟我说什么让你表妹过来住 他们的目的 你不知道吗 他们是给你送平妻来的 顾静觉得张琴的话真的很可笑 看着因为黄旗扎针而昏睡过去的张志林 顾静苦笑着 我真的是受够了 所有人都当曾经的事情没发生过是吗 以为时间长了 我就会忘记这件事 静儿 你想怎么做我都答应你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张琴真的有点害怕顾静此时的状态 他这个时候真的不太好 你确定 我确定 只要你说的 我都答应你 等小志好点了 把他放到锦和家里一段时间 我跟你回京城 张琴心中有股不好的预感 你想做什么 既然你表妹做不到在我们面前已经死了 那我就亲自去动手 当时让爹娘没有动她的原因就是 永远不要出现在我们面前 看来你家的人 都已经忘记了 张琴看着顾静 是了 小志是顾家最小的小少爷 深得老太傅的喜爱 当初答应放过那女人的条件就是 不要出现在他们面前 如果意图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话 顾静就有这个权利直接抽死她 这件事是皇上做了见证的 好 我陪你回去 如果继续跟之前一样两边霍悉泥 她就会失去自己的妻子跟儿子 她不想最后发展成这样 很好 这次我要收拾的不仅是你表妹 就连有这个想法的人我都会一起收拾 张琴你拦不住我 我身为木安县主 收拾一个老东西 绰绰有余 你们这会儿怎么过来了 小志不是才刚刚回去吗 人怎么又让他们给弄回来了 顾静苦笑着摇头 发生了一些事 小宝 你哥哥来了 顾静松开他 让他下去跟小宝玩 我们去院子里说 小志怎么了 今天小志回去 听到他爹要让他表姑过来住 然后就这样了 这怎么可能 王锦和根本不相信这个 我们之前一直是住在京城的 两年多前发生了一些事情 才来了这里 其实小志也不是一直都挑食 一直都不说话 三岁的时候 他被那个贱人关在屋子里 然后将小志喜欢的小动物 养着的宠物 当着小志的面杀了 不但这样 还硬塞给小志吃 生肉就这样塞给小志 不吃就打他 那时候我们找到孩子 孩子已经快没命了 那时候因为一些缘故 那个女人还活着 今天张琴说让他过来住 孩子听到就变成这样了 王锦和看着张琴 像是在看一个神经病 那个女人 是伤害你儿子的人 你竟然还想让他 拦你家住 我已经知道错了 错了 你一句知错了 就能弥补孩子的二次伤害 而这个伤害 还是你这个做父亲的人 亲自给的 你觉得合适吗 顾静看着王锦和 十分认真地说 锦和 我们今天过来的原因 除了小志想来找小宝之外 还有一件事 想求你帮忙 你想让我帮什么 我要回去收拾人 小志不方便带着 他也喜欢跟小宝一起玩 我能不能把他托付给你 我回去办完事之后 就来接他 好 我帮你把人照顾着 你们该报仇的报仇 不能就那么放过人 当时是没办法 那个贱人他爹 跟我爹关系很好 因为这件事 我爹跟他们都断绝来往 因为这才有调和 原来如此 那你这次回去 确实不用忍着了 自然 我回去看看孩子 问他要不要 跟我们一起回去 如果不回去的话 我明天把他习惯用的东西 都送过来 等顾静去休息之后 张琴叫来自己身边的人 去查我那好舅舅家的一些产业 还有我们家是什么人 答应他们帮忙的 少爷 你是打算 有的仇也该报了 否则他们真的以为 我们夫妻二人都是好欺负的 好了 去做事 是 张琴把事情吩咐完之后 才回屋陪着顾静睡了一会儿 快到午时 吃过饭 顾静跟张琴带着孩子的东西 去了王锦和家里 王锦和看着他们 拿了那么多东西来 嘴角抽搐地说 你们现在拿那么多东西过来 我这边也没办法用啊 只能家事委屈一下小智了 静和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你能答应帮我照顾小智 我真的已经很感激了 静和 小智昨夜睡得怎么样 是不是用很长时间都没睡觉啊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如此 总是会惊醒 不过后面 我把小宝抱过去 挨着他睡 他手 搭在小宝身上后 就一觉睡到天亮 再没有醒过 所以我想着 如果跟小宝一直待在一起的话 对他的身体状况 可能会好许多 静和 真的很感激你 静姐 感激的话 你就不要说了 如果你真的谢谢我的话 要不 等你回来的时候 你就给我带一些种子吧 这有什么不行的 到时候能找到什么样的种子 我就给你带什么样的种子回来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这个可以 那行 我们去看看小智 然后就准备回京城了 好 两人过去看张志林 过去的时候 他正在跟小宝一起玩 用面前各种各样的小木块 搭成各种样子 儿子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顾静没有急着说他们要离开的事情 而是陪着张志林玩了很久 小智 我跟你爹要回外公家一趟 娘知道你不想看到那里的人 所以娘不带你回去 让你留在你姨姨家里 跟小宝一起玩 等我们回来之后就来接你 好不好 张志林点了点头 写信 好 娘亲一定给小智写信 这一次 娘亲不会让小智再受到任何伤害 张晴也走过来 认真地给儿子道歉 小智 都是爹的错 以后我们家小智说了算 小智想要谁去我们家 我们就让谁去 好不好 张志林点了下头 顾静抱着儿子 好一会儿之后才说 小智 爹娘走了 娘一定会给你写信的 到时候让姨姨他们念给你听 张志林点了下头 两人离开之后 张志林沉默着没有说话 但是眼中带着泪花 一直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来 我回来了 王庆宇一进门 看到老太太就打招呼 静宇回来了 这几天怎么样啊 都还好吧 都好 舅舅 你回来了 是啊 舅舅回来了 让舅舅看看你这个小胖堆 是不是长胖了 王静宇把东西放到一边 抱着小宝颠了两下 别说还真的胖了一些 来 这是给你们两个小家伙 买的糖葫芦 谢谢舅舅 谢谢舅舅 张志林没吃过糖葫芦 连箭都没见过 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 哥哥 这要咬着吃 哥哥好吃吗 好吃 酸酸甜甜的味道真好吃 那以后等舅舅休息回家的时候 我们还让舅舅给我们买 小宝 你这小家伙 就知道带着小志 坑舅舅的这点钱 没让舅舅给我们买大猪蹄 娘亲 我们明天吃猪蹄好不好 说到大猪蹄 小宝就想吃了 王静宇突然拿出四只猪蹄 怎么样 舅舅是不是很了解你啊 你想吃什么 舅舅全知道 哇 大猪蹄 小志还没吃过这个 他很好奇 这个好吃吗 好吃 娘亲做的猪蹄可好吃了 每次娘亲做的猪蹄 我都能多吃饭 每次做哥哥都不在 今天我们吃猪蹄 明天让娘亲给我们做糖醋排骨 后天做肉丸子汤 小宝叽叽咕咕咕的跟张志连说话 王锦和听清他说的是什么之后彻底无语了 第二天王锦和带着两个小家伙跟着王大贵他们一起去凑热闹 到镇上之后他们去拉家具然后先回去 他跟顾氏带着两个孩子去医馆买那些调味料 哥哥我要买药材 药童看过来看过去也没看到人 直到裤腿被人拽了一下才看到腿边的孩子 不过这其中的一个孩子好像有点眼熟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妖头你来了 这次有没有好东西 王大叔 你以为这些好东西 是随便一下就有的吗 我今天就是过来买点药材的 那行 让药头给你准备 娘亲 小宝不吃药 你这个小家伙 娘亲什么时候要给你吃药了 这不是给你的 娘亲 这小姑娘竟然已经有孩子了 低头看着抱着王锦和腿的小孩子 黄岐宛若晴天霹雳 看王锦和的表情有些古怪 妖头 这孩子是 这是我儿子 怎么样 长得是不是很好看 确实很好看 王锦和并没有看到黄岐的脸色 他在四处看 如果日后知道有人来跟他抢孩子 还是因为黄岐见到人的缘故 王锦和估计得给自己一巴掌 王锦和要的药材不多 但有些麻烦 还花费了小半个时辰 才把东西弄好 黄叔 我们先走了 慢走 以后有好东西 记得通知我 不要给别人 知道吗 这是当然的 毕竟黄叔你给的价格 非常工当 那感情好 等他们离开之后 黄岐连忙写了书信 送去给苏玉 他们少爷都还没成亲 怎么就有了那么一个孩子 而且这孩子跟他们少爷 竟然有了六七分的相似 王锦和此刻还不知道 小宝的事情 已经被黄岐连送到京城 对了 小智 这是给你带回来的信 王锦和突然想起这件事 他走的时候 黄岐塞给他一封信 说是给小智的 听到这个顿时开心了 拿着信看了起来 小智有不认识的字吗 王锦和没有看 而是问了一句 小智点点头 有的 这个字我不认识 这个是家 一家人的家 还有几个字 王锦和跟小智说了之后 他就没有不认识的 看完信之后 张智玲眼中带着开心的笑容 你娘他们说什么 娘亲说 他们已经到外公家了 外公知道 我有了一个小朋友 特别开心 说等娘亲回来的时候 会一起来看我 到时候 会给我跟小宝 带好多的礼物 张智玲很开心 他喜欢外公外婆 还有爷爷 不喜欢奶奶 奶奶一点都不好 开心吗 嗯 开心的 开心就好 小智真的会没事 你们没骗我这老头子吧 顾老爷子看着自己的女儿 皱着眉头问 真的 自从认识小宝之后 小智一点点的好了 吃饭的多了 说的话也多了 还主动提出要练舞呢 那就好 这次你们回去 我也跟你们一起过去看看小智 是不是真的跟你们说的一样 已经好了 这次的事情由我来出面 如果张智玲还不给个交代 这件事你再出手 他是读书人 讲究的是先礼后兵 我们听岳父的 张智玲呢 你是什么想法 不管这次的事情怎么解决 该说的利息 我一点都不会少 毕竟是他们想违反协议 之前看在张老头的面子上 我没说什么 只要这些人那么不知好歹 该给的赔偿一个也不能少 之后放心 这次我一定会让他们痛 不痛不长记性 你心里有数便可 你们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人家 人家帮你们照顾孩子 天你就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那就好 京城这边故障两家 剑拔弩张 王锦和正带着两个孩子 在新家到处跑 二天早上吃过饭 王锦和就去找村长 谢村长看到王锦和过来 忍不住有些意外 毕竟王家人 除了关系好的那几家 很少会出现在村里 是锦和丫头啊 你今天过来找我 可是有什么事情 是有点事情 村长大说 村里有卖水田跟沙地的吗 丫头 你家这是要买地 对 家里的地没多少了 现在建了房子 手里还有点余钱 就想买点田地 在手里放着 王锦和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谢村长一听 原来是这么回事 村里的人都知道 王锦和一家发财了 不但送儿子去读书 还建了房子 现在又买地 这日后的日子呀 肯定只会越来越好 还真有一些 沙地有十亩 就在距离你家不远的地方 走路一刻钟就到了 水田的话有三处 一处离你家近一些 不过是中等的水田 另外两处 虽然是上等水田 不过每天来回的 都要一两个时辰 对于你们来说 太远了一些 大叔 那些中等水田有多少 王锦和考虑了一下 他手里有灵泉 爷爷跟爹 都是种田的一把手 只要把地给买回去 爹跟爷爷肯定能种好 中等水田有十三亩 一亩是六两银子 那沙地多少钱一亩 沙地比较便宜 三两银子一亩 你看你这想要多少 离我家近的沙地 我都要了 还有这水田 我也要了 村长看着王锦和 有些惊讶 丫头 你这事情 不和你爹娘商量一声吗 毕竟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二十三亩地 可是要一百零八两银子的 王锦和他们家里 现在真的还能拿得出来 没事 就这样了 那行 之后我去联系一下 卖田地的人 然后你们谈 水田的卖家 听到王锦和要买地之后 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你们家是什么想法 村长让我卖也行 不过六两亿亩我不卖 我现在要八两亿亩 对方直接坐地起家 八两 你怎么不去强 这是上等水田的价格 你一个中等水田 也想卖这样的价格 你不亏心吗 村长 这就跟你没关系了 我们家的田地 我想卖多少钱 我就卖多少钱 八两银子一亩地 要就卖 不要拉倒 村长气得转身离开 对这种坐地起家的人 最是反感 不过他知道 这家人的地 是真的卖不出去了 王锦和下午拿着钱 过来的时候 村长无奈地摇了摇头 锦和丫头 卖水田的那家人 现在六两银子不卖 听说是你要卖 他们要卖八两银子一亩 你看 王锦和挑眉 看着村长笑了 这是要坐地起家 确实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们家不着急的话 我建议你们先买沙地 八两已经是上等水田的价格 用来买中等水田 着实不划算 好 就听村长的 那十母沙地我要了 多谢村长 帮我跑这个了 这有什么谢的 虽然你们不算是我们村的人 不过也住在我们村子 帮忙是应该的 王锦和惊讶地看着村长 没想到这村长 人还挺好的 就是他那女儿 人不太行 村长 只有我家附近 如果有水田要卖 就麻烦村长 能不能帮我留着了 王锦和拿出三十五两银子 递给村长 村长看到多出来的钱 不满地说 你这是做谁 村长去帮我跑地契 肯定要用钱 剩下的就给村长买酒喝 那行 我把地契弄好之后 给你送过去 如此就多谢村长了 王锦和回到家中 看着王老爷子 爷爷 中等水田买不了 人家要八两银子一抹 这不划算 我只买了沙地 八两 这可是上等水田的价格了 中等水田买这个价格 这不把我们家 当成冤大头了吗 可不是 所以我就没搭理 村长也是让我不要买 以后遇到好的再买 不过今天 消除了一下之后 我发现 这村长人还挺好的 娘 回我们请客的那天 给村长送点东西过去吧 村长人倒是真的不错 很为村民着想 这样的人 是真的可以解释一下 毕竟 有人好办事 王锦和家买了沙地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卖水田的那家人 听到这消息觉得不对 不是要一起买吗 怎么买了沙地 就没音讯了 不管那么多 人锦和都要买了 是他提高价格 人家现在不愿意买了 这能怪得了谁 要怪就怪他自己太贪心了 村长夫人点点头 对自己相公的话 非常赞同 你说的对 不过你说啊 王家怎么就突然起来了 那段时间 锦和经常去山里 只不定是在山里 挖到人参这一类的好东西了 这个还真有可能 他们家的房子都建好了 你说会不会请村里的人去暖房啊 我看锦和这丫头 自从掉进河里醒来之后 这人就变了许多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等他们家搬家的时候 不管请不请 我们都过去一趟 你是村长 过去也是情理之中 跟他打好关系 万一以后对你有帮助呢 你说是不是 村长夫人看人非常准 之前看到王锦和 他就觉得这小姑娘 非常不简单 我等会去锦和家里 跟他说说谢林的事 到时候我一起问问 他们就算请 应该也只请熟悉的那几家 至于别人 估计不会请 我也是那么想的 毕竟当初村里的人 除了那三四家 其他人都对他们家 充满了恶意 你说的对 我先去找锦和了 村长去找王锦和 把谢林来找他的事情 说了一下 听完之后 王锦和皱起了眉头 这人倒是傻子嘛 我今天过来 就是跟你说一下这件事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对了锦和 你们家什么时候 搬家请客呀 你看我能不能来 讨杯酒水喝呀 这当然没问题 就怕村长你不来 我家是天后请客 正好我哥哥那天休息 到时候村长早点过来玩 那行 村长走了之后 王锦和依旧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 这村长竟然想来蹭饭 村长的示好 王锦和自然不会往外面推 能够跟村长打好关系 这自然是最好的结果 与此同时 黄祺送给苏玉的信 已经到了 少爷 黄祺给你送了信 拿来我看看 苏玉有些好奇 黄祺怎么会给他送信 难道又得了什么好药材 少爷 黄祺给你送了信 拿来我看看 拿过信 慵懒地看得起来 眼中都是不敢相信 看完之后 又看了一遍 他没看错 少爷 黄祺信上都写了什么 黄祺说他看到一个孩子 跟我长得七八成像 尤其我诚恳的是我儿子 那孩子 三岁多 时间正好我能喝 那个女人竟然把孩子 给生下来了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侍卫知道四年多前 少爷被人算计 有过一个女人 他后来还找了许久 只是没找到 元宝 我竟然有儿子了 而且还和我长得 有七八成像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少爷 现在我们去聊小少爷吗 我这边事情还多 暂时不能过去 我写信给黄祺 让他保护好他们母子俩 一个姑娘未婚先孕 又带着一个孩子 也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 是 少爷是想连母亲一起留着 那当然了 人家因为我未婚先孕 这三四年的日子绝对不好过 我要是去母留子 那我还是人吗 只怕苏家那些人有意见 有意见 他们敢有什么意见 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他们做主 再说了 一个软乎乎的小孙子 他们就不想要 家里早就催他成亲了 只是他看到那些女人就觉得恶心 说什么也不愿意 这才没有继续逼他 手里的事情尽快处理干净 然后过去找他们母子 想到自己的宝贝儿子 虽然还没见面 但是他已经开始期待了 因为对孩子的期待 苏玉已经没有兴趣跟他们慢慢玩了 想立刻把人收拾干净 然后去找儿子 少爷 奴才觉得你日后 一定会变成一个期奴跟孩子奴 你没有儿子你不懂 也不知道小家伙喜欢什么 不行 你赶紧让人去准备一些好看的首饰 还有布料 以及一些小孩子喜欢的东西 阅读也好 少爷 你都还没见过未来的夫人呢 你就这样 最后你要真喜欢上夫人了 你这还有脸见人吗 元宝 你知道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媳妇吗 为什么 因为你太蠢了 我是不是害人家被人指指点点了 是 我是不是害得人家未婚先孕了 是 我是不是让人家差点没命了 是 那我不得补偿人家吗 这你都不懂 还好意思认为你不蠢 苏玉很嫌弃 一点她的聪明都没学到 即便是在京城这样的地方 未婚先孕都不会有好下场 更何况是在乡下 她还能活着 没有被进猪笼一尸两命 这就已经很好了 这些年 她跟她家人的日子 肯定是不好过 她能补偿的 肯定要补偿 补偿不了的 等她过去之后 一定加倍对人家好 把曾经的一切 全都补回来 袁宝 在乡下未婚先孕 是要进猪笼的 苏玉见袁宝还想反驳 又说了那么一句话 少爷你是因为内疚 不是内疚 我不娶她 我以后也会娶别人 那我干嘛不娶我儿子的娘 这样对孩子的成长更好 再说了 我们苏家嫡系 没有这种使乱中气的说法 要是让爷爷知道 人家给我生了个儿子 我还抛弃人家 我这腿还要不要了 袁宝忍不住笑了起来 还真是那么回事 让老太爷知道的话 少爷确实要挨揍 行了 不要再说这个了 把事情加速完成 我没空跟她纠缠下去了 是 第二天 万峰带着几个人来到这里 少爷 这一箱是给少夫人的 这一箱是给小少爷的 这两箱是给少夫人的家人的 还有这个 是我从万古那里要来的商药 是最好的 少爷你也带上 苏宇无语地看着万峰 连商药都给他准备好了 他还真是感谢 少爷 一定要早点把小少爷 他们给带回来呀 行 我知道了 这边的事情你们看着 苏姓那边你们看着弄 但是不要把人给我弄死了 少爷放心 我们会处理好的 你赶紧走吧 苏宇第二天就带着东西 带着元宝 快马加鞭地赶过去 正在家中准备搬家宴的王锦和 还不知道小宝的父亲已经赶来了 宴会当天 黄旗也来了 村长夫妻一早就过来了 村长来了 快请坐 大贵 真是恭喜了 之后你们这日子可就越来越好了 多谢村长 村长夫人跟故事聊天 聊了一会儿 发现她跟故事的想法竟然差不多 心中高兴的同时 又想着日后一定要多过来玩 自己也能找到说话的人 妹子 你家的这些菜长得可真好啊 都是怎么种的 姐姐喜欢 待会儿摘一些回去便是 哎呦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所有人在聊天 两个小家伙 被王静宇捉到房间里 练大字去了 王锦和做好饭菜 看着外面的人 爹 娘 可以摆桌子吃饭了 故事他们文言 赶紧过来帮忙端菜 今天的菜做的是真丰盛 鸡鸭鱼肉 一共九个菜 娘鸡 肉肉 小宝指着不远处的肉 王锦和给小宝加了菜 又给张志玲加菜 小宝有什么想吃的 你就跟我说 我跟你家 谢谢姨姨 一顿饭吃得大家都很高兴 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听到外面 嘀嘀哒哒的声音 这雨一连下了好几天才停 等雨停太阳晒了两天之后 王锦和就背着背篓 准备去山里 刚打开门 就看到外面 停着一辆陌生的马车 黄骑也在边上 黄大叔 你这是 黄骑尴尬地说 锦和 我们少爷想见你 你们少爷是谁 不知道为什么 王锦和心中 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黄大叔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玉走到王锦和面前 低头打量着他 跟那个时候相比 好像长高了一些 这里似乎不是说话的地方 苏玉看着王锦和 王锦和看着苏玉的穿着打扮 知道他非富即贵 衣袖下的手下意识地紧握 王锦和冷眼看着苏玉 如果你是来抢小宝的 我可以直接跟你说 想都别想 谁说我是来抢小宝的 苏玉挑眉看着王锦和 似笑非笑 他明明是要 母子俩一起抢好不好 那你来干什么 这人跟之前一样 消失不存在不好吗 为什么突然就出现了 那是我儿子 你是我儿子的娘 你说我来干什么 苏玉看着王锦和 有些慌乱的眼神 认真地问 王锦和咬了咬嘴唇 如果没事 你可以走了 走是不可能走的 儿子我不会抢 但我肯定会认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 儿子还是你儿子 但也是我儿子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 看你的穿着打扮 你应该是 有钱人家的少爷 应该是不缺儿子才对 你这样做 有什么意义 不是给自己添堵 是什么 多个私生子 有意思吗 这你还就说错了 本少爷还就缺这个儿子 他不是私生子 是我苏玉的嫡子 当年的事情 是我不对 那个时候我被人算计下药 才出此下策 但是后来我是去找过你的 这个你可以问黄奇 他很清楚我一直在找 找了四年 黄奇连忙点头 少爷说的对 那天少爷因为有事 想要回去处理 但是他有吩咐 我们去找你 少爷手底下的人都去找了 一直找到现在 为什么 我们家没有使乱中气的说法 就算是因为药物 我才这样做的 该负的责任 我也一定会承担 尤其是你现在还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问题更严重 如果我使乱中气了 我爷爷知道能打死我 当然 我也希望你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件事 苏玉非常真诚地说 王锦和现在脑袋有点猛 小和 你在跟谁说话呀 当王老太太看到苏玉的脸之后 她的脸色煞白 小和 他是 王锦和想拦着老太太已经来不及了 刚准备说什么 苏玉已经先一步开口 我是小宝的父亲 老太太身体晃了一下 不要站在门口了 静来说 她想知道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她找上门来的目的又是什么 苏玉 一点假话都没说 她看着老爷子认真地说 家里的事情办好之后 我带着人又去了护城 我们在护城找了三个月 一直没找到人 后来我那个树地又开始做药 我不得已之下 只能回去 可是我手底下的人 从来没有放弃过 要找到你们家 我们找了四年 老爷子听到苏玉的话 沉默不语 他相信这个年轻人的话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没有任何躲闪 反而很真诚 前段时间 黄奇看到小宝之后 给我去了信 我才知道锦盒有了孩子 还把孩子给生了下来 所以呢 你是想去母留子 这怎么可能 我要真敢这样做 我爷爷知道了 得弄死我 再说了 我爷爷这一脉 除了我爹让人给算计 有了个姨娘 我们家只能是一夫一妻 除非是三十五岁之后 无子 放的那妻 这些年 我身边没有别的女人 现在找到锦盒 我肯定是要娶她的 虽然现在只是出于一份责任 可谁敢保证 日后没有感情 老爷子嘴角抽搐地看着苏玉 这家伙倒是敢说 也不怕他们抽她 小和 你怎么说 王锦盒现在整个人都是猛的 但是不得不说 对于苏玉的家风 他非常欣赏 而且小宝虽然没说 但是看到小智父亲的时候 他还是有些羡慕的 如果可以 他当然也希望小宝的亲生父亲 也能在身边 可苏玉这样突然冒出来 又这样直白地说 一定要娶她 让她有些手足无措 爷爷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要不先这样 你们两个先互相了解一段时间 如果觉得可以 那你们再谈别的 这样可以吗 我没意见 他来的时候 都是做好挨打准备的 现在他们家那么好说话 让他有些受宠若惊 王锦盒也点点头 可以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除了答应还能怎么样 顾氏根王大棍 其实很生气的 毕竟这几年 自己的女儿受了多少委屈 可人家的态度 让他们生气得 话都说不出口 说真的 我很生气 你不会知道当初 为了留下这个孩子 小和到底经历了什么 可你的态度 又让我没办法责怪你 我只希望日后 你们若是真能在一起 你能好好地对小和 他这些年 真的受了太多的苦 说他故意耍流氓 人家被吓药了 没办法才如此 我不会给你们什么保证 但我能说的就是 有我在 没人敢欺负他 王锦盒不雅地翻了个白眼 这人说话还真是的 娘亲 你们在吵什么呀 怎么不穿鞋子 就出来了 我听到你们在吵 看到小宝那种血脉的牵引 让苏玉觉得十分的神奇 你叫小宝吗 我小名叫小宝 大名叫王子青 小宝咕弄着 当他看到苏玉的脸之后 表情呆呆的 哦 跟我长得一样 娘亲他是谁呀 为什么跟我长得一样啊 他是小宝的父亲 小宝眼睛都红了 小宝没有父亲 小宝只有娘亲 只有娘亲 王锦盒眼中是满满的无奈 小宝他不是故意不回来的 那是为什么 因为小宝的父亲 就打坏人了 有好多坏人要欺负我们 所以 为了保护小宝 保护爷爷奶奶 他才会离开那么长时间 现在 打完坏人了 就回来看小宝 真要说起来 苏玉确实不是故意的 当初去护城 他们家也只是意外过去的 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人家也不是没有找他们 只是一直在护城那边罢了 而且 看苏玉的样子 真是很在乎这个儿子 他也希望小宝多一个人疼 自然不想小宝跟他们有隔阂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娘亲是不会骗小宝的 不信 小宝问爷爷奶奶跟太奶他们 小宝看着王大棍他们 王大棍他们笑着点头 没有生气 见他们都这样说 小宝这才歪头看着苏玉 你以后会保护我娘亲吗 那当然 我还会保护你 不许让娘亲伤心 好 还有没有别的要求 走了 爹爹带你去看好东西 什么东西 给你准备的礼物 那娘亲 爷爷奶奶 太爷太奶 还有舅舅他们有吗 全都有 小宝还是想要个父亲的 王锦和嗡了一声 爷爷说的没错 虽然小宝没叫苏玉父亲 但是从他语气中 能听出来 他是开心的 这样也挺好 最近又有一些媒婆在打听 要跟你说清 之前我们虽然多少 也有些想法 现在小宝的父亲 既然找过来了 那自然优先选择 小宝的父亲 这些人 还真是没完没了的 现在没事了 不过还是要找一个借口 以免到时候 别人不信任 就说他随船出海 遇到意外 我们都以为人没了 就一直没说 好 娘亲你快来 一家人说着话的时候 小宝在外面 惊叫出声 小智哥哥 娘亲你看 王锦和凑过头去看 好家伙 这人是把所有的玩具 都买来了吗 里面什么玩具都有 五花把门的 这些是给小宝的 这个是给你的 这边两个箱子里的东西 是给爹娘和爷爷奶奶的 苏玉一点不客气地改了称呼 王锦和看着苏玉 觉得这人有点欠揍 他知道自己在叫什么吗 王老爷子对苏玉 这自来熟的性格给逗笑了 我们也有 那得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当黄奇他们帮忙把箱子打开之后 你这是把大街给搬来了吗 这个倒是没有 我收到消息就过来了 时间太赶 只能准备这些东西 虽然不能弥补你们这些年受到的伤害 但我还是想着弥补你们 这得花不少钱吧 王锦和好奇地问着 这些东西看上去都是极品 至少他在这边是没见过的 有的手势看上去都是价值连城的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那都不是事 再说这些钱也不是很多 苏玉赚了很多钱 以前花的都少 以后他终于有花钱的地方了 给儿子给媳妇花钱 我以后会对他很好 当然还有你 你好好的对小宝就是了 那不行 你是我妻子 苏玉霸道地说 王锦和嘴角抽搐着看着苏玉 他心中想 哼 这人是不是有些路气太深了 不然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娘亲 这个是什么呀 小宝拿着一个圆筒状的东西 好奇地问 这个呀 是望远镜 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 真的吗 娘亲 这个要怎么玩呀 王锦和给小宝示范了一下 小鸡哥哥 我们走 去玩 好 你很会选东西 给小宝的这些 很多都是我这些年 走南闯北得来的私藏 我也不知道小孩子喜欢什么 想着新奇一点的东西应该可以 至于那些小玩具 都是我属下准备的 都等着我把小少爷和少夫人带回去呢 是吗 是的 他们来的时候还专门给我带了商药 以防我来了被打 这要是换作别人家 你还真的有可能挨打 他爹娘跟爷爷奶奶都是文明人 直接动手打人的这个事 他们还真的做不出来 你说的对 不过 你这些下属 真够活宝的 竟然还给你 准备商药 他这些属下 到底多怕他挨揍啊 我用不上也没关系 都给你收着 小宝正是调皮的年纪 咔咔碰碰的正常 到时候给他用也可以 这些高药药效都很好 算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好 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 小宝跟小智玩累了 又继续扒拉着箱子里的玩具 有的就连张志玲都没见过 这东西是什么呀 这是九连环 把上面的圆圈 全部解开就可以了 小宝歪头看了一下 然后使劲砸在地上 九连环应声而碎 你这孩子 不喜欢收起来就是了 怎么还给摔了 小宝得意的说 我解开了 苏玉看着地上的九连环 眼睛微微眯着 他想到了当时给他九连环的那个高僧 他说将来能以最简单的方法解开九连环的人 必是得天独厚的鬼才 将来必有大作为 所以现在这个得天独厚的鬼才 有大作为的人 是他刚找回来的儿子 你盯着九连环干什么 能让你看出一朵花来吗 不是 这个九连环是一个得到的高僧给我的 他当时跟我说 将来如果有人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开九连环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得天独厚的鬼才 你是不是遇到骗子了 那位大师是有钱有势 你都不一定能见到的 他确实有本事 很多事情只要他说过的都是真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找他不挂 但是能让他出手的人不多 哦 那你是怎么得到人家的九连环的 我这几年每年都会过去 他是今年给我的 当时他除了这个还跟我说了一句话 但是我听的不是太真切 是吗 那有机会的话 还真要去见见人 是不是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神奇 有机会带你去看看 那边别的不说 那边逃林是可以的 你是从哪来的 京城 京城 顾靖他们不就是去京城吗 你知道顾靖跟张琴吗 这个我还真知道 我来的时候张家跟顾家可是剑拔弩张 为什么 事情还没处理好 张琴那个表妹被顾靖打得半残 张琴也动了张家的一些人 现在张家的老夫人对两人非常不满 甚至逼迫张琴休妻 大概还要吵一段时间 不过应该也快了 怎么 你认识他们 嗯 是认识的 小智 就是他们的儿子 原来如此 那张家会被张琴夫妻两人联手收拾 也是活该 你知道 当初那件事 京城没人不知道 那件事顾家闹得很大 如果不是张家找人出面 车件事就岂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看来京姐的身份不一般啊 她的父亲是太父 同时也是帝师 她自己也是一个县主 不过顾静为人低调 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份压人 也是因为这样 张家的人才会把她当成好欺负 苏玉说到顾静 都忍不住有些佩服这个女人 她有什么 人家真心对你 你真心换真心便可 有什么好想的 你说的对 真心换真心就可以了 我干嘛想那么多 张志玲这孩子是顾老看好的 三岁成师 天赋极高 顾老是按照培养继承人来培养 两年前这孩子出世 顾老大怒 并且连上面那位都被惊动了 苏玉考虑了一下 还是打算把该说的事情 都跟王姐和说一遍 以防到时候她什么都不知道 小志的天赋很好 神童 只是简单的两个字 已经足以说明小志的天赋 你还是别继续跟我说了 再这样说下去 我都要自卑了 你不会 王姐和挑眉看着苏玉 你这是有多肯定 不过这倒也是真的 她只是那么一说罢了 俩人的对话 王大棍他们都听到了 没想到小志竟然是 帝师的外孙 他们这是养了一个 什么样的孩子 他们都有些担心 照顾不好这个孩子了 似乎发现他们的心思 王姐和笑着说 爷爷 这件事我们不用太过在意 以前是怎么对小志的 现在就怎么对他 如果太小心 小志反而会不自在 锦和说的对 平常一样照顾就是了 最多一个月 人应该就是能往回走了 这样倒是挺好 真期待他们回来之后 看到这孩子的样子 或许他们会高兴一些吧 现在这孩子已经好了一些 能不能全好 只能靠运气了 因为苏玉的到来 家里热闹了许多 王姐和原本计划 上山捡蘑菇 现在也去不了了 我去做饭 丢下苏玉一个人 跟王大棍他们一起聊天 虽然心理准备是有的 不过聊天的时候 苏玉还是莫名觉的紧张 吃过饭 小宝跟小志去房间写字 小家伙已经开始认字了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之前小志没出事的时候 自己在家里学了 放假来这里 就开始教小宝 我哥回来的时候 也会教两个孩子 不过我觉得 小宝就是一边认字 一边玩 字也认了 玩也玩了 他就没看到小宝认真的认字 每次都是玩着学 可他也能学会 而且学得也非常好 这一点就让人十分的嫉妒了 是吗 那么厉害 我明天将小宝试试 你能行吗 我好歹也是举人的魁首 叫两个小孩子 我还能搞不定吗 什么叫你行吗 这丫头是要质疑我吗 王锦和轻壳一声 那个 我好像说错话了 下次再说这样的话 看我怎么收拾你吧 王锦和懒得搭理 苏玉这人还真是入戏太深 他们今天才第一次认识 不过就是比较聊得来而已 还真的给他上纲上线了 你打算去做什么 我打算去刮地看看 有没有熟透的西瓜 摘两个活大吃 我跟你一起去 王锦和带着苏玉两个人 一起去刮地 看到地里的西瓜 苏玉眼中都是震惊 那么大一个 这个瓜 少说都有十斤 对啊 过去挨个拍了一下 挑了两个已经熟的摘回去 一人抱着一个西瓜回去 大西瓜 好大的大西瓜 能吃了 应该可以了 我去拿刀来切一下 王锦和去厨房拿刀奇瓜 这颜色真好 锦和 这瓜都卖给我吧 我五十文钱已经买 那么多 是你这瓜太好了 好啊 卖给谁都是卖 苏玉给的这个价格 也是真的非常好 他很满意 以后你们两个是一家人 用得着算那么清楚吗 那肯定是要的 毕竟这是锦和辛苦种出来的 我可以肯定 这些瓜送到京城里卖 绝对好卖 苏玉吃了一口之后 眼睛都亮了 这瓜的口感真是太好了 故事他们一人拿了一块尝尝 味道确实非常好 你们两个还小 不能贪多 知道吗 娘亲知道了 娘亲种的西瓜 好吃的西瓜 你这是小马屁精 才不是 是吗 那是什么 小宝说的都是真的 哥哥 我娘亲种的西瓜 是不是好吃的 对 小宝说的都是对的 张智霖这个小东西 现在就是个地控 弟弟说什么都是对的 你看哥哥都说我是对的 苏玉挑眉看着小宝可爱的样子 完全跟鬼才无法联系 不过 倒也不继续反驳小宝的话 毕竟王锦和种植出来的这个西瓜 确实非常好吃 比市面上卖的那些西瓜 好吃得多 你想看小小喵吗 苏玉低头看着眼前的小不点 小小喵是什么 这就是小小喵吗 是不是很可爱 你看过吗 这样可爱的小家伙 我可没见过 是吧 我就说很可爱的 那边还有大花跟小花 还有好多小鸡仔 可多可多了 小宝 这些名字都是你取的吗 这种名字 估计除了小宝 也没人能想到 嗯 是不是很好听 这小家伙 对自己取名字的水平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就连张智霖 对小宝的取名能力 也很无奈 不过 作为一个超地控 那当然是小宝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对 名字很好听 大花他们都很喜欢 张智霖一本正经的 在这里胡说八道 那家里的小鸡仔 你给取名字了吗 那么多小鸡仔的话 这小家伙能取一些 什么啼笑皆非的名字出来 他都有些期待了 这些小鸡仔 都是没有名字的 为什么没名字 小宝 这是不是就叫做厚此薄彼 羊根几只大鸡就有名字 他们都没有 这是不是不太好啊 那些小鸡 大花跟小花都不护着 说明这些是长大了吃的 跟那几只小猪一样 鸡不是都不护着吗 那才不是 之前小花还在生蛋的时候 能孵小鸡的 大花都不让人碰一下 不能孵出小鸡的都能吃 所以现在 这些小鸡仔也是这样 大花护着的 说明以后会一直在他们家 苏鱼很想看看 儿子是不是生病了 竟然都知道 说这些乱七八糟的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苏鱼顿时一愣 怎么会呢 小宝说的我肯定相信 这个我能作证 小宝说的都是真的 我第一次来到的时候 大花就自己 扒拉了一个鸡蛋送给我 后来姨姨说 让大花给她一个鸡蛋 大花都不给大 大花自己留下来的鸡蛋 全都付出小鸡了 张志玲见不得 自己的弟弟被人给冤枉 连忙开口作证 这所谓的大花 这是成精了吗 如果没有成精的话 又怎么会做出这种 自己送鸡蛋的事情来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不知道她会不会送我一个 大花不会给你的 大花只会给我跟哥哥鸡蛋 别人都不会给 苏鱼看着小宝认真 跟她说话的样子 越看就越觉得可爱 越可爱就越想看 这样不停地来回循环 是吗 那我们可要试试看了 是吗 那我们可要试试看了 大花 小宝剑苏玉想试试 于是叫了大花过来 大花一过来 小花跟其他鸡子也会跟着过来 大花 你能送她一个小花窝里的鸡蛋吗 小花的窝里还有一些鸡蛋 那些都是大黑跟小黑的 不过现在他们还下蛋 就全都放到小花的窝里了 大花一听要跟她抢鸡蛋 直接炸起了毛 以公鸡的姿态对着苏玉 苏玉惊奇地看着这小鸡 这公鸡还真有趣 这公鸡怕是要成鸡了 行了 我不要你的鸡蛋 你不用这样看着我 大花那对小眼睛 锐利地盯着苏玉 这个人之前没见过 而且怎么跟小主人长得那么像 不过没有小主人长得好看 大花这是我爹爹 他今天才打完坏人回来 他还给我带了好多好多的礼物 以后谁敢再说我是没有爹爹的孩子 我一定打得他满地着牙 我帮你 我已经开始习武了 好 我以后也要习武 那我们一起习武 你说怎么样 张志玲看着小宝认真的问 那认真的眼神之下是欣喜 能每天跟张志玲在一起学习 小宝当然是愿意的 好呀 以后我跟哥哥一起学习 想习武啊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明天开始我教你们 怎么样 要不要跟我一起学 你会武功吗 这是当然 如果爹爹不会武功 怎么去打坏人 你说对不对 好 那明天你教我们习武 好 黄岐跟在身边 听着小宝这些天真又稚嫩的话语 心中一时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总之 他为少爷感到高兴 还有 王家的人真的太好说话了 如果是别人家里 少爷今天那么简单的能过去 这根本就不可能 加上也有锦和在边上帮少爷说话 这才让小宝没有太过抗拒少爷 少爷日后若是对锦和一家人不好 他都想骂少爷 他都要看不过去了 少爷 属下就先回去了 得给元宝他们去一封信 好让元宝他们彻底放心 去吧 苏玉摆了摆手 让黄岐离开 我睡醒了 你还会在这里吗 苏玉愣了一下 肯定在 除非爹爹有什么事情要去办 才会离开一段时间 其他时间都会留在这里陪着小宝 真的吗 小宝不相信地问 当然是真的 我不会欺骗小宝的 那我们拉钩 好 拉钩上教一百年不许变 谁骗人谁就是小狗 小宝 小宝小小的拇指 在苏玉的拇指上 盖章之后 才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 好了 睡觉吧 嗯 在小宝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苏玉突然听到小宝说 爹爹 其实 我不讨厌你 苏玉愣住 眼中是满满的笑意 小宝怎么能那么可爱呢 王锦和靠在门口 听到了小宝说的话 对于他做法 更加不后悔了 果然 不管小宝最开始 怎么嫌弃苏玉 其实心里对苏玉 都非常喜欢 走吧 想说什么 去院子里 不要打扰 等小家伙睡觉了 俩人站在走廊上 苏玉看着王锦和说 你把小宝照顾的 真的很好 很多地方 都亏欠了小宝太多 也就只能在感情上 多弥补一点 王锦和怂怂肩 听到这个话 苏玉沉默着不说话 这奇怪的气氛 让王锦和有些难受 想说什么 你就直说 别这样直直呜呜的 你不难受 我都替你难受 以前是不是很辛苦啊 也还好 小宝从小就很乖 除了身边难受 更饿了的时候 才会哭 其他的时候 他都不会哭 但小宝 其实挺轻松的 王锦和答非所问的说 苏玉无奈地看着王锦和 他想问的明明不是这个 他那么聪明 应该知道他的意思才是 你知道我想问的是什么 我们家 虽然住在这里 但是严格说起来 不算是西家村的人 所以当时 除了被人指指点点 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倒也没有别的 家里人也都对我很好 只是 累累了我哥哥 不然我哥哥现在 肯定都是一个举人了 我哥哥读书很厉害 苏玉听着王锦和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多少松了口气 只要当时 没有太让人欺负 那就是好事 那就好 黄奇写信给我 我知道有个孩子的时候 其实我最怕的 还是你们当年 受到的伤害太大 其实我不恨你 为什么 因为我有了小宝 那么可爱的一个儿子 你知道吗 从小宝殊生开始 就是我们家的开心果 那个时候 下风低谷 突然 都有那么一个孩子 让生活 慢慢的好起来 虽然之后 因为身体不好 让家里的日子 变得不太好 但爹娘他们 也从来都没有 嫌弃过我 你身体不好 为什么 收小宝的时候 早产 加上难产 之后身体 就一直不好 直到最近一年 才慢慢的好起来 现在已经 没什么大问题了 现在有了 灵泉水种植 出来的蔬菜 调咬身子 他感觉刚来的时候 身体的那种无力感 好像都好了许多 那就好 如果有哪里不舒服 就去找黄奇看看 他医术还可以 如果实在不行 我就让万古过来 万古是神医最小 但是完全继承了 他医术的徒弟 这个倒不用了 我现在没什么事 那好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没 我 种种 瓜果树散什么的 都挺好 至于别的 我暂时还没想好 什么时候 跟我回去一趟吧 以后再说 以后肯定是要 跟他回去的 不过现在 那是不存在的 苏玉也没想过 王锦和现在 就会跟他回去 能答应以后回去 已经很不错了 好 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 你就跟我说 我带你跟小宝一起去 你们家这样的家族 为什么会坚持 什么一付一期 王锦和好奇地问 一般这样的有钱人 不都想要 三妻四妾吗 怎么他们家 就是个例外 这是我曾爷爷 那一代人定的规矩 旁之根数字不做要求 想怎么样都可以 不过嫡系一脉 是不行的 听我爷爷说 当时我曾爷爷说了 一付一期刚刚好 人太多 反倒是争吵的根源 有的人也说 我们家疯了 只有一个妻子 传承怎么办 但是这些年 只要是嫡系的 孩子都挺多的 最少的也是两个 而且都挺出色 就像是我 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哥哥就是一个 四品的五官 姐姐嫁的人还不错 过得也幸福 你之前说 你举人是夺得魁首的 为什么没有继续考 当官有什么意思 每天待在同一个地方 就我这性格 错不来 所以我考上了举人 能让我税收 减免很多之后 我就不继续考了 去外面做生意 到处跑都好 你爹就没有想过 要打死你 毕竟 你这天赋那么好 如果真的继续考的话 说不准 还能当一个状元 这个还真没有 因为我们家 只要你不做 坑蒙拐骗的事 不去烟花柳巷 你做什么都可以 我爹知道 我是个什么性格 也很清楚 我不适合去馆场 我考上举人 想做生意 他也就随我了 还把我们家的 很多生意都给了我 你爹的想法 还挺通透的 我也觉得 苏玉挺赞同 王锦和的话 聊着聊着 王锦和发现 苏玉这个人 真的挺不错的 想法很简单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种人的生活 才是最幸福的 今天的闲聊 让王锦和对苏玉 有了一些好感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 似乎也是不错的 苏玉就在王锦和家里住下 家里的人也都没说什么 这对小宝来说是最开心的 每天苏玉会教他们练武 认字 还会教很多东西 短短几天的时间 苏玉在小宝心中的位置 就提升了很多 娘亲 爹爹好厉害呀 在苏玉住在这里的第三天 小宝就改口了 每天 爹爹长 爹爹短的 弄得王锦和有的时候 都忍不住有些吃醋 第二天早上 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中年女人 从外面走进来 大妹子 真是恭喜你了 有什么好恭喜的 再说了 我们并不认识 是这样的 之前有人托我 来跟你家说亲 说是 看上你家女儿了 想以平妻之礼 娶你家锦和 今日 我就是过来问问 你家 有没有什么想法 不用了 麻烦你走一趟 你请回吧 妹子 你可要想好呀 虽然不是正妻 可你女儿 带着一个孩子 平妻 已经非常不错了 你要是再坚持 你女儿 还未必能嫁出去 王媒婆以为 顾氏 是想拿桥 当即就劝说她 顾氏冷笑一声 那我还真是 谢谢你关心了 不过我说了 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 她有自己的女婿 干嘛要那些 心思不正的人 娘 这人是谁 小宝跟小智 跟在一边 从外面回来 就看到顾氏身边 站着一个人 这是媒婆 来给你说亲 苏玉一听 脸都黑了 谁胆子那么大 竟然敢打我儿子 跟我媳妇的主意 想找死吗 大妹子 这位是我女婿 这怎么可能 你女儿 不是未婚先孕吗 怎么可能有女婿 苏玉把小宝抱起来 你还有一件吗 看着她如同 一个母子里 刻出来的脸 王媒婆尴尬的不行 来给人说亲 遇到孩子父亲在 这算怎么回事 不是 大妹子 这到底 我女婿当年 随船去海运 一直没能回来 又有人 跟我们说出事了 我们才什么都没说 故事按照之前 说的说了一遍 我女儿啊 是有相公的人 不需要你们 再来给我女儿说亲 我女儿 好好的正妻不作 去当人的平妻 我闺女脑子啊 还没坏到这个地步 还有这种好事啊 就留给别人吧 我女儿配不上 请回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们一家 说完就落荒而逃 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现在非常不高兴 这有什么好不高兴的 就从我们家 有点钱之后 这样的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行了 别摆个脸色了 又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 要是再有这样的事发生 我一定会让那些人 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苏玉眯起了眼 他这个人虽然好说话 但也是个霸道的性格 属于他的 谁敢来抢 直接剁掉爪子 尤其这些人想抢的 竟然是他妻儿 这简直不能原谅 看着苏玉带着力气的样子 王锦盒愣了一下 他来了那么多天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苏玉这个样子 平日里在他们面前 那还是很好相处的 爹爹不生气 好 不生气 本来苏玉以为这件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却不想这只是一个开始 老媒婆离开王家之后 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你又来干什么呀 我说了我女儿高攀不上 这些人是听不懂人话吗 是莫少爷 要亲自过来跟你们说 谁来今天都没用 我女儿已经有相公了 顾氏板着脸 脸色难看的说 不要给脸不要脸 你可知道莫少爷家里 有多大的家业 我说了不需要 滚出去 娘 怎么了 苏玉走出去 看到从外面进来的莫少爷 讽刺的笑了起来 原来是你啊 你 你怎么在这里 看到苏玉 莫少爷就觉得浑身骨头都疼 这是从骨子里传来的害怕 我在我媳妇家里 你有意见 莫觉你很好啊 竟然想跟我抢妻儿 是谁给你的胆子 是你爹吗 你说我爹要是知道 你想抢他孙子 他会有什么表情 我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怎么 不知道是我 你就能抢别人的媳妇了 看来当年给你的教训 还是太轻了 以至于你敢对我的人有想法 苏玉看莫觉的眼神很冷 那眼神让莫觉想到了四年前的苏玉 苏玉被人算计 回去之后 苏静被他差点打残 整个苏家 包括苏静的外家都不敢拦着 要不是苏家有祖训 不许自相残杀 苏静当时能被直接打死 苏玉在苏家的地位真的太高了 苏家老爷子跟苏玉的大伯 也就是苏家的现任家主 全都宠着他 别看苏玉平时很好相处的样子 可这个人被宠得有些桀骜不驯 不惹他 大家一起喝酒划全都可以 可一旦惹到他 打死你也是活该 这人你认识 而且他好像很害怕你 以前被我收拾过 嗯 原来如此 苏绅 这就是个误会 墨绝心里苦哈哈的说着 如果知道王锦和是苏玉的人 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对苏玉的人动心思 误会 一次两次的当我好欺负 墨绝无奈 只能掏出一张千两的银票 递给故事 蜂蜂 今日多有打扰 萧萧陪李还忘收下 看来 你是真的把人吓得够呛 娘 他给他就收着 我 我可以走了吗 我带着孩子跟媳妇回京城之前 苏玉让人知道这件事 墨绝 你仔细你皮 苏玉凉凉的看着墨绝 墨绝被吓得不停点头 我一定保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娘 我有事想跟你说 你想跟我说什么 直接说就是了 怎么还这个样子呀 王媒婆白着脸色 离开之后 很快谢家村里就传出了一些 不是很好听的话 说什么王锦和仗着有钱 太把自己当成一回事了 有人愿意娶她 她就该烧高香了 竟然还敢这样 也不担心自己到最后 直接就嫁不出去了 谢婉婉听到村里的人 那么说王锦和 心中别提多解气了 如果不是因为王锦和 心灵哥哥 为什么连看都不愿意看他一眼 想到无心灵 谢婉婉的眼中都是失落 谢婉婉觉得自己 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从房间里出去找到自己的母亲 容氏 娘 娘 我有事想跟你说 你想跟我说什么 直接说就是了 怎么还这个样子呀 娘 我想嫁给无心灵 听到这个名字 容氏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婉婉 这件事你就不用说了 我跟你爹都不会答应的 谢婉婉的脸色 有那么一瞬间的苍白 为什么 吴心灵就不是一个良人 还有他那家里 根本就不是你能过的日子 娘 我可以的 心灵哥哥 他人真的很好 我 吴心灵还有三个弟妹 大的七八岁 小的才四岁 你可知 你过去之后 要面对的是什么 这些都先不说 最重要的是 吴心灵的那个娘 她娘就不是个好东西 就你这性格 你对上她 吃亏的只会是你 娘 我 从小到大 我跟你爹都宠着你 纵着你 什么事情都不让你做 可是你到了人家之后 洗衣做饭是常态 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叔子 小姑子 这都不算 你还得去地里干活 这些事情 你确定你能做得来 荣氏说的这些 都是谢婉婉陌生的 她只是学了一下做法 别的是真的没做过 你看 这些事情 哪一样不得做 你告诉我 这些你都做得了吗 别跟我说什么 你愿意学 你从小娇生惯养 这些事情 你学得来吗 谢婉婉的脸色 苍白地看着荣氏 没错 她确实学不来 她只想着要嫁给吴新林 可从来没想过 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吴新林还在读书 家里人也多 为了供她读书 全家人都省吃俭用 一年到头看不到什么婚姓 就连吃一口鸡蛋都是奢侈 这些事情 你想过吗 吃糠烟菜的生活 你真的愿意 娘希望你嫁的人对你好 家中没那么复杂 条件也稍微好些 让你不要吃苦 可是吴新林能做到吗 她根本就不是个读书的料子 几年前能种秀菜 那全是靠锦和的哥哥王静宇 唉 既然你今天说这个 娘也直接跟你说 娘确实给你看中了一户人家 对方家中只有兄弟俩 老大已经成亲 对方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 一年能挣一二百两银子 现在虽然还没有分家 但是已经说得很清楚 只要她一成亲就分家 父母跟着老大 你们自己当家做主 以后给点养老的钱便可 是选择吴新林 还是选择这样的人家 你自己好好想想 荣氏把自己给谢婉婉 看的那户人家的条件 全都告诉了谢婉婉 就看她怎么选择 娘 我选择你看好的这家人 不要怪娘 我知道 娘都是为了我好 不会害我的 你这样想再好不过 如果吴新林家 跟我看中的这家是差不多的 那我肯定愿意 让你家喜欢的人呢 谢谢娘 谢婉婉在荣氏怀里蹭了蹭 心中彻底放下了 与此同时 吴新林家中 她的母亲在看着她 新林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把谢婉婉给娶了 我们家情况就会好很多 你干嘛一直调整人家不愿意娶 娘 就谢婉婉那个家底 怎么称我们家 人家还有一个哥哥 就算有什么好处 也会留给她哥哥 怎么可能给她一个姑娘 如果换作是你们 你们会把家里的好东西 都陪嫁给妹妹吗 她受够家里这样的条件了 她想娶的是 富家千金 她想做人上人 而不是继续窝在这样的小山村里 过着这种 让人厌恶的生活 你不会还想着 王锦和那个破烂货吧 我可跟你说 那个贱人 别想成为我们家的儿媳妇 退亲之后 我跟她就彻底没关系了 你扯上人家干什么 那就好 可你这样 一直不成亲 也不是个办法呀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 不用你在这里瞎操心 那行吧 谢婉婉放弃了之后 容氏就开始张罗相亲的这件事 那边很快就答应了 这一天 容氏乐呵呵的 到王锦和家里找他 锦和你在家吗 婶子 你怎么来了 是有什么事吗 这不是今天婉婉的对象 过来下定吗 我家里的菜呀不太好 我就想着来你这儿买点 容氏解释着 王锦和惊讶地看着容氏 谢婉婉这是要嫁给吴心林 这是多想不开呀 吴心林那样的人家 他们都敢让女儿嫁过去 婶子恭喜了 不过 他这未婚夫是哪儿的呀 是小吴村那边的 叫吴月 人很不错 自己做点小生意 父母也好相处 容氏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王锦和一听 忍不住有些惊讶 竟然不是吴心林 这谢婉婉不是喜欢吴心林吗 这算怎么回事 小和怎么了 你好像对这件事很惊讶呀 没事 就是觉得挺突然的 是不是 就是看着人很不错 就给定下了 那就恭喜婶子 即将有满意的女婿了 菜你自己摘 钱就不用了 那就谢谢了 容氏摘好菜离开之后 王锦和还有点不可思议 他竟然会放弃吴心林 这让我真的太惊讶了 不说这些人了 我之后可能要回京城一趟 回京城 出事了 我来的时候 正在收拾我那个作妖的书弟 这两天刚收到属下的消息 他背后的人出来了 有点挤手 叫我回去看看 苏玉皱着眉头 有些不高兴了 既然有事 回去就是了 你就那么不想看到我 就想赶我走 你是不是故意找茬来了 我要是不想让你在这里 想让你走 你以为 你能在我家 住那么长时间 跟你待在一起 很轻松 这说的是实话 他好长时间 没有那么轻松过了 每天起床之后 就将孩子洗衣服 认字 然后就是带着他们玩 这种日子 让他都不想回去了 你是想说 我这里无聊吧 谁说的 我从十四岁开始 就在外面四处奔走 很少有这样的时间休息 而且跟孩子在一起 怎么可能无聊 每天跟着你 去做不同的事情 也很有意思 你不说孩子 我还没想起来 你要走的事情 你自己去跟小宝说 这一段时间 小宝跟苏玉相处得非常好 要是突然告诉小宝 他要离开的话 小宝肯定会生气的 说不定还会以为 他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苏玉顿时有些头疼 这个你可得帮我 不帮你 自己想办法 这小事都要我帮忙 这怎么行 这个我自己是真的搞不定 真的要你帮忙 如果不是那边的事情 确实需要我回去 我也不会离开这里 很棘手 不是棘手 而是恶心人 王锦和愣了一下 错愕的看着苏玉 那不是弟弟吗 你就这样说人家的 没什么大本事 就会弄点事情来恶心人 这样的人是不是很恶心 这话 你还真没说错 这人 确实挺恶心的 那你这次回去 苏玉冷笑了一声 敢打扰我跟我儿子相处 这次回去 不给他收拾到见到我就怕 我跟他请 晚上吃过饭 苏玉抱着小宝去院子里 小宝 爹爹有件事要跟你说 你要走 苏玉惊讶地看着小宝 你怎么知道 我白天听到你跟娘亲说的 你不是说了不走的吗 他喜欢爹爹在这里 每天跟着爹爹 他就很开心 很满足 而且跟小智哥哥在爹爹身边玩玩具 也很高兴 现在听到说要走 他就不高兴了 爹爹也不想离开 可有人要抢爹爹 给小宝和娘亲的东西 你说爹爹是不是得回去拿回来 爹爹你走了 还回来吗 那当然了 小宝跟娘亲都在这里 我不回来我上哪去啊 让太爷爷知道我丢下小宝不管 爹爹要挨打的 太爷爷为什么要打爹爹 因为太爷爷不希望爹爹 做一个不好的人 那太爷爷很凶吗 太爷爷不凶 等小宝去的时候 太爷爷一定会很喜欢小宝的 小宝看着苏玉有些不能理解 爹爹不是说太爷爷要打他吗 这都还不凶吗 太爷爷只有在爹爹做错事的时候 才会打爹爹 爹爹没做错事情他就不打 自然也就不凶了 像是看出小宝眼睁的不能理解一样 小宝做错事情的时候 娘亲也可凶了 我知道娘亲是为我好 所以我都不生气 爹爹 你也不要生太爷爷的气 好 太爷爷会喜欢娘亲吗 小宝好奇地问 如果太爷爷不喜欢娘亲的话 那他也不喜欢太爷爷 当然会 那爹爹你忙完了就要回来 还要给我和娘亲带礼物 等你回去的时候 你给太爷爷带个大西瓜 还有娘亲种的西红柿 那个也可以吃了 好 你说带什么就带什么 我们回家 好多蚊子要咬人 好 我们回家 看来 你跟小宝都说好了 那是 我们小宝那么听话 只要跟他好好说 他还是能理解的 是不是让小宝 苏宇看着小宝 小宝点点头 对 给娘亲的东西 不能让人抢走 我们家的 你这人 都没有怎么摘 摘了也带不走啊 我昨天晚上就让人过来了 不用担心 这还行 两人刚把西瓜摘好 王大棍他们 就带着几个人过来 少爷 都在这里了 几人没管地里的西瓜 而是看着边上那个 跟苏玉长得很像的孩子 少爷 那就是小少爷吗 苏玉挑挑眉 看我们俩这张脸 你还能问出这种问题 脑子呢 被狗狗吃了 边上的小宝 下意识地接了一句 苏玉忍俊不尽地笑了起来 被说得吓人 也不生气 反而看着小宝 怎么看怎么喜欢 少爷 小少爷也太可爱了 而且很聪明 我儿子用得着你们说 爹爹你快来 小宝在边上着急地叫着 苏玉走过去 看见小宝费力地 拿了一个将近二十斤的西瓜 爹爹 这个最大 娘亲说已经熟了 你带回去给他爷爷吃 这样以后你犯错 他就不会打你了 说完 小宝歪头一想 娘亲说的 这叫拿人手短 吃人 嘴软 苏玉的那些侍卫 都要被小宝给萌化了 他们小少爷才那么小 就知道给少爷做打算了 这也太好了 好 这个拿给太爷爷 那要给爷爷奶奶吗 爷爷奶奶都这家好吗 还行 只是还行啊 那不给了 小宝果断地说着 对爹爹不好 不给他们吃大西瓜 园吉在边上笑得不行了 少爷 让奴才留在这里 保护小少爷吧 晚上梦里可以想想 少爷 你说你那么恶劣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小少爷 那么可爱的儿子呢 我爹爹最好了 你瞎说 园吉顿时不说话了 真不知道少爷 是怎么做到的 能让小少爷那么护着 都别愣着 把西瓜拿回去 小心点 别摔了 是 西瓜弄回来之后 小宝又拉着苏宇去摘西红柿 爹爹 这大的给太爷爷 还有这个 这个 小宝找的全都是又大又红的 苏宇把小宝说的 都给摘下来放在篮子里 就是不知道回京城之后 还能不能吃了 爹爹很快就回来了 好不好 嗯 蔡爹要听娘亲的话 好 苏宇把小宝哄好之后 才带着人离开了 小宝抱着王姐和的脖子 看着他离开 娘亲 这一次爹爹不会走了很长时间了 对不对 是啊 等他把事情办完了 就会回来 昨天晚上 他不是跟小宝说了吗 小宝眼泪在眼睛里不停地打转 但还是没让眼泪掉下来 小宝 你别难受 叔叔只是跟我爹娘一样 不去办事了 等他们把事情做完之后 就会回来的 嗯 爹爹说了 他会回来的 还会给我和娘亲带礼物 第二天中午 王锦和家门口来了两辆马车 从上面下来一对夫妻跟两个老人 来人正是张志玲的父母跟外公外婆 小志 娘亲回来了 姑姑 你娘亲回来了 张志玲连忙看过去 娘亲 顾静伸手把张志玲抱起来 看着儿子被养出肉来的小脸 心中对王锦和非常感激 就看到娘亲 没有看到爹爹跟外公外婆了 外公外婆 顾老爷子看着当初那个瘦小的孩子 如今长了不少肉 心中无比欣慰 来 来给外公抱抱 外公已经两天没看到小乖孙了 娘亲 哥哥的娘亲回来了 走 我们去看看 顾静看着王锦和一脸认真 静和 真是太谢谢您了 静姐 你跟我那么客气作甚 都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顾静却轻轻摇头 他们走的时候儿子是什么样子 现在儿子是什么样子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他能看出来儿子已经没事了 不但没事还开朗了许多 这都是他们的功劳 静和 大恩不言谢 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你尽管说 能帮你的 我一定会帮 静姐 你这就见外了不是 真的没事 静和 你让我给你带的种子 我都给你带回来了 我带回来好几十斤呢 有一些种子是从番外的人手里买来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想着买回来给你看看 指不定你自己就认识 谢谢静姐 小和 今天我们留西瓜种子的时候 多留一些 我给你几个书都送一点种子过去 让他们明年跟着我们种 也挣点钱 昨天摘了一百三十多个 一共就有一千多斤 六七十两银子 虽然是卖给自己的女婿 但也是他们自己种出来的 好啊 这个没什么问题 明年我再种一些别的水果 等种子出来 也可以给他们留一点 不过草莓应该很少 草莓 这可是稀罕东西 种出来能卖更多钱吧 没错 这次静姐 帮我带回来的种子 都是些稀罕水果 我们种出来 绝对能卖不少钱 这个好 虽然女婿有钱 但她从来没想过 要靠着女婿过生活 儿子还要读书 到时候花钱很多 他们家能自己有挣钱的方法 这自然是最好的 只是 王大棍的眉头 又突然皱起来 爹 你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烦心的事吗 小和 你有没有想过村里的人 王锦和先是一愣 我为什么要想着他们 我可以带着跟我们家 关系好的人 一起种水果挣钱 可我为什么 要带着那些 曾经辱骂过我们家的人 爹 你可能说 要做人 不要这样记仇 可是凭什么 当初 那些人的嘴脸 我到现在 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 王大棍叹了口气 是啊 当初那些人的嘴脸 不说王锦和 就连他 都还清楚地记得 好 你想带着什么人挣钱 就带着什么人 村长那边 你也可以去跟他说一下 他人也是不错的 村长当时 虽然没有怎么帮他们 可也没在那个时候 落井下石 他能理解村长的 那种无奈 毕竟他是村里的村长 如果护着他们家 村里的人 肯定会有意见 这会对他将来 在村子里做事 有些麻烦 我知道 村长人确实很好 那时候 他虽然明面上 没有帮着我们 可暗地里 也保护了我们家 如果不是村长 坚持说 我们不是谢家村的人 谢家村的人 没有资格让我 去进猪笼 我跟小宝 可能早就死了 当时的事情 王锦和在 原深的记忆里 看得清清楚楚 村长这样的维护 才是最好的 也是让他最感激的 如果村长家里愿意 他肯定会带着人 一起种植水果挣钱 我需要给村长 摘一个西瓜送过去 爹 你也给几个叔叔家里 摘一个送过去 告诉他们 放宽心 明年一定带着他们 种西瓜 行 我等会儿给他们送去 下午 王锦和抱着一个大西瓜 去村长家 村长大叔 你在家吗 锦和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你这是 大叔 这是我家 自己种的瓜 已经熟了 送一个过来 给你们尝尝 哎呦 那么大一个 这得十多斤吧 嗯 应该是 之前摘了一些 都是十多斤的量 你这孩子 有西瓜自己拿去卖了 怎么还给我们送过来 王锦和把西瓜放到一边 今天过来 主要还是有些事情 想跟村长说一下 啊 什么事情 村长顿时来了兴趣 明年 你们家要种吗 一斤 三四十文钱是有的 村长被这个价格 给吓了一跳 那么贵 我这次卖的是五十文 不过明年种的多 应该会少一些 而且 种出来的品质不一样 价格 可能也会不一样 你打算带着村里的人种 村长 当年的事情 我没办法忘记 我只会带着 对我家有善意的人一起 我没有那么大度 也没有那么善良 当年他们 对我们家做的事情 我无法进行释怀 我知道 当年村里有一些人 到村长这里 帮我们家求过情 我们家困难的时候 他们也偷偷给我家 送过粮食 送过菜 虽然他们都不露面 但我知道 都有谁 你说你这孩子 心思怎么那么重啊 不过你说的对啊 不管是谁 遇到这样的事情 都不能释怀 村长 对不起 你这孩子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你能想着帮一部分人 打数就谢谢你了 当年那种情况 我也只能用 这样的方法帮帮你 只是你打算 一直这样下去 小宝的父亲 近段时间找过来了 他人很不错 对小宝 还有我家里的人 都很好 村长震惊地 看了一眼王锦河 小河你说什么 小宝的父亲来了 是啊 来了 这些年 他一直在找我们 只是 我们换了地方 他才没有找到人 这次能找到 也是因为一个意外 他对你们好吗 他对我们都非常好 村长 你不用担心 他来的时候 他做好了被打的准备 接到消息 就立刻赶过来了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啊 那今天 他怎么没跟着你 一起过来啊 他生意上 出了点事情 前几天已经走了 等忙完再过来 到时候 我再带他来见你 好 你一定要把人 给我带过来 我不亲自看看 我不放心呢 嗯 好 爷爷 我回来了 你这小子 回来就回来 嗓门那么大干什么 你这是给我 带了什么回来 好东西 洗个西瓜 洗个西红柿 就是好东西了 你什么时候 变得那么吝啬了 苏西看着自己的孙子 一脸嫌弃 爷爷 这可是你 虫孙给你摘了 孝敬你的 你说是不是好东西 虫孙 什么虫孙子 你这臭小子 给我说清楚 走 我们进去说 李叔 你把西瓜切一点过来 给我爷爷尝尝 是 少爷 四年多前 我不是跟爷爷说过 我被苏静算计 中了药 要了一个姑娘嘛 这些年 我一直都在找没找到人 前段时间 黄奇给我送了信过来 说看到一个 跟我七八分像的小孩子 三岁多 这时间正好吻合 我就赶紧过去了 那个姑娘 给我生了一个儿子 小名叫小宝 大名叫王子清 我岳父他们说 等我和小和成亲之后 再把小宝的信给换过来 那这姑娘跟他的家人 是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呀 小和说他不恨我 岳父他们觉得 我也是受害人 也没有怪我 他们这样 让我都有些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要是他们打我一顿 我心里还好受一点 我的孙媳妇 是怎么活下来的 小和说 他们家严格说起来 不算是那个村子的人 当时村长说 不是他们村的人 他们村的人 就不能让人进猪笼 这样小和跟小宝 才活了下来的 虽然活下来了 小和生小宝的时候 早产又难产 身体一直不好 把家里的钱都花了不少 也是今年在山上 挖到了根山深 就是我送给爷爷的那根 之后日子才好过了一些 听着孙子的话 苏西对自己 未曾见过的孙媳妇 以及曾孙 都有些心疼 你去的时候 有没有多给小和一点钱 我过去的时候 带了很多东西 小和说我人傻钱多 我来的时候 给小和留了一万两银票 我身上就带了那么多 不过小和应该不愿意要 赶紧跟我说说 我的小曾孙 苏西对自己的曾孙 真的太好奇了 苏玉把那边的事情 跟苏西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 苏西有些感慨 是我们家的孩子 可真聪明 不过 你打算什么时候 把人带回来 现在还不着急 家里有的人 清理干净之后 我才带他们回来 我爹娘那里 你就先别告诉他们了 你还在怪你爹娘 没有什么怪不怪的 有的事情 没有必要 跟他们说得那么清楚 对于自己的爹娘 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 自从他爹 被那个女人算计 有了苏静之后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当初的事情 你爹他也不想这样 你 爷爷 如果不是他给了 那个女人机会 他会被算计吗 当初是他愿意 给那个女人机会 才有了今天 至于我娘 我没有资格 去说他做错了 但是他这种 想把我时刻 掌握在手中的掌控欲 让我很不舒服 对于顾夫人 时时刻刻 想把他禁锢在自己手底下 什么事情 都要按照他说的来做 他心疼母亲被人背叛 但这不是母亲 能伤害他的借口 罢了 你心里有数就行 行 这件事 我不跟你爹娘说 不过你既然回来了 也要去看看他们 苏西允许孙子 做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 但回来之后 该有的礼貌 也必须要有 我去看看我娘就可以 你这是要跟你爹决恋 苏静三番五次地找我麻烦 我不相信他真的就一点都不知道 爷爷这话说出来您相信吗 小玉 爷爷 他真的只是被人算计 而不是刻意的吗 曾经跟娘的神仙眷慮感情 有了这个女人之后 变成什么样了 无休止的争执 说因为娘生气跟他吵架 他时常去那个女人那里 爷爷 这话您信吗 不管您信不起 我是不相信的 苏玉看着苏西直言不讳地说 以前他不懂 但现在他懂了 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眼神 是伪装不出来的 小玉 有的时候 你果然只是在装糊涂 一次两次 我真的烦了 这一次 我不会再放过苏静 谁来说都没用 这件事 在四年多前 你就该解决了 现在一起算了吧 爷爷 对不起 你跟爷爷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爷爷知道 这些年因为你爹 你受了很多委屈 既然不想忍着了 那就直接收拾了吧 也好让有的人知道 什么叫敌树有别 树子就该有树子的样子 不该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苏玉 苏玉嗡了一声 起身准备回自己的院子 苏西叹息了一声 孙子跟他爹 终究还是产生了隔阂 老爷 少爷走了吗 十天后 苏玉出现在谢家村 刚下马车 就看到小宝哭着 从外面跑回来 伸手把人抱在怀里 小宝 是爹爹回来了 爹爹 你怎么才回来呀 小宝 告诉我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我跟雨哥哥去村里玩 他们说不跟我玩 为什么 他们说我是野种 说我没有爹爹 在什么地方 我带着小宝过去 让他们知道 小宝不但有爹爹 小宝的爹爹还特别厉害 嗯 好 小宝带着苏玉到村里之后 村里的人都惊呆了 这个抱着他的人 跟他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那些孩子在什么地方 小宝指着另一边 苏玉抱着小宝过去的时候 那些孩子竟然在打架 谢朱 你再敢说小宝 我还收拾你 小宝是有爹爹的 只是 他爹爹有事忙去了 很快就会回来 还有 我们在这里玩 可没要求你过来 你自己舔着脸来跟我们玩 还敢骂小宝 他才没有爹 我娘说了 他娘是个不要脸的 他也是个野种 苏玉眼神微冷 说他不要紧 说小宝跟小河就是不行 走到那个孩子跟前 苏玉突然伸手 直接把人给提起来了 你说什么 再跟我说一遍 谢宇被这突发的事情 给吓到了 元宝带着王锦和过来 王锦和吓了一跳 苏玉 你先把人放开 没有人可以骂你跟小宝 以后 他们会后悔的 为了这样的人不值得 你先松开 想报仇 那打多的事 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 快松手 苏玉松开了那孩子 冷声说 我是小宝的父亲 以后谁敢再说 小宝是野种 别怪我让你们家破人亡 不要怀疑我做得到 谢宇他们看到 苏玉眼中都是崇拜 小宝的父亲好厉害呀 还有谢柱也是活该 他可是听爹说的 明年锦和姐姐会带着 他们一起种瓜挣钱 那瓜可好吃了 像是谢柱这样的人家 锦和姐姐可是不会帮的 明年有他们后悔的地方 袁宝 打 打到嘴巴不会喷粪为止 回来了 怎么不在家里多待几天呢 不想待在家里 那里没有王家叔父 你这孩子 哪有人不想回家的 王老太太只当他是在开玩笑 苏玉笑了笑没多说 苏玉 这是我哥王静宇 上次你在这里的时候 他在书院没回来 大哥 这家伙还真是个自来手 还真是好意思直接叫大哥 好好对我妹妹跟小宝 好 他不会天花乱坠的去保证 他只会让他们看到他的诚意 小宝看他们说完正事 才好奇的问 爹爹 你这次给我带了什么礼物呀 带了好东西 苏玉带着小宝去拿礼物 他们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 是啊 他跟小宝在一起的时候 跟个孩子似的 总是能跟小宝玩到一起去 是吗 这样挺好的 看他这样子 应该是那些富贵人家的少爷 能为了小宝放下架子 这说明他是真的对你们好啊 王静宇看着妹妹笑了笑 对 你们两个赶紧进来吃饭了 王锦和出来看着俩人 来了 娘亲 你看大老幽 等会儿吃过饭 带你去玩 王锦和发现苏玉很会挑孩子玩的东西 难道是因为他自己也喜欢玩的缘故 吃过饭 小宝就拉着俩人要出去玩 俩人带着小宝出去放风筝了 一家三口玩得开心的时候 响起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 王锦和你这个贱人 你以为随便找了个野男人 就能说是他的父亲了 他就是个野种 我儿子说错了 你竟然敢让这野男人打我儿子 我今天打死你 宝 打 打到嘴巴不会喷粪为止 你这样直接动手打人 是不是不太好 既然不会说话 那就打到会说话为止 有的人就是这样 你越是给他脸 他就越会蹬鼻子上脸 这种人就会直接打到怕为止 你敢 这里是谢家村 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 玄宝 打 苏玉不耐烦继续听下去 让元宝直接动手 你们 你们竟然敢这样对我动手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村长 你请 不明白 不明白 你跟我成亲之后 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家里的瓜果 在外人看来 是不是爹娘中的 苏玉耐心地跟王锦和解释 王锦和考虑了一下 轻轻点头 是这样没错 所以啊 我给我合作伙伴 介绍好的水果 有什么问题吗 王锦和就那么看着苏玉 还是没反应过来 边上王锦宇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直接开口 意思就是 如果人家知道这是你种的 是你卖出去的话 就不好意思让朋友过来买了 毕竟是合作的 但如果人家以为这东西都是我们种的 是我们拿钱 他就可以毫无压力地坑自己的朋友 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 如果知道你收的钱 他肯定不会给高价格 毕竟我这边我们还有一份 可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就可以毫无压力地卖给他高价 就你这思维方式 我是真的不服不行 他能这样做 你朋友又是真的知道了 大概都要跟你绝交 不让他知道就行了 谁跟你做朋友 才是真的要好好地掂量一下 这样坑人的 也就只有你了 锦和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什么时候坑人了 我这顶多就是给了他一个挣钱的机会 毕竟日后你这里好东西那么多 你说是不是 王锦和看着苏玉这样 顿时觉得苏玉真的是奸伤 第二天 元宝带着人跟着王锦和他们一起去摘西瓜 看到那些大西瓜的时候忍不住开口 少夫人 你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 这些西瓜真的太好了 王锦和被这少夫人三个字给直接叫愣住了 他下意识地看着元宝 就那么种出来了 还有 你可以 直接叫我名字 少夫人什么的 就别了 元宝只听了前面的话 至于王锦和说让他叫名字 不要叫少夫人的话 他就直接无视了 他要是敢那么叫少夫人 少爷得打死他 这种自杀的事情 他才不会做 我去摘 王锦和在前面摘 元宝他们在后面捡 竟然还没他的速度快 好了 大概就是这些 慢慢捡 不着急 元宝木然地看着王锦和 总觉得少夫人在欺负人 这次的瓜能有多少 五百个 这倒是比上一次多了不少 这不是应该的 不过这一次 那么多瓜 孙女的人大概就要知道 我们家中瓜挣了钱 这不是还有我的吗 有我在这里 你是在担心什么呢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 到时候这些事都交给我就行了 你就安心当你的小地主吧 我现在可不是什么小地主 我这才中了多少呀 等我哪天能有装子一大堆之后 我倒是可以当一个 无忧无虑的小地主 说到这儿 王锦和想到了 买下来的那二十亩沙地 你说我之后 要不要把沙地给直接围了 然后建成庄子 忙不过来的话 就直接请长工 在里面建一些长工住的房子 你说怎么样 这是肯定要围起来的 房子也要建 我能看出来 你种的东西 会比别人种的好很多 就连蔬菜这些也是 你可知道这些蔬菜 如果能运到京城去卖的话 会让你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我当然知道 会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不过这些菜 也不是那么好种的行吗 再说了 那么远的距离 菜送过去 还不得验一验的 这样的菜 你卖给人家谁能要呀 这个你不用操心 我们不从京城开始 但是可以从周边那些 比较大的县城开始 你说如何 我开店 你负责种植这些蔬果 到时候挣钱了 我们俩人一人一半 你觉得怎么样 苏语认真地看着王锦和 除了觉得王锦和这边的蔬菜 很好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想着 他们一起开个店铺 之后这丫头就跑不了了吧 她是所有铺子的老板娘 嗯 这个称呼她非常喜欢 当然了 这事不能让王锦和知道 王锦和考虑了一下 点头同意了 如果是在附近的县城 那是完全可以的 这钱一人一半 肯定也是可以的 不过你说 我们给店铺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嗯 你觉得叫什么 那就叫四季书果吧 你觉得怎么样 一家一屋 三餐四季 你说怎么样 这个名字很不错 我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 媳妇 我没地方去了 收留我一段时间呗 你跟你弟娘的关系不好吗 这次回去之后 我就发现我彻头彻尾就是一个笑话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你到底是他们的儿子 还是仇人 他们要这样对你 那个时候的苏语 也只是十多岁的少年吧 他们怎么能狠得下心来 这样对苏语 尤其是苏语她娘 脑子是不是有病 明明是他们自己算计的事情 结果竟然跑来折腾苏语 苏语只要想到明明他们两个人什么都知道 最后折腾的人却变成了她 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问问 他们这样做有意义吗 这样做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 所以你这次那么快就过来 还说不想待在家里 王景和很能理解苏语的想法 如果是她遇到这样的事情 她肯定会直接发飙 媳妇 我没地方去了 收留我一段时间呗 我替你在这里胡说八道 真的 我不想回去了 你走的时候 你爹娘应该想跟你说点什么吧 这还重要吗 确实已经不重要了 伤害一个人 其实只要简单的几次就够了 而他们夫妻伤害苏语四年之久 而且还是故意为之 这种就更让人无法接受 她伸手拍了拍苏语的脑袋 好了 你就不要难受了 这不是还有我 跟我的家人在吗 你看我爹娘 跟爷爷奶奶 对你多好 有的时候 好的都让她觉得苏语才是亲生的 她是从哪儿捡来的吧 苏语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我跟爷爷说了你和小宝的事 这次过来找你们 我已经跟我爷爷说了 短时间我不会回去的 不过爷爷说 有什么好吃的 让我记得给他送点回去 你跟你爷爷的感情很好 大伯跟唐哥很忙 没空管我 我哥也有事情要忙 很少在家 我是爷爷待大的 从小跟爷爷感情好 这四年我受伤的时候 都是爷爷护着我 我说了让爷爷不要告诉他们 爷爷就不会说的 总结合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苏语 我没事 你不用这样看着我 四年我已经习惯了 这样挺好的 再说了 我现在有了一个家 对于他们 我已经不在意了 也不能那么说吧 我走的时候 我跟爷爷说了 让他告诉他们 我滚远了就不回来了 你高兴就好 如果有一天 他们跟你道歉呢 如果什么事情都用道歉就可以解决的话 那这天下的事情 还有那么复杂吗 而且他们道歉了 就能弥补对我造成的伤害吗 你这话说的也对 不是所有的道歉 都能值得原谅 答不答应我们去你家 以前说要去你都不让 现在让不让 之前是我家房子没建好 你们去了也没地方玩 现在我家房子建好了 你们去了有地方 在我家住都可以 这还差不多 另一边 王景和跟苏语 带着小宝悠闲地在街上逛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等中秋的时候 我带你们去县城 顺带去看我们的店铺 到时候 可是需要你去提点意见的 嗯 可以 姐姐 县城好玩吗 中秋节的时候 有花灯 还能猜灯迷 还有很多好玩的小东西 不过这边 应该没京城热闹 以后爹爹带着你跟娘亲 去京城看太爷爷的时候 可以去玩玩 姐姐 那我们可以叫太爷爷 来家里玩吗 小宝想让太爷爷来吗 嗯 姐姐说了 太爷爷对姐姐好 那小宝也要对他好 让太爷爷来这里我们一起玩 我带他认识我们家的大花他们 他们可聪明了 对于家里的那几只鸡跟羊 苏玉算是看出来了 是真的非常聪明 有的时候跟大花要鸡蛋 他竟然能用屁股对着你 而且还会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只要想到大花这个样子 他就有些哭笑不得 大咪跟小咪别看性格好 真要惹毛了 要跟你撂厥子 至于汤圆他们 他就不做评价了 是很聪明 不过儿子 汤圆他们是不是太闹腾了 不呀 汤圆他们很乖 自从小宝跟着苏玉睡过一次之后 天天都要跟苏玉睡觉 此之呢 一大早就去挠门 有的时候 苏玉处理手中的树物 很晚才睡 还没睡醒呢 就被这几只小的给吵醒了 儿子 他们很乖是没错 不过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一声 不要那么一大早的就来挠门 有时候爹爹睡得很晚 他们这样 爹爹睡不好 就会脾气很差的 好吧 我回去就跟汤圆他们说 小宝才不会告诉苏玉 是他让汤圆他们早上来挠门的 看着小宝这一脸狡黠的样子 苏玉嘴角抽搐 行吧 他知道为什么那四条狗 一定要一大早来挠门了 伸手捏了捏小宝的屁股 以示惩罚 王锦和听着父子俩的对话 觉得相当有意思 一家三口走走逛逛 看到喜欢的就买 等东西买得差不多准备回去的时候 一个突兀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小红 小河 王锦和转头 你是谁 我们认识吗 你不认识我 我们应该认识吗 认识的 我不记得 我认识这个人 不过他好像认识我 王锦和认真的想了一下 还是没想起来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是吴心灵 吴心灵皱着眉头看着王锦和 哦 原来是你啊 找我有事 王锦和神色淡淡 苏玉眉头微皱多少有些不高兴 他是谁 以前定过亲 不过没见过 后来因为我哥 考上秀才功名之后 就来我家退亲 王锦和简单的跟苏玉介绍了一下 你们还定过亲 苏玉不高兴的问 这话说的跟醋坛子被打翻了一样 那是遇到你之前的事情了 你不高兴什么 他跟你定过亲 苏玉理直气壮的说 王锦和突然不想继续跟苏玉说了 简直就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见王锦和不跟他说话 苏玉更不高兴了 我们走吧 吴欣林连忙挡在他们面前 视线一直放在王锦和的身上 小和 我后悔了 你后悔的不过是 看到我哥去了书院 看到我哥在书院里吃得开 认识了很多 你想尽办法 都无法认识的朋友 你才会来跟我说什么后悔了 我没有 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有数 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儿子他爹 你 不是说王锦和的儿子是个野种吗 怎么会有爹 吴欣林 这些话 你敢去跟我哥说吗 你这秀才是怎么考上的 心里没点数 面对这样的王锦和 吴欣林脸都变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是见过王锦和的 不过王锦和没见过他 那个时候 王锦和就是一个很温柔善良的姑娘 而且非常的内向的一个人 可现在这个 身上浑身都是刺 我宠的 你有意见 苏玉身手搂着王锦和的肩膀 冷冷地问 吴欣林 你那些小心思 就不要放到我们面前说了 真的没有必要 也没什么意思 小和 吴欣林 当初退亲的时候 你家都做了什么 还记得吗 你家的人是怎么对我的 你又记得吗 吴欣林顿时就傻了 当时他娘说 不能让人说他的不好 所以在很多人面前骂王锦和 他也听说因为这些 王锦和差点想不开 看来你是想起来了 怎么回事 没事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这些人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走吧 好 静语 我有事想跟你说 何事 小和真的已经 你问这个作甚 小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王锦语冷声道 我后悔了 你能不能帮我 吴欣林无视王锦语眼中的冷意 看着他认真地说 边上的人好奇地看着吴欣林 这人以前不是静语的妹夫吗 怎么现在俩人看上去 关系好像很差 静语这是怎么回事 这人以前不是跟你妹妹定亲了吗 怎么我感觉你们的关系 好像一点也不好 人家考上秀才 看不上我妹妹了 给我妹妹退亲也就算了 还肆意辱骂我妹妹 把他们家的不要脸 说成了我妹妹的过错 还有那么不要脸的人 那他现在来找你干什么 你没听到他说吗 他后悔了 想让我帮他 我妹夫有了 侄子也有了 我这里坏了才会帮一个 差点害死我妹妹的人 当初因为他们家 妹妹差点想不开自杀了 现在来跟他说什么后悔了 这人以为他是谁呢 一句后悔了 就能弥补所有的伤害了 边上的人对视一眼 这吴欣林竟然如此不要脸 还有 你的后悔不过是看在 我在书院有了这些朋友 加上我家现在多少有点钱了 想跟曾经一样 利用我家让你往上爬 你以为你是谁呢 还是你觉得 我家的人真的就那么蠢 你说什么我们现在都还会答应 我 我妹妹现在过得很好 我妹夫对她跟孩子也很好 不需要你这种别有用心的人 来插足他们之间的感情 你的妹夫我今天也看到了 她看上去就是一个有钱人 你妹妹带着孩子 以为她能对你妹妹好多久 看来你是在街上遇到他们了 你难道没有注意 孩子跟我妹夫的长相吗 我侄儿跟我妹夫就七八分相似 吴欣林正正地看了王静宇 她根本就没注意到那个男人 跟那个孩子是不是真的长得相像 可她知道王静宇是不可能说这种话来骗人的 这不可能 她在说这个的时候 已经做好了给人当后爹的准备 可现在告诉她 那个孩子的亲爹竟然已经来了 那是我侄儿的亲爹 你想给我侄儿当爹 也不看看我们家的人是不是能看得上你 吴欣林 你跟你的家人都配不上我妹妹 以前的事情过去了 我不跟你算账 但是你要是敢去找我妹妹的麻烦 让我妹妹不高兴 我不介意心赚旧赚跟你一起算 面对边上所有人的不幸一顾的目光 吴欣林转身离开 王静宇皱着眉头 她想了想 她不会突然无缘无故来说这个吧 吴欣林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而且无力不起早 没有利益的情况下 她又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呢 静宇在想什么 吴欣林这个人无力不起早 她突然说这样的话 肯定是有目的的 我有些担心 你说 谁是叶壮 你竟然敢打我 我是你婆婆 奶奶 这些人是谁 吴欣林她娘 顾氏阴沉着脸说 嘿哟 这就是小和吧 都成大姑娘了 你看你现在带着个孩子 也没成亲 肯定是嫁不出去了 我家欣林就勉为其难的 娶你当平妻 你看什么时候可以 就办了吧 王锦和皱着眉头 这家人怎么都那么烦 儿子是这样 当娘的也是这样 他们家的人知道 脸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吗 演戏把人给我丢出去 苏玉冷着一张脸 因为吴欣林她的心情 本来就非常的不好 这回到家里一见面 就说让小和给人当平妻 还勉为其难 真当自己的儿子 是什么宝贝不成 谁都尚赶着想要 你是什么人 我跟他们说话 轮到你插嘴了 你说本少爷会是谁 这对母子 似乎都是一样的眼瞎 当吴氏看到这男人 跟王锦和的儿子 长得那么像之后 脸色都变了 他脱口而出 你怎么跟这野种 长得那么像 苏玉刚准备动手 王锦和已经下手了 抬手一巴掌 打在吴氏脸上 你说谁是野种 你竟然敢打我 我是你婆婆 吴氏捂着脸怒声说 婆婆 你是谁婆婆呢 我一个有儿子 儿子父亲又在的人 我要什么婆婆 还是说 你是我儿子父亲的娘 小河不要胡说 我没有这样恶心人的娘 这是我媳妇 那面家这些人 一个两个的 还真是一个德行 我都在这里了 我还会让我媳妇嫁出去 顾氏走过来看着吴氏 在王锦和他们 诧异的目光中 一巴掌就扇过去 这一巴掌 是还你家当初 对我女儿的污蔑 随后又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 是还你家 差点害死我女儿 反手又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 是打你今天 对我孙子的辱骂 现在给我滚 吴氏被故事 连续的巴掌 给直接打猛了 反应过来之后 他看着故事 你竟然敢打我 打你我还要挑时间不成 我告诉你 我想打你很久了 尤其是你敢污蔑我女儿 害得我女儿 颜面尽失的时候 我就想打死你 可那个时候 吴氏林刚考中秀才 名声大噪 他不能给家人惹麻烦 你 我儿子可是秀才 你竟然敢打我 我一定 要让你进大牢 哦 你想让我进大牢 这大牢 我就得去了 你儿子是秀才没错 可这秀才是怎么来的 需要我再好好地 提醒你一次吗 吴氏顿失有些心虚 都不敢去看故事的眼睛 怎么 这是不敢看我的眼睛 吴氏 如果我要是你呀 我就该低调一点 然后跟死了一样 不要再出现在 我跟家人的面前 这样 我还会高看你几分 这一巴掌 是还你家当初 对我女儿的污蔑 随后又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 是还你家 差点害死我女儿 反手又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 是打你今天 对我孙子的辱骂 现在给我滚 用着我儿子帮忙 才考上的秀才头衔 来威胁我 吴氏 你以为你是谁 故事冷哼了一声 当初要不是他儿子帮忙 就吴欣林那样的智商 也能考中秀才 这简直 就是在开玩笑 故事 你 你竟然 敢这样说我儿子 你敢说你儿子的秀才 不是靠着我儿子 才考上的吗 这都五年了吧 你儿子一直没考上举人 是因为什么 是他不想考吗 不 是他根本就考不上 故事看着吴氏 一字一句的说 这家人的目的是什么 他心里清楚得很 不就是看着静宇 现在也去了书院 想着跟小河有关系之后 又让静宇帮忙 他们是失忆了 还是怎么回事 当初所有的事情 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吗 他们可以装作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 来他们家说这些乱七八糟的 但是他们可不能忘记 当初的一切 娘 不用给这种人多说 袁旭人丢出去 如果继续再来闹事 就从他儿子身上享受 是 少爷 袁旭性格比较冷 他向来是只做事 不说话 现在既然少爷说了 要把人给丢出去 那这人就必须要扔出去 揪着吴氏的衣领 不顾对方的挣扎 把人丢到大门外 袁旭冷眼看着吴氏 敢跟他们少爷 抢小少爷跟少夫人 这是想死吗 吴氏想骂 当他看到袁旭那 不带一丝感情的样子后 吞了吞口水 最后只能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少爷 人已经离开了 不过看样子有点不甘心 上人盯着 是 唉 这家人可真够不要脸的 小和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不用我说 你们应该也猜到了 娘 我都知道 你知道就好 吴氏就是个不要脸的 之后肯定不会就这样算了 而且他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的人 几年前的事情 你还记得 嗯 娘 这次他没有机会 对我们家做什么呢 他不会给吴氏这个机会的 娘 有我在呢 说的是 这一次有苏玉在 确实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你是什么人 公子你好 我叫吴娜 王锦和看着吴娜这样 倾咳了一声 推了推身边的人 嗯 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想吐 恶心 你这个样子 让我觉得真的很有趣 你这是多嫌弃人家呀 还是我媳妇好看 你还挺会说话的 我说的是实话 你们两个脸放在一起啊 谁看了都会觉得你长得更好看 是不是 苏玉看着王锦和 十分满意地说 以后还要多弄点好东西 让小和越来越好看 这女人到底有什么好的 让你为了她这样对我 王锦和的嘴角 微微地抽搐了一下 你认识这个人 我不认识 她这话说的 我还以为 你对人家做什么了 苏玉皱着眉头 她不满地说 什么叫我对人家做了什么 我口味可没那么重 你不要太过分 怎么 你对你自己的模样 没点自知之明 长得丑 想得还没 王锦和就是个生了野种的破鞋 她就算是长得好看 又怎么样 苏玉皱着眉头 没有因为吴娜的话生气 反倒是在考虑 另外一件事情 小和 我们先在你家这边成亲 你说怎么样 我让我爷爷过来 我不想再让人听到 有人说你跟小宝了 这样的话 她真的听得太多次了 王锦和错愕地看着苏玉 她能感觉到苏玉的不高兴 你认真的 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样子吗 你竟然要娶这个女人 你难道不知道 她是个不自爱的女人吗 吴娜有些受不了了 苏玉看了眼吴娜 袁绪 袁绪把吴娜丢出去 我们夫人跟少爷 也是你能辱骂的 滚 吴娜被吓到了 立刻转身就跑 想追都追不上的这种速度 王锦和走到门口 看到吴娜 像是见了鬼一样的跑了 袁绪 你下手 就把人家给吓跑了 夫人 知道自己胆子太小了 现在先不要说这个 跟我走 苏玉走过来 伸手把人给拽回去 你这是干嘛 王锦和有些头疼 王锦和一脸无奈地看着苏玉 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人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今天突然就跟这件事杠上了 不好 我不想再发生同样的事 苏玉冷冷地说 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 让他想告诉所有人 王锦和是他们所有人 渴望而不可及的 你真的不用在意 那些人说的话 我早就不在意了 你不在意我在意 这些你本来不用承受的 苏玉皱着眉头说 如果你不想现在成亲也可以 我们先定亲 只要定亲 他就能给王锦和聘礼 他要让那些人知道 王锦和是他们只能仰望的存在 王锦和正正地看着苏玉 他眉头紧紧地皱着 似乎对这件事情真的很在意 你 小和因为我的缘故 小和你这些年 才受到那么多不公平的对待 现在我在了 他们还是这样 不就是因为未曾成亲吗 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了 王锦和哭笑不得地看着苏玉 这都过去了 过去了 不代表错没发生过 苏玉非常坚持地说 王锦和哭笑不得地看着苏玉 刚要说什么 故事从外面迎面走进来 小和 苏玉她有诚意 你再坚持就有些不好了 如果你不想那么快就成亲的话 按照苏玉说的 你们先定亲 王锦和一脸惆怅地看着自己的娘亲 心中十分的无奈 娘 我 小和 你知道为什么 明知道小宝的父亲已经来了 还有人这样说你吗 因为你和苏玉之间 依旧是名不正言不顺 在所有人眼中 你依旧是未婚先孕呢 故事看着王锦和 沉声道 你要说得对 你想什么时候成亲都可以 但是 定亲一定要有 见他们都那么看着自己 王锦和只能点头 好 苏玉一直不是很好看的脸色 瞬间变好了 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 苏玉看着王锦和笑了起来 王锦和有些头疼地看着苏玉 你幽着点 不要把人给吓到了 放心 我心里有数 算了 你们高兴就行 对了 明天你跟我去村长家里一趟 村长家 嗯 虽然村长当初明明上没有帮我们家 隔在暗地里护着我跟孩子 如果不是村长 一直坚持说 我们不是西家村的人 不能对我们做什么 我跟孩子 可能早就已经死了 苏玉一听 心中就有数了 果然跟他猜想的一样 好 明天我们带一些礼物过去 村长 谢谢你当初对小和的照顾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还请收下 苏玉让元旭把东西拿过来 看着元旭手中的东西 村长又吓了一跳 小和 你们这是做什么 来了就来了 怎么还要带东西来呀 村长 你不用管他呢 他只是想感激你 王锦和随意地说 这话不是那么说的 就算是想道谢 也不能拿那么多东西呀 他能看出来这孩子带的东西 全都是好的 村长 小宝跟小和的命 比这东西更加贵重 村长听到这话 就知道苏玉是什么意思了 当即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 那我就收下了 你这后生非常不错 多谢村长 村长摆了摆手 不用跟我客气 当初我能做的 也就只有这个了 不过你们两个就这样了 没想过以后 我们准备定清了 至于什么时候成亲 看小和自己的意思 对于这个 苏玉倒是不想去催王解和 那就好 小和 那就恭喜你了 之后 你可要好好过日子 嗯 村长 放心 我会的 那就好 对了小和 昨天村里的人 一直在说你家卖瓜的事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王解和考虑了一下 还是跟我之前考虑的一样 之前对我家好的人 我都会带着他们挣钱 至于其他人 就这样吧 嗯 你心里有数就行 村长 这个村子的人 之后能挣钱的 我们都会带着他们一起 但是别人就别想了 看来 你们两个还真是一个性格 都很记仇 做人不能太吃亏 我跟小和都不是那种 以德抱怨的人 对我们好的 我们会加倍对他们好 对我们不好的 我们也不会给一个眼神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 还真的是挺合适的 都是一样的性格 我现在 也放心把小和交给你了 等你们定亲的时候 可不要忘了请我去喝杯酒啊 那是一定会请村长的 虽然你们心里有想法 不过 你们还是要小心一些 村里有的人 可不是我们这样好说话的 他们到时候 可能会做出一些事情 我是有点担心 他们去找你们的麻烦 他们可没这个机会 外公给他的人 也不是吃干饭的 多谢各位叔伯 曾经出手 救了我跟孩子 几个人愣了一下 都是举手之劳 不知道你这样 虽然对你们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可对我和孩子来说 却是救了我们的性命 我是小宝的父亲 谢谢各位 救了他们母子二人 几人看着苏玉对视一眼 之前听说小宝的父亲来了 他们还不信 现在看到跟小宝那张 如出一辙的脸 他们彻底的相信了 没事 不管怎么说 都是两条人命 我们明面上 也不好帮着怎么样 只能按地里帮一下 只要说起来 我们也没做什么 倒是村长 为了护着小宝母子 遭受了不少非议 虽然村长也跟我们一样 都是按地里帮一下 行了 你们不要感谢来感谢去的 先说正事 村长你叫我们来 还有什么正事吗 不是我要叫你们来 是小河让我叫你们来的 我叫你们会方便一些 小河 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的 也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想问问几位叔伯 你们明年有没有兴趣 拿点沙地出来种植西瓜 种西瓜 几人面面相去 过 我家明年还会种 所以想问问你们 要不要一起种 如果要种的话 我育种的时候 就连你们的 也一起准备上 你们提前跟我说 打算种多少地的就行 你们完全可以放心 瓜种出来之后 不会卖不出去 我跟苏宇之后 会开一些店铺 到时候 会直接送过去卖 当然价格也不会少了你们的 看味道定价 几人都忍不住 有些心动了 小河你是打算 带着村里的人一起种瓜 不是 我就是打算 带着跟我奶他们 关系好的 还有几位叔伯 以及村长家里一起种 别人 我没考虑过 几人顿时知道 王锦和的意思了 他不计较曾经的事情 但也记仇了 把曾经想逼死他们的人 都记在心里了 你这孩子 人活一辈子 要往前看 不要往后看 大叔 你说的我都知道 不过我也做不到 对这些伤害过我们家的人 以得抱怨 我能做的 就是不去报复他们 这已经是他跟苏宇 最大的仁慈 这样也好 小河 说句心里话 我们确实想跟着你一起种瓜 我们家里日子 也不是特别好过 能种一点卖点钱 补贴一下家用也好 可我们都不会种啊 这多简单 到时候 我手把手教你们种 你们都是种田的老手了 别说 还比不过我吧 王锦和看着他们 调侃地说 几个人忍不住 又笑起来 那感情好 以后我们可就跟着小河 你种瓜了 你们来干什么 村长 王锦和他带着村里的人挣钱 不能落下我们吧 这是小河自己的决定 我们不能干涉 村长看着他们冷淡地说 村长 这话不是这样说的吧 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人 他不能自己有钱了 就这样对我们吧 几年前 你们想过小河 跟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人吗 当时你们想过 留小河一命吗 苏语说了 想让小河带你们挣钱也可以 但是 小河他们当年受的苦 你们全都要偿还之后 才会带着你们挣钱 不过 你们承受得起吗 那些妇人呆呆地看着村长 这 我们 苏语知道当初的事情 有多生气 你们知道吗 他有多宝贝小宝 你们知道吗 小宝可是他们家重孙辈的人 他爷爷都很重视这个孩子 你们以为 人家为什么放过你们 村长看着他们这不服气的样子 嘲讽地说 但凡这些人当初留点善心 也不至于会这样 看看谢春他们 偷偷地帮了忙 都被小河记在心里 自己没本事的时候不去打扰 一旦有了本事 首先想到的 就是带着人家去挣钱 你们可以走了 这件事 你们来跟我说没有用 你们也可以去找小河跟苏语 你们看看 苏语他们 是不是愿意带着你们挣钱 村长说完 直接下了逐客令 村里的事情 很快就传到苏语他们耳中 王锦和听了王老太太说的话之后 嘴角抽了抽 我突然发现 他们也是挺能说的 什么好不容易 才把你拦下来 你多生气 要不是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倒要相信 这是真的了 他们还是挺伤到的 这样也好 那些人要是敢来找麻烦 我就敢直接动手 你们的委屈不能白手 当年伤害了你们 现在还想让带着挣钱 这些人是有多天真 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王老太太对于孙女和孙女婿做的事情 一点也不觉得有问题 反而很赞同他们的做法 小和能帮的 我们帮 至于别的就不用了 我们也帮不上忙 嗯 奶奶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我跟苏语都不是以德抱怨的人 那就好 奶奶 之后肯定会有不少人来找你 小和啊 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记仇 也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互短 奶奶 你这话说的 怎么了 奶奶这话说的不对吗 对 简直太对了 奶奶 之后那些人来了 你高兴 就应付一下 不高兴 就让袁旭 把人给直接丢出去 对于使唤苏语的属下 王锦和是一点压力都没有的 不过小和 你既然要带着他们种瓜买 那你就要保证 他们的瓜能卖得出去 不能大家跟着他们种瓜之后 他们不能给对方好的收入 这不是浪费人家的时间吗 奶奶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 有我在这里 只要种出水果来 就不会愁卖不出去 你这样说 我就彻底放心了 果然 跟王锦和说的一样 村里传出来 要带着村里人种瓜的消息之后 很多人都来找王老太太 王老太太看着他们眼中带着笑意 也不插话 就那么听着他们说 我们说了那么多 你听到没 嗯 你们说完了 围着王老太太的人气的扬岛 人们看着王老太太十分不满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嗯 你们问我是什么意思呀 我难道表现得还不够明白 我这是啊 不想搭理你们的意思 你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人 你们家有好事 不能只知道自己发财 你们也得带着我们呀 江氏 当年想让我孙女进猪笼 想要我孙女跟重孙命的人 你就是其中一个 那个时候我们家那么求你 你是怎么说的 你还记得吗 江氏脸上的表情顿时有些僵硬 他看着王老太太 这都多少年的事情了 你 你还记得呀 当然记得 记得你当时是怎么怂恿大家 一定要我孙女的命 记得村长都说 管不着我们家的事情之后 你是怎么撒泼 一定要村长让我家锦和进猪笼的 我可以道歉 不需要 我家现在挺好的 不需要你们这些人的道歉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就是不想让我孙女带你们一起挣钱 你们也可以去给我们家搞破坏 你们就看看之后会不会蹲大牢 我家孙女婿不才 跟县令还是认识的 哦对了 还有你们也得看看 村长是不是会惯着你们做这样的事情 你以为 你有多厉害不成 给脸不要脸 你要是敢不带着我们挣钱 我们就让村长把你们赶出去 好好说不行 将是直接威胁 你可以试试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是来找村长的 有很重要的事情 对啊 你赶紧让开 让村长出来 这都快要秋收了 王锦和一家也开始在流西瓜的种子 万一不能参与进去 他们会亏多少钱呢 荣氏看了说话的人一眼 转身进去 村里的人来找你 多半是为了小和那边的事情 你看着办啊 可不要让小和吃亏了 你们这是作甚 当我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村长 我们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 重要的事情 你们倒是说来听听 我倒是想听听 你们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我说 村长 王锦和家的瓜 已经卖了五十文钱 是不是 是有那么回事 不过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那么在意作甚 这怎么能没关系呢 这可是关乎全村的大事 村长 你可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啊 就是啊 如果我们村的人都种上了西瓜 那我们能挣多少钱呢 其中一人一脸憧憬地说着 这人村长记得 除了僵士 当初就是他对王锦和一家的恶意罪的 这是人家小和自己种出来的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村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这是帮着王锦和 不帮我们村里的人吗 你不是村长吗 你去跟他说一声不就行了 再说了 他们一家住在我们村里 难道不该对我们村做贡献吗 这话你们还就真说错了 他们一家人不是我们谢家村的人 就连他们住的地方 也不属于谢家村的地界 那已经是葫芦村的地盘了 当初王家过来 想要买地建房搬出去的时候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就直接跟他们说买葫芦村的地 这样日后若是出了什么事情 村里的人想拿一个村子的人来说事 那也没办法 现在看来 他当初让王家这样做是对的 这怎么可能 怎么就不可能了 人家不想在谢家村的地接建房子不行吗 别说什么他们有谢家村的地 那是人家自己花钱买的 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也别到这里来叽叽歪歪的了 听着烦人 罗氏眼看着那么大的便宜 他们竟然不能沾 就有些不满了 村长你得帮我们去说说呀 这样挣钱的事情 我们村的人一起不好吗 到时候啊 我们村就成了最有钱的村 这样村长你也有面子不是 当初有那么恶毒的话 一定要逼死人家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想过 人家有一天都发达呢 村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应该都已经去找过小河了吧 在小河那里应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你们这才来找我 想让我用村长的身份去压人家 让人家给你们留筒子 那还真是对不起了 这件事我管不着 小玉有什么事情让你来跟我说啊 老爷子这是少爷给您的信 还有这些是小少爷亲自挑选的 元宝指着那些西瓜笑着说 哎呦我这乖孙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你们少爷有没有说 什么时候带着他们母子二人回来 少爷暂时不会回来 属下回来的时候 主子让属下告诉您 他之后大多数时间可能会在那边 至于这信事之后 少爷写的送过来给我的 具体的事情 老爷子你看到信件之后就知道了 苏西惊讶地看着元宝 打开信看得起来 当苏西看完之后 眼中满是惊讶 小玉要跟小和定亲 是的 少夫人跟小少爷受了太多的委屈 即便少爷在那里 也有很多人说少夫人 元宝 这是怎么回事 元宝把那边的事情跟苏西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 苏西脸色阴沉的可怕 这些人还真是吃多了撑的 所以少爷才想着跟少夫人定亲 少爷不想让二爷他们知道 所以才想着让老爷子 您过去一趟 好 这件事我肯定会过去 这都还没见过呢 小宝就想着给他准备东西 这让他怎么能不高兴 他们什么时候定亲 这信上也没说清楚 这件事属下也不是很清楚 过来的时候 时间都还没确定 哎 玉这家伙 你什么时候回去 后天 行 到时候我跟你一起走 你先走 我们在辽城那边会合 苏西看着元宝 如果他跟着元宝一起走的话 恐怕苏秦他们会多少猜到一些 是 元宝从苏西这边出去 就被苏秦拦住 看着苏秦 元宝面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二爷 小玉呢 属下不知 元宝 你的胆子很大 二爷说笑了 少爷想去什么地方 尤其是属下能拦得住的 属下奉命送瓜回来 至于别的属下不知 苏秦皱着眉头看着元宝 元宝 我找小玉有事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二爷 你想找少爷你自己去找便是 何必来为难属下 元宝 你是真的不打算说是吗 苏秦冷眼看着元宝 心中考虑着要怎么对元宝 属下真的不知道少爷在什么地方 二爷让属下说什么 元宝依旧说不知道 苏秦冷笑一声 把元宝带走 你们干什么 爹 我们没做什么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什么都没做 小玉有多看重元宝 你们心里清楚 这苏秦有多少是小玉的眼线 你们也都清楚 你们说 这件事让小玉知道了 他会怎么样 一个吓人罢了 他还能怎么不成 爹 我们只是想知道 小玉在什么地方 苏秦 你们真的让我非常失望 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变成这个样子 元宝不输 你们就动手打他 今天我要是不来 你们是不是想直接打死元宝 杨珊珊 你可知道当年 你差点把小玉折腾死的时候 是元宝不免不休赶路七天 去找神医求了药 小玉才好起来的 对于小玉来说 元宝不仅仅是一个下人 他还是小玉的兄弟 我可以那么告诉你 如果你让小玉来选择的话 小玉选的人一定是元宝 而不是你们 杨珊珊以为苏西是骗他的 爹你不用在这里骗我 你跟我说这些一点用都没有 今天他要是不说 我就打死他 去把苏九苏龙他们都叫过来 苏西看着自己的侍卫 吩咐道 苏秦跟杨珊 不知道苏西想做什么 苏家的现任家主苏龙 很快就过来 苏九大概过了半个时辰才回来 你们打了元宝 一个下人而已 打了就打了 而已 你可知道 如果不是元宝 小玉可能在那一次已经被你给折腾死了 苏九看杨珊珊的眼神带着恨意 你这是什么眼神 我什么眼神 三年前小玉重伤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小玉重伤你还折腾他 导致他伤上加伤 高超一直退不下去 元宝听说名声那边有一个神医 什么病都能治 他骑着马过去找神医 那个神医的药炉在山上 珍宝为了求药 从山脚下一步一颗头爬上山去求药 神医看他这样心情 这才给了他药 得了药之后 元宝顾不得受伤的膝盖 快马加兵赶回来 药刚送到我手里 元宝就直接昏过去了 当时大夫说 如果再晚一点 元宝可能就会被直接累死 即便是好了 元宝的那双腿也差点被废 苏九指着地上一言不发的元宝 声音嘶哑 小玉在鬼门关的时候 你们在干什么 父亲带着你出门游玩 你完全不关心小玉的伤势如何 小玉醒来知道元宝双腿杀人被废掉的时候 你们知道他有多恨你们吗 你胡说 小玉怎么可能 我胡说 你们随便去找个苏家的人问问 看看有谁不知道这件事的 苏龙正眉看着苏秦 这几年老二夫妻俩是越来越不着调了 你们总觉得小玉一直不着家 那是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根本就没让你们知道 等你们知道的时候小玉都走了 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不就是想为了这几年的事情给小玉道歉吗 你们这道歉可真够值钱呢 说道歉就必须让小玉回来 你们以为你们是谁 你们还是好好想想 该怎么跟小玉解释元宝的事情吧 元宝的事情小玉是不会善办甘休的 而且我也没打算帮你们隐瞒 苏九回到自己的院子里 在书房给苏玉写信 然后用信英送过去 第三天下午 苏玉就收到了苏九的信 当看到信上的内容之后 苏玉重重的一拳砸在边上的桌子上 他们怎么敢 你怎么了 小宝也被苏玉吓到了 他伸手抱着他的腿 爹爹你怎么了 爹爹生气好吓人 元宝被杨杉杉打了 鞭子上沾了辣椒水打的 我哥说元宝身上都是伤 如果不是爷爷取得及时 元宝可能会被他们活活打死 苏玉浑身颤抖着 气得双眼通红 怎么回事 苏玉好像很重视元宝 他们问元宝我在什么地方 元宝没说 他们就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元宝说出来 你娘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三年前我中伤的时候 他都能这样对我 更何况是对元宝 苏玉咬着牙说 小河 我亲 我必须要回去一趟 我咽不下这口气 王锦和惊讶地看着苏玉 元宝 对你来说很重要 苏玉点点头 非常重要 跟你和小宝一样重要 那么重要吗 对我而言 元宝就是我哥哥 跟我亲哥一样 我现在还能活着 都是元宝用命换来的 三年前 苏玉跟王锦和说着三年前的事情 我醒过来 就听到我哥跟我说 元宝的腿可能好不了了 后来花了半年多 花费了很多珍贵的药材 元宝才好起来的 从那之后 元宝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这些年 都还会吃药调养身体 从那之后 元宝对于我跟我哥来说 就是我们的亲兄弟 没有元宝就没有我 原来如此 那你去吧 这口气不出 只别着难受 小玉 你回来了 看着苏玉一身狼狈的样子 别那么叫我 我怕我折瘦 小玉我知道 这件事是我的错 可她不过是一个下人 你 砰的一声响 苏玉扯着边上的椅子 就砸过去 杨姗姗正正的 看着苏玉 小玉你 我说不要这样叫我 你生了我 给了我一条命 三年前 你差点弄死我 这条命我还给你了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们再敢对我身边的人动手 我跟你们不死不休 别怀疑 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 也不是跟你们闹着玩 苏玉看着杨姗姗冷冷地开口 杨姗姗顿时慌了 你这是要跟我们断绝关系 是 你们连我的救命恩人都打成这样 你们这样的父母 我是真的不敢要 也不想要 在我几乎没命的时候 是元宝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 你们可以不当成一回事 我不能 杨姗姗想过 苏玉会很生气 也想等苏玉回来之后 好好跟她说一下 可现在她才发现 自己好像有些太过天真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 如果你们想丢人 我也不介意去成全你们 苏玉很清楚 她现在什么都不能做 一个笑到压在身上 她就什么都做不了 虽然不能把元宝身上的伤 全都报复回来 但她可以跟这些人 断绝关系 以后谁也别管谁 苏玉 苏九看着苏玉皱着眉头 想去劝她 然而苏玉却是笑了起来 大哥 她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儿子 我在她眼里 不过就是一个出气筒罢了 只要不高兴就想动手打我 我没有 苏玉看了杨姗姗一眼 无所谓地说 你有或者没有 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跟我也没有多少关系 我去看元宝了 好 等苏玉离开之后 苏九看着杨姗姗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现在小玉真的如你所愿 跟你们断绝了关系 怎么样 是不是很开心 是不是很高兴 小九你帮我们 不吧 自己做的事情 你们就该自己承担 这些年 你为了柳氏做借口 打了小玉多少次 你还记得吗 明明知道这是你们两个的算计 你还是动手打了小玉 怎么样 现在高兴为 小玉被你们给打没了 千叔 元宝怎么样了 少爷 元宝这些年 虽然调理得不错 可有的事情 不是调理就能好的 千叔 元宝就麻烦你了 一定要治好他 少爷放心 元宝会好的 只是会好的慢一点 你也不要太过于担心 这件事 小玉 你先回去洗漱休息一下 要是等元宝醒过来 看到你这个样子 他大概要担心了 好 在苏玉回来的第三天 元宝终于醒了 少爷 你怎么来了 苏玉没好气地 看了元宝一眼 怎么 我只是还不能来了 少爷 属下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 元宝看了边上的 钱大夫一眼 没有继续说下去 没事 时间往后推了半个月 你说你蠢不蠢 他动手打你 你不知道躲吗 少爷 你是不是忘了 我的武功费了 苏玉脸上的表情 僵硬了一下 随后 低着头 没有说话 看着苏玉这个样子 元宝忍不住 有些头疼 少爷 我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这不是还有少爷 保护我吗 苏玉看着元宝 依旧没有开口说话 见他这样元宝开口了 少爷 我是真的没事 你的天赋那么好 就这样 无所谓了 属下现在帮着少爷 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也挺不错的 少爷你不用担心 也就只有你才会说 这样挺好的 你当初就不后悔吗 有什么好后悔的 只要少爷你没事就足够了 他比苏玉大几岁 算是看着苏玉长大的 自然要护着他 虽然失去了武功 确实让人有些遗憾 不过这都还好 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你 少爷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怎么走 至少也要等到 你完成好了之后 我们才能离开 少爷 我已经没事了 我们随时都能走 你说没事可不算 要前叔说了没事才算 你就好好安分的 给我待着吧 好好的养伤 你这身体怎么样 还需要我来提醒你吗 哎 少爷 我不喜欢这里 真是不巧 我也不喜欢 钱大夫在边上 听着俩人说话 没好气的说 你们两个说话的时候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我的感受啊 之前我们跟爷爷说 上爷爷做主 给我们分出去过 到时候 我们就能处在自己的家里 不用来这边了 你想都别想 你以为老爷子会答应啊 这孩子想什么呢 这哥俩都还没成亲 就想分家出去过 这孩子是想让人挨骂不成 总是可以想想的 爷爷一定会同意的 苏语说完就走了 苏西看着苏语 你过来想跟我说什么 我就不能来找爷爷说说话吗 苏语不满地看着苏西 不是不登三宝殿 你哪一次过来找我 不是因为这个 你跟我说说 谢谢 我想分出去单过 苏西想过苏语会说的话 可万万没想到 苏语竟然想分出去过 你想好了 苏西严肃地看着苏语 你可知道 一旦你选择分出去单过 你手里的东西 很多你都必须要还回来 尤其是家族的产业 这些你必须要归还 我知道 不过这也都无所谓 我自己的产业 也足够我养妻儿了 苏语无所谓地说 这些年 他可不只是做了家族的产业 他自己也弄了不少出来 他们一家三口过日子 能过得非常好 如果之后 族里的人 还希望我来管理产业 挣钱之后分红的话 我也不介意帮忙 苏西看着苏语 他这一次 竟然已经把这些事情都想好了 想来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才做的决定 小语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那爷爷成全你 这些年你回苏家的次数 是越来越少了 每次都是去你自己买的宅院 这跟孙家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 你管这家族中 大半部分的家产 多谢爷爷 之后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跟我还客气什么 不过你什么时候 才会把小宝他们带回来 你着急 姐爷 等你过去之后 你就能看到小宝了 这家伙就是个机灵鬼 一不小心 你可能都会被他 给直接绕进去 可聪明了 而且读书习武 都非常的有天赋 你就别跟我说这个了 行吗 明知道我现在 还不能看到小宝 你还跟我说这个 你说你是不是诚心的 苏西美好气地看着自己的孙子 没有 我就想跟爷爷你说一下 你的重孙到底有多优秀 这可是你想都不敢想的出色 你小时候一样厉害 我说什么了吗 爷爷 这件事早点办吧 苏宇嘿嘿一乐 随后转移了话题 好 通知家里的人 苏宇要分家出去过 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家里很多人都必须要在场 毕竟关乎着很多的问题 苏宇点了点头 跟老爷子说了一会儿话后 才离开 爹 你这是干什么 为什么要答应小宇的要求 为什么 因为小宇对你们失望啊 因为小宇不想回这个苏家 他连苏家的所有权利都可以放弃 你们认为我拦着有用吗 还有这两年 小宇跟分家单过了也没什么区别 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苏宇说完就懒得搭理二人了 不管他们说什么 不开口就是不开口 谁来说话都没用 第二天早上 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当人们都知道苏宇想分出去单过的时候 所有人都惊呆了 小宇 你这是作甚 有什么事情我们好好说 你不要冲动 二爷爷 这件事我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 我也清楚地知道 我想要的是什么 不想要的是什么 苏宇看着苏二老爷认真的说 苏二老爷看了苏秦夫妻眼 怒声说 你们父亲对小宇做了什么 让小宇竟然要分家出去 也没什么 就是动手打了元宝 而且把元宝打得现在都还在床上躺着 一直都没好 苏秦 你们这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要不是元宝 小宇早就没了 你们不但不知道感激 竟然还对他动手 苏秦看着苏二老爷有些错愕 你们也知道这件事 我们知道这件事很奇怪吗 苏家所有人都知道 就只有你们这两个眼龙心瞎的人不知道 苏二老爷气得不行 听到这话 二人都看向苏宇 原来苏九说的没错 家里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他们夫妻二人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两个真的不用这样看着我 你们看我也没用 既然人都到齐了 小宇也是那么打算的 你们都有什么说法 小宇已经说了 家族中所有的产业 他都会交出来 如果大家还信任他 也可以继续交给他 每年挣钱了 各自分红 苏秦不敢相信地看着苏宇 尽管昨天已经知道了 现在又一次听到苏西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 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小宇 我们似乎关系没好到这个地步 小宇 你到底要怎样 才会原谅我们 怎么都不会原谅 你们这都是自找的 当初你们对小宇动手的时候 我们可都是劝过的 是你们自己不听 现在小宇不想跟你们说话 这真的也是你们自己活该 这怪不得别人 我同意小宇继续管家族的产业 毕竟小宇这方面的天赋 比我们所有人都厉害 不过小宇是不是离开家族 出去自己单独过日子 苏家也是小宇的家 我们相信他 他对经商是一点天赋都没有 这些年之所以能有那么多钱花 这都全靠他有一个会挣钱的弟弟 边上的人赞同的点头 我们也相信小宇 这些年苏宇可是帮他们挣钱不少呢 他们可不希望日后每年只能有那微末的分红 好 那我之后就继续管着苏家所有的产业 不过先说好 既然你们都交给我了 那就不要去质疑我的决定 他不喜欢自己做事的时候 有人会过来打扰 那肯定的 你这毛病我们还能不知道 知道就好 既然产业的事情都说完了 那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地说一下 分家的事了 怎么分我都没意见 我的那一份都给小宇 到时候给我分成就行 苏九直接说道 用自己的小行动来保护支持自己的弟弟 我不答应 这件事情我们不答应 你们就什么都别想干 我们都还活着呢 你们这是想气死我 就你 我们有那么大的能耐气死你吗 之前每次都听你说这样的话 现在听了那么长时间 开迟到的我们也都知道了 你是真的没必要再来说这些 真的没用 我 你们自己要算计人家 你生气了凭什么让我来买单 凭什么你生气了就得动手打我 我跟爷爷说都不行 你就说我想气死你 想到这个 苏玉觉得这才是最可笑的 这就是他所谓的娘 杨姗姗听着苏玉的话沉默不语 对于这件事他永远也无法解释 因为他确实那么做了 苏九看着二人不发一句的样子 皱着眉头说 行了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最终苏秦跟杨姗的意见被彻底忽略 甚至是无视 分家就那么成了 杨宝分家了 以后我们回来已经不用来这里了 甚至回去都不用偷偷的 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住在他自己买的院子里 等小宝跟小和过来之后 他们应该也会非常开心吧 少爷 恭喜你了 苏玉笑了笑 这其实也没什么好恭喜的 只是从暗地里转入明庙而已 分家之后 苏西就跟着家里人说要四处转转 最后只带着自己信任的人走了 元宝又养了五六天之后才好了一些 大家都以为他是对苏秦夫妻失望了 被气得想出去玩 而真相却是他要去参加孙子 少爷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孙子 我们来干什么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小宝 李叔听到苏玉冲屋子里叫人 随后就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不点 从里面跑出来 当看到这个小不点的脸后 李叔宛若晴天霹雳 老爷 这 这 李叔震惊到有些语无伦次了 这是开玩笑吧 爹爹 你回来了 想爹爹没 想 爹爹去了好久 因为元宝叔叔要养伤 所以就回来玩了 那叔叔好了吗 小宝 小宝 歪着头 看着苏玉 好奇地说 好的差不多了 那就好 苏西看到小宝的时候 一颗心 通萌话了 见孙子忙着跟小宝说话 也不给他们介绍介绍 顿时有些不开心呢 爹爹 这个老爷爷是谁呀 这个就是爹爹跟你说过的太爷爷 哦 就是爹爹说对你很好的那个太爷爷呀 对呀 太爷爷好 小宝看着苏西乖巧地打招呼 苏西走到苏玉身边 伸手把小宝抱怀里 你叫小宝是吗 嗯 我叫小宝 大名叫王子青 娘亲说以后 要改名叫苏子青 跟爹爹姓 我们小宝怎么那么乖 苏西真的太喜欢这孩子了 王景和一家真的把这孩子养得太好了 小宝晃着小短腿 太爷爷我们回家 好好回家 李叔终于反应过来 老爷 你早就知道了 啊 上次小玉回去就跟我说了 他们带回去的西瓜 就是小宝专门给我摘的 是不是小宝 对呀 那个西瓜最大 给他爷爷 李叔听着小宝的话 看着苏西悠悠地说 老爷你根本不是为了出去散心 而是来看小少爷的 不然呢 是我宝贝小曾孙不好看 还是我宝贝小曾孙不乖 有那么乖的小曾孙 他还去散心 脑子有病吧 李叔嘴角抽搐了一下 不过看到小宝 他还是很高兴的 少爷几年前就开始找那个姑娘 看来已经找到了 小宝 娘亲呢 苏玉看着小宝问 娘亲去山里了 说要去捡一些君子回来 之前下了凉长雨 正是君子多的时候 这几天娘亲都会去捡 看了后山一眼 这山太大了 他不知道王锦和在什么地方 也不能贸然上山去找人 以防错过 爷爷 我们先进去吧 好 以后小宝想吃什么 都跟太爷爷说 太爷爷给你买 不要 爹爹说了 他有钱 我想吃什么都能给我买 小宝 你喜欢你爹爹吗 喜欢的 爹爹特别好 小宝认真地说 苏西愣了一下 随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王老太太看到苏玉回来 脸上带着笑容 小宝回来了 奶奶 这是我爷爷 过来参加这次的婚礼 苏玉指着自己的爷爷 认真地说 老大哥 欢迎你来家里玩 王老太看着苏西 非常的高兴 多谢 苏玉四处看了看 家里竟然只有老太太 心中不免有些疑惑 奶奶 爹娘还有爷爷 去什么地方了 竟于这次修木 带了几个铜窗回来 他们喜欢吃我们家的西瓜 你爹他们跟着过去 苏西一听 对这瓜地非常感兴趣 是吗 小爷 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 少爷 应该有不少的瓜熟了吧 京城那边要的多 一起去看看 等小河回来问问 如果熟的多 就摘了送过去 四人带着小宝 一起去地里 远远看到王静宇他们 苏玉走过去打招呼 静宇今天休息 对 你回来了 家里的事情怎么样啊 没事吧 已经没什么大事了 不用担心 边上看着这边的人走过来 好奇地看着苏玉 奇怪地说 郑宇 这就是你妹夫啊 对 也是他买了我家的瓜 这是我的铜窗 带他们过来摘几个 没事 摘就是了 苏玉一点也不在意地说着 只不过是少卖一些银子的问题 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也不缺这点 边上的人面面相去 这妹夫买自家的瓜 静宇这一家子还真会玩 静宇 你们不是一家人吗 这一家人这样买瓜 是不是太奇怪了 我妹妹说 一家人是一回事 但是买卖是另外一回事 不太懂他们的意思 这瓜长得也太好了 小宇 你跟小和家里买的时候 你可不能让小和吃亏了 小和精明着呢 他还能让自己吃亏啊 苏玉 你这一回来 就说我坏话 苏玉 你这一回来 就说我坏话 苏玉走过去 自然地帮王锦和 把背上的背露拿下来 自己背着 我没说你坏话 我只是说了实话 王锦和眯着眼 警告苏玉 你是不是想挨揍 苏玉连忙摇头 不想 看着俩人这亲密的样子 王锦宇的一个同窗 一直看着苏玉 他皱着眉头看着苏玉 总觉得这个人有些熟悉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你们摘好呢 摘好就回家了 我们刚过来 正准备待 小和 这是我爷爷 爷爷 这是王锦和 苏玉拉着王锦和 给苏西介绍 苏爷爷好 不过 你不该叫我苏爷爷 你应该直接叫爷爷 爷爷 这才对嘛 静语 你这眉府看着不是普通人啊 走到王锦宇身边 小声地说 这个就不清楚了 我们没问 他也没说 我们只知道 他家是京城的 京城 又姓苏 突然间 他似乎想到什么 静语 想起来你这眉府 是什么人了 秦郎 你认识我眉府 我不认识他 不过 我想到他是谁了 六年前 有一个年仅十四的少年 以魁首的成绩成为举人 但让大家意外的是 成为举人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参加客去 反而去做了生意 这个人应该就是 你妹夫苏玉 错不了 王锦宇惊讶地看着苏玉 啊 他竟然那么厉害 想着苏玉平日里的所作所为 一点也不像那种很厉害的人 王锦和听到两人的对话 突然想到苏玉曾经说过 他考上举人之后 就不想读书了 你当时到底怎么想的 那么好的成绩 你竟然不继续 爷爷他们都没说你吗 想做诚意 想多说就没继续了 爷爷生气过 不过哪我没办法 你这臭小子 你还敢说 你知道当时我都快气死了 爷爷 这都过去几年了 你怎么还对这件事念念不忘的 太爷爷不要欺负爹爹 小宝伸手拽着苏西的手 随后气鼓鼓地看着苏西 苏玉冲小宝挑眉 果然还是儿子心疼他 小宝你喜欢读书啊 喜欢 那以后我们好好读书行不行 如果我到时候还喜欢的话 都怪你爹 都乱跟你说什么 小宝 我们以后不学你爹 别气他爷爷好不好 可是 爹爹现在也很厉害 爹爹说 他赚了老多钱了 能让我想要什么都可以 小宝 你可真是爹爹的复兴 小宝冲苏玉无辜地笑着 不管爹爹怎么说 只要爹爹开心就行 走吧 我们回家 一行人一起回家 这瓜他也吃过 感觉味道很不一样 那种感觉有点说不出来 我这边的蔬果 确实比别人的要好许多 同样的种子 他种跟别人种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为何 因为营养价值会高很多 高很多是什么意思啊 我这样跟你说吧 长时间吃我这边的菜 身体会好一些 就是体质 尤其是孩子 能增强孩子的体质 让孩子不那么容易生病 这是真的 对啊 他研究过灵泉水 这泉水可以改善蔬菜的质量 对于人的身体有相同的作用 最明显的就是他自己 他有灵泉水之后就每天都在喝 醒来之后他的身体不是特别好 自从喝了灵泉水之后 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不一样了 比正常人的身体还要好得多 你怎么知道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的身体非常不好的对吧 对 你看我现在像是身体不好的人吗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效果 对我们而言倒是一件好事 无所谓 定好一个价格 然后就以那个价格卖就是了 即便之后被人发现了 也没有涨价的必要 那岂不是亏大了 还会有更好的东西 你还有更好的东西 所以不那么好的就给你霍霍了 等以后一些水果都出来了 我会酿酒 果酒 对啊 这个酒若是酿出来 应该会很好卖吧 别说还真是 如果你真的能酿出来 我能让你变成一个小富婆 等西瓜都摘完 我也能有很多钱 你还真是容易满足 这才多少 也就几千两银子而已 你想买什么好东西 一下就没了 几千两 对一般人来说 也非常多了 那么多银子 有的人这辈子都没见过 他也不跟苏玉相提并论 能有这些 其实他已经挺满足了 但你不是一般人 你倒是会说话 没跟你开玩笑 等你把果酒酿好了 我就送到京城去卖 肯定能卖不少钱 你自己都有不少钱 怎么还看得上这点小钱 这可不是小钱 多挤钱才能让你们过得更好 虽然他现在钱已经很多了 不过对他而言 还是远远不够 确实 两人商量着日后的事情 王锦和发现苏玉的想法 跟他竟然差不多 俩人的三观挺像的 姐姐 小宝想去玩 小宝突然挤到俩人中间 看着他们 乌溜溜的大眼睛 不停地转着 这个简单 等年底 爹爹去巡视产业的时候 就可以带着小宝 跟娘亲一起去了 没跟太爷爷玩了 太爷爷跟太爷聊天 太无聊了 小宝嘟囔着说 王锦和伸手揉了揉小宝的脑袋 所以就来找我们了 小宝点了一下头 爹爹说的地方都好好玩 我想去 确实肯定会带你去的 毕竟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这是什么意思 小宝茫然地问道 意思就是 读书多了之后 也要四处去看看 外面有很多书本上 不会教的知识 还有很多书本上的知识 需要小宝去验证 是不是真的 那爹爹以后 你去外面巡视产业 我跟娘亲 能陪你一起去吗 小宝期待地看着苏宇 王锦和无奈地看着小宝 这小家伙自己想去就算了 竟然还把他也一起算进去了 他伸出手揉了揉小宝的脑袋 你这小东西 怎么把我也带上了 我也想让娘亲一起去 只有我跟爹爹一起去 这多没意思呀 苏宇非常赞同地点头 小宝说得对 要去自然要一家人一起去 我到时候要忙 估计没时间 小宝大落着脑袋 那可怜巴巴的样子 让王锦和头疼不已 这小家伙 你这小东西 你爹是去做事的 我们去干什么 我们去玩 小宝说起话来理直气壮 这理直气壮的样子 把王锦和给气笑了 你倒是敢说 娘亲好不好吗 你都这样说了 我说不好能行吗 小宝认真地想了想 果断地摇头 那肯定不行 到时候 如果娘亲这边事情都做好了 就能带你一起去 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没事先过去 好业 娘亲答应了 小宝不停地拍手 王锦和一脸无语地看着小宝 他什么时候答应了 小宝还真会偷换概念 苏语看着母子二人这么一样 觉得自己日后的日子 一定会过得很开心 有这样一对活宝在身边 想不开心都不行 苏语回来之后 小宝每天的笑声多了 也不愿意出去 跟那些人玩了 每天都是跟在苏语身边 上午跟着习武认字 下午俩人就变成了一个年龄 苏语带着小宝到处去玩 终于到了两人定亲的前一天 终于到了两人定亲的前一天 他们就等着小和明天被人抛弃呢 明天他们要去看笑话 他们明天去看笑话 你等着看着他们的脸被人打肿吧 哦 你就那么自信 按照苏语对小宝和小和的重视 这定亲里苏语绝对会打做文章 他们不去还好 只要是去了 你信不信他们回来之后会得红眼病 如果真是这样那才好呢 让这些人知道什么叫差距 所以啊 你明天且看着 那我就看着了 同时苏语也在跟元宝他们说这件事 少爷放心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 村里的那些人明天也会来看 想来看少夫人的笑话 少爷是否要警告一下 哼 不用 他们就是见不得小和过得好 明天就让他们看看小和过得有多好 少爷 你忧着点 不要太欺负人了 不过就少爷准备的那些东西 等明天拿出来 那些人估计会极度到发疯 第二天 苏语一早就跟元宝去了黄旗那边 他准备的东西全都放到黄旗那里 少爷 这还是属下第一次看到你那么着急 毕竟这才什么时候你就过来了 你也太着急了 你又没媳妇 你不懂 黄旗伸手指着自己 他突然很理解其他人的想法了 他们能不能合伙把少爷给揍一段 黄旗 你就别想了 少爷你能打得过 你在开玩笑吗 他们都不是少爷的对手 要知道少爷可是尽得他外祖的真传 东西呢 我去看看 少爷 我们做事 你放心 苏语嗡了一声 跟着黄旗过去看 后院放了一地的箱子 黄旗跟元宝把箱子全部打开 苏语走到放头面的箱子面前 眉头微微皱着 你们这准备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少爷怎么了 这些手是那么丑 这跟小河根本就不搭 少爷 这些都是给别人看的 太过贵重 到时候可以给姑夫人跟老太太带 他们带着就合适了 比少夫人的在这边 元宝打开边上的箱子说 苏语看着边上箱子中的东西 这才满意地点头 这还差不多 把东西都一一看过之后 苏语满意地点头 骗金呢 在这里 我们按照少爷的意思 准备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两黄金 苏语一看更加满意了 嗯 很好 小玉去什么地方了 带着元宝去镇上了 他说骗里都在黄旗那边 等时间差不多了 他会带着一起过来 小玉可真是 不管他 他高兴就好 不过爷爷 你们做好心里准备 这家伙肯定会闹出大动静来 动静越大越好 这才让人不敢再多出你一句 王锦和噎了一下 看着苏西心中顿时明白了 苏语之后要做什么 估计都是苏西跟他说的 指不定还在背后出了不少主意 爷爷 真的不用 王锦和干巴巴地说 怎么不用了 就是要让人好好看看 你对我们小玉而言 到底有多重要 而你也是他们永远也碰不到的存在 苏西想得很简单 既然那些人不想要脸 那就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就是了 王家人听着苏西的话 心中松了口气 老苏说得对 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人 再也无法小看王锦和 很快 王家门口逐渐站着人 谢奎跟荣氏过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在这里眼中带着讽刺 看热闹 大柜 恭喜了 谢奎走进去把礼物放下才说 村长 你来就来了 怎么还那么客气 今天是好日子 王大柜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笑了起来 村长说得对 今天确实是好日子 女儿的好日子 等了大概一个时辰 人还没来 外面的人就开始蠢蠢异动了 这人怎么还没来 不会是不来了吧 对呀 这要是真的不来了 那就丢人了 丢人了也是活该 能怪谁呀 怪他们自己想攀高枝 之前有人来提亲 他们家还拿桥 现在就是活该 谢康带着妻子过来的时候 就听到他们说这些话 顿时有些不满 这才什么时候 你们怎么就那么着急 就是 四十都还未到 着什么急 自己来早了 还怪人家不来 这是什么道理 看热闹也是要有耐心的 没这个耐心 你们来看什么 还是赶紧回去吧 只怕有的人等会儿 得了红眼病 你们快看那边 江士下意识地转头看过去 当看到骑着马而来的人时 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 江士眼中带着不敢相信 这怎么可能 苏玉过来看到这些人 只是一眼就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看了这群人一眼 苏玉带着人到门口 看着后面 九辆马车拉着的东西时 江士眼中的肚恨 那样的明显 那么多东西 这王家这是发了吧 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 竟然让人 带着这么多东西来求取 谁知道这里面 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就是 可别是一些破烂 那才是真的 笑死个人呢 谁说不是呢 屋里的人听到外面的声音 知道苏玉来了 纷纷走出来看 当他们看到苏玉 带着那么多的东西 过来的时候 彻底的傻眼了 那么多啊 所有的人都看着王锦和 后者被他们看得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也不知道他 都准备了些什么东西 王锦和表示自己 也很无辜 他什么都不知道 在几人说说话的时候 苏玉从马上翻山下来 边上的官媒走过来 对着王锦和 就是一顿夸 听着王锦和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一些场面话之后 就是过礼 当看到那一连串的好东西 不停被端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傻了 首饰 素雅的 华贵的 瓷器 一看就花钱的 布匹 有钱也买不到的 酒水 一打开 就能十里飘香的 就连大雁 人家是一对 他竟然是九对 以为 长长久久 别人买珍珠 一颗一颗的 苏玉买珍珠 一香一香的 当看到那些珍珠的时候 王锦和突然想到 苏玉曾经问过他 用什么保养皮肤效果好 他说 珍珠 盯着那几箱子珍珠 王锦和突然 嘴角抽搐了一下 这家伙 不会当真了吧 这得多少钱呀 这家伙 也太白价了吧 看着那一样样 拿出来的东西 王锦和表示 心脏不好的人 可能都无法承受得住 你这小子 是想吓死我们吗 那么多东西 真的要把人给吓死了 这要给他们 那是几辈子都花不完的 苏玉倒是一点也不介意 我还有不少东西在京城 不然也不至于 只有这么一点 持有 你这小子 还想给小和多少东西呀 苏玉认真地说道 十里红庄 所有人就这么看着苏玉 十里红庄这样的话 都能说出口 他们真的好想打人 也好嫉妒 这可怎么办 小玉啊 你告诉我们 你准备这些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啊 我为什么要考虑别人 行 你还 这话你都能说得出口 谢奎觉得他们直接被无视了 这小子 心里就只有小和一个人 倒是边上的小宝 不停地鼓掌 爹爹最棒 苏玉伸手把小宝抱起来 眼中带着笑容 小宝真管 走 爹爹也给你准备了好东西 王锦和皱着眉头看苏玉 你给小宝的东西 已经够多了 你又给小宝准备了什么 没什么 就是一些笔墨指研之类的 不过是稍微好一些 苏玉笑着说 除了这些 他是真的什么都没准备了 王锦和看着苏玉这样子 反倒是有些不相信了 这是怎么回事 伸手捏着苏玉的耳朵 王锦和严肃地说 我可跟你说 之前 你给小宝的东西 已经够多了 你不要再给他这些了 听见没 如果是书本的话 他不说什么 但是玩具已经太多了 小宝只有一双手 也玩不了那么多 苏玉笑着点头 好 王锦和见他答应得快 这才让他带着小宝去看东西 爹爹 如果娘亲看到这些东西 会不会生气呀 这不是有笔墨纸燕吗 还有不少书籍 剩下的才是给小宝玩的 我们也没有一直都在玩 你说是不是 小宝歪头看着苏玉 爹爹说的好像也对 可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呀 爹爹 我觉得你是在忽悠娘亲 你喜不喜欢 喜欢 你喜欢就行 至于别的不用管 到时候你娘亲要是生气了 还有爹爹在呢 王锦和站在苏玉身后 听到苏玉的话 鹅角青筋直冒 小宝看到王锦和 伸手戳了戳苏玉的肩膀 小宝看看 你想玩哪个 我们等会儿一起去玩 苏玉没有反应过来 继续说 小宝看着苏玉 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该直接告诉爹爹 娘亲就在身后呢 还是该直接离开 爹爹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你想跟我说什么 娘亲在你后面 苏玉转头就看到王锦和 双手还胸 似笑非笑地站在那里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苏玉 你还知道 跟我扬风阴违了是吧 这不是都准备好了 这次真没多少 其他的都是一些笔墨纸页 还有一些书本 你看 下面果然都是启蒙的书本 还有笔墨纸页 看看你这样子 你到底什么地方 像是一个当地的人了 看我跟小宝这里 你也该知道了吧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我也没开玩笑 我跟小宝长得那么像 一看就应该知道 我跟小宝是父子关系吧 王锦和一脸惆怅地看着苏玉 这家伙 难道没发现 就他这性格 说是小宝的哥哥 估计都有人相信 你这爱玩的性格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跟儿子玩 那肯定得这样 你说是不是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小宝怎么可能 跟我关心那么好 小宝 你说是不是 我喜欢姐姐跟我玩 小宝都这样说了 他也就只能认命了 无奈地点点头 王锦和叹了口气 行 你们两个在这里 相亲相爱吧 我去做饭吃 好 小宝看着离开的王锦和 眼中是满满的好奇 姐姐 你说娘亲有没有生气呀 苏玉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才开口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 你娘亲可没那么小气 他知道王锦和只有不希望小宝 因为这些东西玩得太过 玩物丧志这种事情 绝对不会发生在他们小宝身上的 以后小宝读书的时候 可要更认真才可 这样 娘亲就不会说什么了 你说是不是 姐姐说得对 我学习之后再玩 苏玉重重地亲了小宝一下 小宝可真乖 两人一起把书本放到书架上 又把笔墨纸燕放到桌上 箭边上还有个柜子 苏玉把宣纸全都放进去 你娘给你准备的这个书桌还真不错 什么东西都能够直接放着 嗯 娘亲可厉害了 爹爹你都没有娘亲厉害 小宝一脸嘚瑟地说 是吗 娘亲会做好多东西 都是你不会的 没关系 我会吃你娘错的东西就行了 小宝被苏玉逗得不停地想 看着掌鳄鱼 小宝有些不开心地说 爹爹你说 哥哥还会回来吗 他会不会走了就不回来了呀 爹爹 怎么了 小宝迟疑了很久才鼓起勇气说 爹爹你能找到哥哥吗 可不可以帮我给哥哥送信 我想问问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好 你写好 我让袁宝给你送去 小宝一听 开心得不行 谢谢爹爹 小宝拿着纸笔 开始给张志琳写信 看着儿子这认真的样子 苏玉突然觉得有点酸 还有点嫉妒 他回京城的时候 小宝可没说给他写信 现在竟然给张志琳那小子写信 爹爹你怎么了 小宝 爹爹回京城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着给我写信啊 苏玉终究还是没忍住问出来 小宝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我以前认字不多 苏玉嘴角抽搐地看着小宝 这个借口让他无法反驳 现在的小宝确实认字多了一些 会写的也多了 爹爹你说 等哥哥回来的时候 我会不会比他厉害 哦 小宝想比哥哥厉害 有 既然是小宝想要的 那爹爹一定会帮小宝完成 这点小宝不用担心 谢谢姐姐 小宝的姐姐是最最最好的姐姐 哎呦 我们小宝今天的嘴巴怎么那么甜啊 是不是吃了什么好吃的 没有吃 小宝摇摇头 他就吃了两块点心 苏玉伸手揉了揉小宝的小脑袋 好了 你赶紧写信吧 我去厨房看看你娘 好 苏玉过去的时候只有王锦和一个人在 苏玉坐在灶台前面帮王锦和烧火 怎么没跟小宝玩了 小宝在给张志玲写信 看到我心赌 你这是连一个五岁的小孩子都吃醋呀 我去京城的时候也没见小宝给我写信 张志玲那小东西才做多长时间 小宝就心心念念的 你知道他们去哪了吗 大概是回京城了 顾老想教导张志玲 肯定会把人给带走 而且张志玲可能短时间里是不能回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小宝想跟他一起玩的心愿就落空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 现在张志玲已经没事了 顾老肯定会全方位的培养张志玲 毕竟张志玲是公认的神头 顾老想让他接班的话 就必须要认真又严格的去要求张志玲 他想回来 估计得两三年的时间 至少把基础打好之后 顾老才会放人 在这之前估计没什么机会 顾老是个什么样的人 苏欲清楚 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最后是白等 干等 我看你说了那么多 还是为了你自己 现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家就只有你一个女儿 你上我书罪是可以的 毕竟我还有一个哥哥 家里的东西是有人继承的 但是你还有庆语这个哥哥 你有哥哥了 那我肯定是不入坠的 看着苏欲这样子 王锦和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很开心 他们就应该是这样 大家所有事情都直接说出来 而不是你算计我 我算计你的 这样充满算计的日子 说实话他一点也不想过 我这样说 你是不是不高兴了 我为什么不高兴 你这样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跟我说 我很高兴啊 再说了 这样本来就是对的 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们商量着做 这样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吵 就跟我爹娘一样 我爹有什么事情 不管我娘是不是能帮得上忙 他都会全部都告诉我娘 我娘知道他做什么 之后就算是 有人跑到面前来挑拨 也挑拨不了我们的关系 我这样说 你明白吧 我又不傻 怎么可能不明白 我也觉得这样做挺好的 跟你说的一样 确实可以避免很多事 放心 之后我要有什么事 一定会先告诉你 说完之后 苏玉看着王锦和认真地问 那我之后 是不是可以买提借房子了 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慢一点的还是小一点的 都行 唉 小和 你这也太好养了 想给你花点钱都花不出去 你今天花的钱还不够多吗 这都一两百万两银子了吧 这样说拿出来就拿出来 这要是让人知道了 谁不会说一句败家字 苏玉义正言辞地摇头 这个是不算的 那什么才算 之后给你个人子花钱 这才算 你什么要求都没有 你这让我很难下手啊 万一不合你心意怎么办 你这嘴皮子 可真够利索的 我竟然还说不过你 这就对了 两人一边聊天 一边做饭 很快饭菜就好了 爹娘 可以吃饭了 苏玉出去喊人 外面的人听到之后 摆桌子的摆桌子 过来端菜的端菜 荣氏看着王锦和笑着说 荣氏说完自己 都忍不住笑去 你这小子 坐小和那边干什么 赶紧过来 我们一起喝酒 王锦和伸手 拉着苏玉的手 先吃点菜再喝 不要空腹喝酒 好 见苏玉听了自己的话 王锦和这才满意的笑了 松开苏玉 让他过去喝酒 至于王锦和 跟着村里的婶子在聊天 小宝吃了饭 就跑到苏玉身边去 苏玉伸手把人给抱起来 搂在了怀里 小宝吃了没 嗯 吃饱了 见小宝是吃饱的 苏玉一边吃 一边跟人喝酒 偶尔什么小宝喜欢吃 又会再喂他吃一点 坐在苏玉怀里 小宝没多一会儿就睡着了 小宝 小宝睡着了 你把人放回屋里去 好 康叔 你们一下喝 我帮小宝去睡觉 你去吧 看着苏玉抱着小宝离开 谢康忍不住感慨地说 哎呀 小宝 小宝跟苏玉父子俩的感情 还真好啊 自从这次小宝回来之后 小宝每天晚上都要跟着小宝睡 不然就不乐意 这样挺好的 我看苏玉对小宝 也是好的没话说 当眼珠子一样宠着护着 也就只有教小宝席闻练舞的时候 小宝能严肃一点 其他时候可没这么严厉 嗯 这才是当爹的人该有的样子 苏玉出来之后 所有人对着他又是一顿叮嘱 其中也不乏有刁难的意思 结果苏玉这个大少爷 竟然一点也不在意 苏玉看着他们 这不好意思刁难人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走南闯北的 什么事情没见过 对待媳妇的娘家人 他说什么都是错的 只有不停地点头答应 这才是对的 看看现在这样 不是正好吗 一直喝到下午才算晚 喝醉的人 都被自己的媳妇给送回去 而苏玉脸色通红 一点醉胎都没有 王锦和坐在苏玉身边 一脸惊讶地问 苏玉你还好吧 还好 不是很难受 你这是喝了多少呀 你这一点醉胎都没有的人 反倒 醉得那么严重 是你们家这边的人 太能喝了 我看你 还没醉糊涂 还知道 是怎么回事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 这孩子喝醉 第一次 对 他手中生意多 应酬也多 经常跟人喝酒 但 但就是没喝醉过 用小姨的话来说就是 他想喝醉就能喝醉 他要是不想喝醉的话 那就一点都不会醉 孙子今天是开心了吧 不然也不会放任自己在这里喝醉 这里也让孙子觉得放心又安全 这才能放心的醉倒在这里 三天后 原封收到闪电送了信 看了外面的信之后 原封皱着眉头 怎么了 原急走过来 奇怪的问 怎么看了信 整个人都变了 原封把原宝写的信 给原急看 原急看了之后 皱着眉头 帮小少爷送信是可以 不过张智霖现在 那我们要告诉少爷吗 如果让小少爷知道的话 一定会不高兴的 给少爷说一声 问问少爷的意见吧 好 我们要去送信吗 去 原封拿着小宝的信 去了顾家 过去的时候 张智霖正在受罚 看到这样一幕 原封的眉头皱着 尤其是看到张智霖 那面无表情的样子 顾静站在边上 看着自己的儿子受罚 着急地说 爹 我知道你想培养小智 成为继承人 可你这样 跟那些人有什么区别 顾静实在是受不了了 自从回来之后 他爹就开始培养小智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休息之余 小智还能抱着小恐龙 跟糖果玩 他也还有些笑容 可自从小智展现出来的 天赋越好 他爹对小智的要求就越高 他是不是忘记了 现在的小智 还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值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这也是为了小智好 顾老爷子什么都好 就是在教导学生的时候 十分顽固 爹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也知道 按照你铺的路来走 小智日后肯定能成为高官 可你现在教的东西 是小智能学的吗 这是十岁以后才学的 爹 你不能因为小智有点天赋 你就忽略他才五岁的事实啊 顾静走过去 张志林抬头看着顾氏 眼中的空洞 毫无灵气 吓到了顾静 小智 你跟娘说说话 顾老爷子眉头一皱 他走了过来 看到小智眼中的空洞之后 也吓到了 小智 你怎么了 你跟外祖说说话 看了他好一会儿之后 才冷淡地开口 我没有外祖 小智 你在说什么呢 你怎么能说你没有外祖的 我不就是你的外祖吗 张琴伸手把小智抱起来 心疼地看着儿子 学父 小智回来才两个月 这两个月中 他每天学多少东西 两个月 把他未来五年要学的东西 全都给学完了 你知道他才五岁吗 你知道你这样的教学 他根本无法承受吗 现在小智又变回了这个样子 你高兴了吗 张琴 我不否认岳父是帝师 是老太傅 你非常的厉害 可你当初教导皇子的时候 也是这样做的吗 顾老爷子看着张琴 皱着眉头说 我这都是为了小智好 我只是想让他能够更快地变强 爹你说什么 你教导小智的时候 可不是那么说的 他只有超越了苏玉 成为年纪最小的举人之后 才有资格继承我所有的一切 只有这样才能继承我的衣博 小智有这个天赋 整个家里除了他 没有任何人能做到 他是疼爱这个外孙没错 之前孩子出事 他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跟我们去看小智的目的 不完全是因为担心小智 也不是因为多想小智 你的目的 只是为了去看小智 是不是真的好了 我说的对不对 爹 小智是你的外孙 亲外孙 正因为小智是我的亲外孙 我才会这样培养他 如果不是他的亲外孙 他看都不会看一眼 爹你这样做真的太过分了 行了 人没事 那就继续 我看谁敢上 小智是我唯一的儿子 你想把我儿子毁掉 我还能放任你这样做不成 爹 我真的后悔带着小智 跟你一起回来 如果我们没有回来 小智现在还开开心心的 跟着小宝玩呢 张智林在听到小宝这两个字的时候 眼中多了一些光彩 你是什么人 我是来帮我们小少爷送信的 这是小少爷给张少爷的信 小少爷 你们小少爷是谁 小宝 一听到小宝的信 张智林连忙伸手去拿 打开信件看得起来 看完之后 小智眼中终于多了笑容 张琴夫妻俩看到小智这个样子 他们非常明白 只有让儿子一直跟小宝待在一起 儿子才能真正的好起来 而小宝就是儿子的救赎 小智 娘亲带你回家 这京城 我们日后再也不来了 张家有虎视眈眈的婆婆 顾家又想把儿子当成工具的父亲 这一切的一切 对顾静来说 都是打击 顾静 你今天若离开了 你就不是我的女儿 顾静抱着小智的手 迟疑了一下 随后带着小智 跟张琴一起离开 真的不后悔 出了顾家门之后 张琴看着顾静 开口问 小智是我的命 他明明是知道的 他这样做 就是想要我的命 顾静哭着说 如果顾老爷子 是按照正常的方式 来培养孩子 他一句话也不会说 可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必须十四岁 甚至更早之前超越苏玉 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告诉小宝吗 不用 既然人家都已经回来了 他们到这边之后 肯定回来找小宝 到时候让小宝高兴一下 我们就不要说了 那行 对了 我想建一个作坊 王锦和想到自己 来找苏玉的原因 迟疑了一下 才开口跟他商量 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作坊 酿酒的 他想试试 看用灵泉水酿酒 味道是不是更好一些 现在水果还不算多 你酱好也暂时用不上吧 谁说我就一定酱果酒了 白酒我也会啊 还有一米酒 高端酒之类的 我都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倒是可以尝试 你这边可以开始 到时候酒好 我让我朋友过来买 苏玉考虑了一下 最后还是发现 这样做是最划算的 小盒卖酒赚一笔钱 自己分成 还能得一笔 你是不是又在算计你朋友了 知道是没有 只是觉得让他来的话 按酒的质量来定家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拿两份钱了 这样不好吗 跟你做朋友 其实挺困难的 要帮你挣钱 还要十颗房纸 被你给坑了 朋友不就是用来坑的吗 冲着苏玉竖起了大拇指 我之后去找尊长大叔一趟 我想去问问 葫芦村那边 有没有什么不错的人 到时候 可能会从那边 找人来做饭干活 嗯 为何 我们家的宅基地 其实可以说是葫芦村的 并不属于谢家村 当初我名声不是很好 人家愿意 卖地给我们建房子 人也挺好的 既然这样 那些不错的人 能帮的 我们就帮一下 不能 谢家村的人能喝汤 他们什么也没有吧 好 到时候 让村长带着我们 去走一趟吧 正好我们再把这周围的地 也一起给买下来 这样一来 我们想再建房子 还是想建作坊 都是可以的 至于作坊 肯定不能建在 谢家村的地界里 省得到时候这些人 就有话能说了 苏宇对谢家村 有的人真的很烦 明明都是一个村的 怎么有的人那么好 有的人又那么让人恶心 王锦和笑而不语 人生百态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唉 希望葫芦村的人 会好相处一些吧 王锦和感慨地说 村长大叔在家吗 我们来找他有事 我 我爹去外面了 我娘在菜地里 还有一会儿才能回来 谢婉婉尴尬地说 苏宇看着王锦和 又看到谢婉婉 总觉得这两个人之间 肯定发生了什么 你们两个认识啊 以前也在村子里生活 肯定是认识的 这丫头明明知道 她想问的是什么 王锦和我 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自从她娘给她定亲之后 她就想了很多 也放下自己的感情 从旁观的角度 去了解了吴欣林一家 想通之后 谢婉婉就放下了心中的感情 安心地开始准备嫁着 可这中间 她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王锦和 她差点把人给害死了 现在看到她 有些害怕 也有些不敢去面对王锦和 在这里说 王锦和看着她这紧张的样子 稍微一想就知道 她想说什么 去 去我房间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要是不说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我 对不起 你说什么 之前推你下河 真的很对不起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 只要你说 我都会满足你 你的道歉我收到了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事了 那我就先出去了 她是接受了谢婉婉的道歉 没错 但她不能原谅 因为 她没有资格替香硝玉蕴的原身 去原谅谢婉婉 谢婉婉看着王锦和离开的背影 眼中带着非常明显的懊恼 她跟你说什么 没什么 都过去了 既然你说没事 那我就不问了 在村长家等了一会儿 谢魁才回来 你们怎么来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村长 我想建一个酒房 请在葫芦村买点地 还有 就是等我的酒房建起来之后 想让葫芦村的人 一起过来帮忙 你们看这样行吗 行 这怎么不行呢 你们能有这个心已经很好了 我们也很感激你们 谢魁看着王锦和感激的说 王锦和看着谢魁 看来谢魁跟葫芦村的人 关系很好 小和 大树替葫芦村的百姓 谢谢你了 他们在村子种果子 可果子不算好卖 每年收成也不是很多 要是你是酒房 能带着他们一起挣钱 这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苏宇跟王锦和对视一眼 还有果子 有的 这样 那我们过去看看 它有些什么水果 如果果子不错的话 我们倒是可以给买了 真的吗 真的 正好我们也需要一批果子 不过 这果子一定要好 不好的 我们肯定不会收 这个你们完全可以放兮 这果子肯定都是最好的 我们村的人都很会种果子 那行 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谢魁带着俩人去葫芦村 走了将近半个时辰才到地方 小和 地方到了 就在前面 一进葫芦村 给王锦和的感觉 就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 穷 这葫芦村是真的非常穷 我现在带你们去找老胡 狐狸 你再加没啊 很快从屋里走出来 一个跟谢魁看上去 年纪差不多的人 谢魁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来找你肯定是有事情 就是小和 他想继续在你们村子里买地 就是去年买的那里 就要附近的 谢魁先说了买地的事情 这个可以 三两银子一亩地 你们要买多少 狐狸看着苏芸二人问 我们家附近有多少空地 我们就买多少 对 有多少 我们就买多少 那没零零总总 还有三十亩地 你们 真的要 又不能种粮食 你们买了会吃亏 狐狸看着二人 打算劝一下 我们不是用来种粮食的 不是用来种粮食的 那就好 我可以卖给你们 苏芸拿出一百两银子 递给狐狸 剩下的 就给村长买酒喝 不行 这也太多了 你去县衙 还要打点一下 这样一来 剩下的也就不多 收下吧 这小子就不是个缺钱的主 你帮他花点 省得他有钱没煮花 有你们这样说话的吗 狐狸被谢奎给气笑了 人家就算有钱 那也是人家的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村里的果子 今年怎么样 今年果子结得好 可没人要啊 不说这个还好 一说到这个 村长心中就忍不住发愁 这村子里还有那么多果子 他可怎么办呢 果子卖不出去 村里的百姓收入就成问题了 今年一年也不知道该怎么过才好 越想狐狸就越是发愁 带我们去看看吧 苏芸看着村长开口说 狐狸错愕地看着苏芸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呢 还不赶紧带苏芸过去看看 来的时候他就说了 你们这里的果子要是好的话 他们可以都给收了 这 这是真的吗 这不会是在跟他开玩笑吧 伸手给了狐狸一下 谢奎没好气地说 这不是真的 还能是假的吗 不过话我可先说在这里 好的我们会要 价格也不会低了 如果是不算太好的 之后如果价格低的话 你们也不要有意见 最重要的是 好的就是好的 不要好坏都混在一起 这让苏芸他们拿去该怎么卖 谢奎是中间人 苏芸他们不方便说的话 他全都给说了 这是当然的 只要是我们村里卖出去的果子 肯定不会给坏的 坏的我们留着自己吃 你们先等我一会儿 我去通知村里的人 胡林说完就跑了 脚步轻便的样子 让谢奎忍不住有些好笑 这个老小子 你们看他这样 村长 这都是能理解的 毕竟是为了村里的人 王锦和对胡林的举动 不但没有不高兴 反而还觉得应该的 王锦和看着俗语 如果小宝知道 我们今天过来看果子 他肯定会不高兴的 没事 今天看了果子 明天摘的时候 可以带小宝一起来 我就是这样随便一说 不管认真的还是随意的 明天过来摘果子 我们都带着小宝来 他肯定没看过人 一下摘那么多果子 好 没多一会儿功夫 胡林就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村里的百姓 看到穿着华贵的 苏语二人之后 脸上带着期盼 又有些忐忑 真的能要他们的果子吗 你们都种了些什么 大枣 桃子 蜜子 苹果 还有石榴 你们种的还挺多 现在熟的果子 应该是大枣 跟桃子吧 对 那我们先去看看这两样 苏语跟着王锦和一起走 对于这个 还是他比较了解 到了果园之后 王锦和没想到 竟然是大红枣 今天回去之后 你让人去叫黄奇过来 这些枣子可以要用 王锦和一边说 一边伸手把树上的果子 给摘下来尝尝味道 尝过味道之后 王锦和有些惊讶 这些枣子不错呀 可以买 王锦过来 看到 也会很高兴的 行 我等会儿让袁绪 去叫人民天一早过来 一个老伯 愁愁地走出来 看着王锦和 期待地问 姑娘 你 你们能去看看 我们家的枣子吗 当然可以 王锦和跟着老伯过去 看着树上的果子 都还是绿中泛黄的颜色 这是还没熟吗 狐林摇头 也不知道 李伯家的枣子是怎么回事 全是酸的 以往根本就没人要 李伯的脸上带着沧桑 他家里就指着这些枣子 谁知道竟然是酸的 王锦和摘了一个肠味道 入口的酸 让他直接吐了出来 好酸啊 李伯看着王锦和 眼中带着失望 果然还是不行吗 这个还是得黄奇过来看 为何 酸枣也是可以要用的 而且是越酸越好 我不太懂这个酸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需要他过来看看 有可能这酸枣的价格 会比红枣还要贵一些 毕竟红枣好买 酸枣却很少 这是真的吗 我们家的枣子真的能卖出去 真的 不过具体的价格 要等我们的人 明天过来尝过这味道之后 才能跟你说 好好 多谢姑娘 多谢姑娘 我们没有碎银子 没办法提前给你们订金 但是我可以保证 明天一早 我们肯定会带着人过来 我们是谢家村的人 这是我们村长 你们应该都认识 谢奎这个时候自然地站出来 担保地说 你们完全可以放心 我可以跟你们当担保人 明天如果不来 你们可以去谢家村找我 我们都相信你们 我们都相信你们 他们能来买自己的果子 已经很好了 爹爹 你跟娘亲怎么住去了那么长时间呀 我都想你们了 爹爹跟娘亲今天去隔壁村看果子 明天带你一起摘果子去 你想不想去啊 想去 那明天我们一起去 好 王老太太听到苏语 说去隔壁村子看果子 抬头问他 是葫芦村的果子吗 你们打算收他们的果子 王老太太惊讶地看着俩人 我跟小何今天都尝过味道 味道很好 买回去的话 我们赚不亏 是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倒是可以的 能帮就帮一下 葫芦村的日子 确实不好过 王老太太感慨地说 每年都能听到人说 葫芦村因为果子卖不出去 而闹饥荒 今年有苏语他们把果子给买了 应该就不会了吧 晚上元宝回来的时候 还兑换了一些铜板 一些碎银子 看着箱子里的铜板 小宝惊讶地说 哇 好多铜板呀 对啊 确实有很多铜板 小宝喜不喜欢铜板 不喜欢铜板 我喜欢金子 闪亮亮的 苏西从瓜地溜达回来 就听到小宝说喜欢金子 你们又在给小宝 关出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们什么都没做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 小宝 太爷爷跟你说啊 当官才好 咱们以后好好读书 当官好不好 我不要 我喜欢金子 我要跟爹爹一样挣好多的金子 你 你怎么就喜欢金子呢 你不是喜欢读书吗 我喜欢读书 可我更喜欢金子 姐爷 你看着我干什么 你说 小宝就怎么遗传到你爱闲这点了 就不能只遗传你会读书吗 我不要 我要跟我爹爹一样 要比我爹爹更厉害 你看看你 都给小宝教坏了 子随父而已 这不是应该的吗 姐爷 你就别生气了 以后我跟小赫肯定不止小宝一个儿子 要是再有一个上台去好好读书不就行了吗 如果你们的老二不愿意读书呢 这多简单的事啊 你可以催我哥成亲 毕竟我哥都二十多岁的人了 都还没媳妇 你说是不是太丢人了 你说得对 我在你这边待一段时间之后就回去 都二十六七的人了 连个媳妇都没有 这像话吗 姐爷说得对 一点都不像话 姐姐还好好的说说我哥 谁已经来了 我看到马车了 来了来了 我们都看到马车了 王锦和抱着昏昏欲睡的小宝 从马车上下来 看着黄岐走过来 李伯 你先带黄岐去看看你家的酸枣 李伯带着人去自家的园子 我们先摘桃子 等黄岐过来看过枣子的质量之后 加定价格 元宝 你一直负责这些 你来给价格 是 去了第一家的地里 元宝看到大桃子的时候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在果园里转了一圈之后说 通常的桃子都是七文钱一斤 这是最高的价格 这个可以给九文钱一斤 多谢 不用客气 吃你们这儿的果子比较好 所以我才能给出这个价格 你们都是种果子的 知道该怎么摘 我们只要熟的 还没熟的就放在树上再长长 现在摘下来我肯定也会把果子给你们挑出来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 我们都是知道的 也都是摘了很多年果子的 行 那就可以只摘 小心一点 不要给撞坏了 王锦和看着元宝这认真公事公办的样子 忍不住好笑 别说 元宝这个样子还真的能唬人 不是唬人 而是元宝在做事的时候都是那么认真的 苏语被王锦和这唬人的言论给直接逗笑了 哪有这样说话的 这样也挺好的 每一筐果子元宝都会看一下 看到里面的果子都很好之后才满意的点头 非常好 摘一筐就有人来撑一筐 元宝记账的时候主人家就在边上 摘了两个时辰 这个元宝的果子这才摘完 一共是2497斤 你来核对一下 我不识字 但是我相信你 你肯定不会坑我们这点东西 2497斤果子 九文钱一斤 一共是22两473文 你算一下 对不对 对的 这里是22两 这里是铜板 你数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在这名字上面盖个手印 摁上手印之后 园主拿着银子喜极而泣 他园子里的果子才摘了三分之一 还能再摘两次 他还能卖不少钱 真是太好了 去下一家 我们车不多 一天只能摘三家人的 不过大家放心 所有的果子我们都会全部摘完 只是早晚的问题 不用担心 小宝 我们该走了 果子已经摘完了 来了 小宝跑到苏玉身边 把手放到苏玉跟前 姐姐手痒痒的 桃子上面有毛肯定痒 等会儿出去 我带你去洗洗手就不痒了 好 苏玉带着小宝去小席边上洗手 姐姐你快来看 这是什么呀 用用的还会动 这是乌龟 姐姐 我可以养它吗 小宝看着苏玉眼巴巴的问 能养 那它吃什么呢 白菜应该可以吃 还有肉 还有果子也吃 回去之后问问你娘亲 就知道能吃什么了 那我们赶紧走 慢点 小心摔倒了 娘亲 你看 我捡到的小乌龟 小宝 能先等娘亲一下吗 娘亲要先把钱给这个爷爷 之后 咱们看小宝的乌龟 小宝见王锦和要忙 乖乖地站在边上 小宝 是在哪儿捡到的 那边的小溪里 他爬 我就给他抓起来了 姐姐都没看到 就我看到了 那么快呀 娘亲 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 不想玩了吗 我肚子饿了 那我们先回去吃饭 吃过饭再来 小姑娘 我家做了饭 你们一起去吃 大叔 不用了 我们回去吃也可以的 姑娘 我们饭菜都做好了 一起去吃了吧 你们下午还要摘果子呢 是啊 我们也没什么能报答你们的 就只能请你们吃一顿饭了 盛情难却之下 王锦和他们只能去村长家里吃饭 吃过饭 简单地休息了一会儿 小宝就有些困了 监旭 你帮小宝去马车上水 你在那边守着 是 我 袁旭叔叔 听着小宝这软弱的声音 袁旭觉得自己一颗心都要化了 小少爷 我带你去睡觉 好 小宝故弄着应了一声 小宝睡觉之后 苏宇跟王锦和一起帮袁宝 这倒是让速度快了不少 第一天虽然只买了三家人的果子 但葫芦村的人彻底心安 只因这三家每家人每天卖果子的钱都超过了二十两 这比他们前几年卖果子的钱都还多 而价格最贵的还属李伯家里 李伯家的酸枣非常好 黄旗给了三十文钱一斤的高价 只是产量没中逃的人那么多 虽比别人少了十多两银子 但李伯也十分满足 先令 你可真会给人家找麻烦 怎么能叫给人家找麻烦呢 我这也不是没办法嘛 你也知道 这两个村年年都是我跟知府大人的心头大患 今年有了你们葫芦村 终于能够成为副村了 可是林村 因为村长带头能力不行 所有的原子弄成那样 要是不让狐林帮着一点 林村的百姓可怎么办 他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选 也不至于让狐林来管林村的事情 算了 我之后跟他们好好地说一下吧 他们愿意听就听 不愿意听就算了 你这样想就对了 下午摘果子的时候 林村的人都过来了 看到县令也在 所有人连忙跪在地上 参见大人 都起来吧 今天叫你们过来呢 是为了说一件事 你们林村的村长林志 昨天晚上带着童油想烧毁葫芦村的果园 现在已经被抓到大牢里去了 你们村子现在没有村长 本官决定 让你们村子跟葫芦村合并 日后你们的村长就是狐林 你们有没有意见 我们没意见 我们没意见 很好 既然这样 我这里先跟你们说一声 你们村子跟葫芦村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你们心里有数 这些年 林志也没有给你们起到好的带头作用 导致你们村的人都是有些懒惰了 本来狐林是不想接林村的 也是本官好书逮说 他才答应到你们的村长 让林村合并到葫芦村来 大人你放心 我们会好好听狐林村长的 唉 你们的果树都坏了 之后我给你们去看看吧 该养树就先把树给养回来 好 谢谢村长 林村的人都有些不好意思 之前给人家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现在又要靠着他们 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 现在都是一个村的人 不用说这些 谢谢村长 你们也不用担心 我会偏待原先葫芦村的人 我会做到一视同仁 谁错了就找谁的麻烦 我也会跟村里的人说 你们种果树有什么问题 都让他们好好教你们 既然现在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人 就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给抛开 好好把日子过得更好才行 是 村长 我们都听你的 胡林的一番话 让林村的人彻底心安了 县令看到胡林这样 非常满意的点头 既然你们都说好了 那本官就先走了 县令觉得这件事 得去跟知府汇报一声 之后他们就不用担心 这两个村子冬天日子不好过了 娘亲 是哥哥 哥哥回来了 小宝就跑到对方身边 着急的说 哥哥 你怎么才回来呀 小宝 我们回来了 张志玲看到小宝 脸上带着笑容 顾静看到儿子这样 深知带着孩子回来 才是最好的选择 回来就好 小河 以后可能又要麻烦你们了 麻烦我们倒是没什么 你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吗 王锦和看着他问 顾静嗡那一声没细说 王锦和见状也不多问了 伯娘 以后哥哥还走吗 不走了 以后都不走了 锦和 我们知道苏玉的学识很好 以后能不能让他在教小宝的时候 一起教教小智 顾静看着王锦和问 从回来之后 张志玲对书本一度非常抗拒 他也只能把希望放到苏玉跟小宝身上了 王锦和不能帮苏玉答应 只能看着他 可以 不过我接小宝的时候都很早 除了学文还要学武 孩子要住在这里 两人看他这期待的样子 顾静夫妻俩有些惆怅 你这孩子就想跟着小宝 娘亲 可以吗 小河又要麻烦你们了 顾静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没事 小宝也需要玩伴 两人一起长大的友谊挺好的 小智 那你在这里要听话 知道吗 顾静跟张琴也有事情还要处理 这一次他们是跟顾家张家 彻底断绝关系 嗯 张志玲点点头 小河 你跟我来一下 好 王锦和带着顾静来到山脚下 静姐 你们这次回去 我们这次回去 谁曾想对小智来说又是另外一个地狱 曾经我以为张家的人是混蛋 这次回去之后我发现 顾家的人也不成多让 尤其是我爹 这是怎么了 因为小智的天赋 我爹让他学了未来十年要学的东西 每天就是学习 学不好就要受罚 他说想培养一个超越苏玉的继承人 可苏玉那是天赋 他这样逼迫小智最后能得到什么 他难道不知道 这样做会直接毁掉小智吗 顾静强扯出一个笑容 他要的只是小智超越苏玉 所以我跟张琴带走了小智 跟顾家彻底断绝了关系 我不想让我儿子当谁的继承人 我只希望小智能开开心心的生活 这孩子经历了太多苦难 将来我只希望他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顾静认真地说 哥哥快换衣服 我们要去跟爹爹一起习舞 好 穿好衣服出去 苏玉果然已经等在那里了 小宝 你带着小智先扎马布 小宝拉着张智霖过去扎马布 半个时辰之后才让他们起来 好了 现在跟我去书房 听到苏玉说书房的时候 张智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哥哥没事的 等我们跟爹爹学习 然后写了大字之后 我们就让爹爹娘亲带我们去摘大桃子 那桃子特别大 我们写了大字就可以了吗 对呀 把大字写了就可以出去玩了 不过爹爹教我们功课的时候不能开小差 不然爹爹会生气的 小宝露出了害怕的眼神 苏玉嘴角抽搐着看着自己儿子 直接把他的底都给掀了 不过这样也好 省得他开始上课的时候 两个孩子走神 也是半个时辰的课程 张智霖听得很认真 听完之后觉得很神奇 那些外公讲了让他背的东西 经过叔叔这样一说 好像变得简单了 他竟然不反感 反而还非常喜欢 想继续再上课 好了 现在是你们练字的时间 两张大字写完之后出来吃饭 小宝 把你的字贴分给小致一本 好 哥哥 我们两个比赛看谁写得好 好 两人开始认真地写大字 苏玉看到他们这样好笑地摇头 随后转身出去 王锦和看到人出来 开口问 他们两个怎么样 小宝还是那个样子 张智霖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抗拒 不过这也能理解 毕竟之前经历过这样的事 还能认真地听课已经不错了 看他今天的样子 再过一段时间 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就好 这孩子跟小宝 还真是难兄难弟 从小都被人欺负 所以两人的感情那么好 我听你在这里胡说 他们两个孩子写大字 大概一刻钟就能吃饭了 爷爷他们呢 去瓜地了 这两天 瓜地里的瓜熟得多 他们想去摘两个回来吃 那我今天让袁须带着人 我们去摘瓜吧 摘瓜 小宝不是想带着小智 一起去摘桃子吗 你去摘瓜 小宝不生气 那我们今天去摘桃子 明天摘西瓜 正好今天桃子也能摘完了 明天我们先把瓜摘了 后天去摘桃子 这样都是可以的 王锦和笑着点头 对呀对呀 这桃子可大了 之前这些伯伯还送了我好多 可好吃了 哥哥我们去摘 我知道摘什么样的 小宝带着张志琳 就往果园里跑 果园的主人看到俩人这样 笑得不行 小少爷 你们可小心点 别睡觉了 苏玉无奈的看着两个往里面跑的孩子 有些发愁 小河你在这里 我带两个孩子去摘果子 好 在果园里疯跑了一上午 张志琳终于又露出了孩子一样的笑容 看着边上同样笑着的小宝 张志琳发现她还是喜欢待在婶婶家里 沈沈家里好玩又轻松 吃饭的时候 王景和看着两个孩子好笑地问 玩得开心吗 好玩 吃过饭 俩人跑到院子里去玩 苏玉看了一眼就没管 俩人在树下戳蚂蚁的时候 一个女人突然从外面扑进来 看到两个孩子在这里刚要动手 苏玉手中的筷子就打在她腿上 人直接扑倒在地上 虎玉看到来人气得浑身发抖 林氏 怎么又是你 虎玉 你可真够狠的呀 竟然让凌智要在里面待三年 我们的孩子 老人 这日子怎么过呀 我昨天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不是我算计她 是她自己的问题 如果她没有带心 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 我不管 就是你害了凌智 林氏 如果你继续这样胡搅蛮缠 别怪我把你们从村子里赶出去 你赶 你们为什么要收他们的果子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收了葫芦村的果子 不要我们村的果子 我们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们都该死 说话间 又想去动两个孩子 这个时候小宝跟张志玲一下跑到苏玉身边 从她身后看着对面的人 这人好可怕 爹爹爹他好坏呀 爹爹他好坏呀 还想欺负我跟哥哥 爹爹他也要找我们卖果子吗 我们不买他们家的好不好 好 都听你的 你说不买我们就不买 爹爹最好了 天底下第一好 你这小马屁井 我才不是来 好 小宝不是 小宝是最好的孩子 苏玉敷衍地说 不 你不能这样对我家 你们没有损失 我男人被害怪了三年 你们竟然还要这样对我 你们要是敢这样 我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 随便你 只要别算了人家的地方就行 你好歹给人家一个表演的机会 一句话 把人家所有的后路都给堵住了 可这个人最不喜欢给人留后路了 苏玉 你说这教训 能让林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吗 就他刚才的所作所为 你觉得行吗 王锦和默默地闭嘴 行吧 是他多想了 姐姐 你看那个伯伯 给我和哥哥的大桃子 小宝一下就拿出一个大桃子 给苏玉看 就连张志玲手里也有一个 这桃子大也是真的大 你们两个自己都吃不完 王锦和调侃地说 这两个孩子都吃不完这桃子 倒是一点也不客气的一人拿一个 我可以跟哥哥分着吃 哥哥 你说对不对呀 小宝说的对 我们分着吃 一行人回到家 门口有一辆让他们很熟悉的马车 进去一看 竟然是苏九过来了 挑眉看着自己哥哥 苏玉问 哥 你怎么来了 你多长时间没送瓜回去了 苏九板着脸问 你 想要继续说什么的苏九 看到苏玉怀里抱着的小男孩 这小男孩手里还抱着一个大桃子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孩子长得跟苏玉一模一样 好你个臭小子 找到人呢也不知道给带回去 这就是我小侄吧 叫什么名字 小宝 他名叫王子欣 等我跟小河沉浸之后再该醒 小宝 这是大伯 大伯好 他记得爹爹说过 大伯对爹爹可好了 只要对爹爹好的他都喜欢 你这儿子好乖 苏九走过来伸手去抱小宝 小宝也乖乖的让苏九抱着 到了苏九怀里之后 小宝把手里的大桃子给苏九 大伯给你大桃子吃 尊给我了 我心疼 嗯 你对爹爹好 我也要对你好 小宝认真地说 一句话让苏九的心都融化了 小玉 你打算是什么时候成千 那么可爱的小豆丁 一定要赶紧带回去才行 不着急 看小和想什么时候成千 我们就什么时候成千 那定亲呢 前段时间已经定亲了 苏九一听脸都黑了 我们家什么人都没在 你就给定亲了 你把人家放到哪去了 你这合适吗 长辈都不在 这死小子就敢定亲 找抽是不是 也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说他们家的不是 苏西一听就不乐意了 我不是人 听到苏西的声音 苏九吓了一跳 看到他那一脸不满的样子 轻咳了一声 爷爷 你的意思是 你说要出去玩 就是为了来参加小玉定亲呢 你别笑 不行吗 还是你有什么意见 我没有意见 你弟弟媳妇有了 儿子有了 你的媳妇在哪 别说媳妇 你给我带个未婚妻回来 我都不说你 苏西看着自己的大孙子非常嫌弃的说 爷爷 这不是有小玉跟小宝了吗 你就不要催我了吧 因为知道苏玉要找到当初那个姑娘 苏西从来不催她娶妻 只能催自己 有的时候被催的烦人了 她就直接跑出去不回家 谁能想到这次回来一趟 还是避免不了被催促的命运 那是你弟弟 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爷爷 京城那些世家小姐我都不喜欢 我觉得太做作了 就你这样的 人家不嫌弃你就不错了 你还敢嫌弃人家 你跟我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给你找 按照这臭小子的标准找 看他到时候还有什么好说的 苏九迟疑了一下说 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 你 爷爷 你就不要担心了 我可以保证 我以后遇到了合适的人 一定会娶妻的 苏九见苏西生气了 连忙开口 你说他 不是在欺骗我吧 爷爷 你可以完全放弃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现在不娶妻 真的只是因为我没有喜欢的人 也没有看中的 等我有了喜欢的人 我一定会娶的 他又不会一直单身 只是不想随便而已 听到苏九的话 苏西勉强满意 那行 今天你说的这话 我可给你记着了 好 苏玉看着苏九 大哥 你不是在京城很忙吗 怎么有空过来 你是不是忘了 太后六十岁大寿快到了 今年不比往年 今年太后的生辰 皇上都很重视 之前你给我的瓜 我送了两个给皇上 又送了两个给太后 吃了之后太后非常喜欢 让我帮着在你们店里又买了两次 由于味道太好了 太后就打算让我跟你说 寿陈上 这瓜就用来招待外宾 让我跟你说一声 我们明天正好是要宅 先说好 虽然你是我哥 但也要亲兄弟明算长 该是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那当然 来的时候 皇上给了钱的 而且也直接说了 该是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苏玉满意的点头 这还差不多 我放在店铺里卖的是 五百文钱一斤 你现在过来摘的话 就给你便宜一点 三百文一斤 王锦和看着苏玉 这真的不是狮子大开口吗 不用给皇上省钱 五百文一斤 苏九白白手 如果是别人 他肯定砍价 但这是自己的弟妹 给弟妹买 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你这样磕皇上的钱 不好吧 他又不知道 再说了 自家人肯定帮着自家人 一斤少两百文 看着是不多 可问题是 一千斤两千斤 甚至一万斤呢 金数越多 这损失就越大 这弟妹是不是有点傻乎乎的 有钱不知道赚 王锦和嘴角抽出了一下 苏玉不是说过 自己的哥哥经商 天赋不怎么样吗 他怎么觉得这人经商的天赋 也不错呢 大哥说的对 大伯真好 小宝听明白之后 不停的给苏九鼓掌 这都不说 还在苏九脸上重重的亲了一下 表示喜欢 小玉 我可太喜欢你的儿子了 要不给我吧 苏九抱着小宝 看着苏玉说 不行 我是爹爹的儿子 父子俩一口同声 看着苏九都有些好笑 他也就是随口一说 还能真的跟自己的弟弟 抢儿子不成 苏西给了苏九一下 想要儿子自己生去 别来抢你弟弟的儿子 大伯你赶紧重庆生个小弟弟 或者小妹妹也行 想当哥哥啊 大伯觉得你去催你爹娘成亲 比催我成亲更快 好歹这俩人已经定亲了 而自己的定亲对象 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小宝鼓着脸看着苏九 崩了一声说 嗯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在给我出馊主意 我才不求你的 说完不停的扭啊扭 从他怀里下去 拉着一边不说话的张志琳就跑 那孩子是 是顾老爷的外孙 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苏玉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听完苏玉的话之后 苏九了然地点头 原来是那么一回事 这顾家还真是异想天开 太后的书宸你回去吗 我又不是当官的 我不用去参加书宴 我干什么回去 不过爷爷是要去吧 我确实要去 等明天摘了瓜 我跟苏九一起回去 虽然过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不过他还是不想离开 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多舒服 自己干嘛要离开 小玉 你真不打算回去了 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想帮你两个人说话 这当然不可能 我是你哥 跟你又不是仇人 我做事要给你添堵 这还差不多 我可跟你说 我在小何跟小宝回去之前 你不许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 打不跟姐姐那边都不能说 你就放心吧 你哥是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你不想说的事情 我肯定会帮你保密 这还差不多 你姐姐那边 之后你要回去一趟 你姐姐生了灵儿之后 一直没有孩子 他婆婆最近开始有意见了 准备让凤准拿去 他要是敢 我就能先了他封奖 小宝 我跟大伯要出去辗转 你要不要去啊 哥哥你要去吗 好 还是哥哥最好了 两人跟着苏九和苏玉二人出门 苏九看着周围种的蔬菜 这些都是弟妹家的 嗯 都是 那边还种了些草莓 年底大概就能吃了 明天开始 会种一些别的水果 到时候 也能送到京城去 小何这边的蔬果 长期吃的话 能调养一个人的身体 你说的是真的 爷爷自从来这边之后 已经快一个月了 以前他身上所有的一些小痛小病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你没看出来爷爷现在的精神 是真的非常好吗 别说还真是 爷爷的精神确实好 而且头发好像也没那么白了 对 你回去之后 可以跟那边说一下 看要不要给太后吃 就算答应了 这也太远了 这些菜送过去 早就烂掉了 小何这边的菜摘下来之后 能保险十天左右 慢慢回去 需要半个月 如果快马甲鞭的话 只需要六天 虽然有点麻烦 不过对身体好 之后小何会酿果酒 不想那么麻烦弄蔬菜的话 也可以等小何酿酒之后 送一点去给太后 每天喝一点也能调养身体 就看怎么弄吧 苏九没有说话 倒是想到了皇上说的话 皇上最近还跟他开玩笑说 身体好像好了些 没有那么容易累了 或许小玉说的对 小何家的蔬果 确实有这样的能耐 可以让人的身体慢慢变好 好 之后也给皇上准备一点 如果真的有效果的话 弟妹可就要赚钱了 而且雪赚 看来我以后 要好好地抱你们的大腿 只有这样才有肉吃 自从我挣钱开始 什么时候让你吃素了 还一年不是给你一大笔分成 小宝听到说这话 好奇地问 大伯不会挣钱吗 不会 所以大伯只能靠你爹爹了 大伯是不是很惨 大伯你好笨呀 还是我爹爹厉害 果然当官会让人变笨的 苏九转头看着边上 笑个不停的苏玉 是不是你叫小宝这样说的 我什么都没说 你可不要随便污蔑人 苏玉可不背这个锅 哥哥 你说我大伯是不是好笨呀 连赚钱都不会 如果不是爹爹会赚钱的话 他会不会喝西北风呀 小宝一脸担心地说 会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可真是 我带你去看看瓜 苏玉带着苏九去瓜地 过去竟然看到一只大野猪 在偷吃地里的西瓜 爹爹大野猪 长得好丑啊 比他们家的那只野猪还要丑 而且是丑得很多 我们把他抓回去 爹爹大野猪 长得好丑啊 比他们家的那只野猪还要丑 而且是丑得很多 我们把他抓回去 让你男性做好吃的 苏玉直接动手 苏九见证低头看着两个孩子 好了你们两个小家伙不要看了 总是看这些自己不难受啊 我就想看看 当小宝看到苏玉几下就把野猪突出之后 小宝一下就蹦起来 爹爹好棒 爹爹好厉害呀 那么大的一只野猪都能打死 苏玉抓着两只蹄子就把野猪给扛起来 小宝嘴巴张得大大的 爹爹的力气好大呀 大伯 我还是觉得我爹爹更厉害 你没我爹爹厉害 好你爹爹厉害 苏玉扛着野猪 苏九一手抱着一个孩子 俩人一起离开 当王家人看到苏玉扛着那么大一头野猪回来的时候 嘴角抽搐了一下 这野猪 少说也有三四百斤吧 就这样直接给扛回来了 王景和听到小宝不停喊他的声音 他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谁知道跑出去就看到地上丢了只大野猪 看着这野猪 王景和有些头疼 主要这野猪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的天气也热 放不住 我去跟村长说一声 让他问问谁家想买兽的 想买就来 行 这野猪该怎么收拾 王大贵走出来说 这野猪我跟你娘收拾就行了 你去忙你的 王景和看着地上的野猪一眼 又转头看着苏玉 你们这是去什么地方了 怎么出去转转 还能弄回来一头野猪 这人未免也太厉害了 我们吗 我们是在地里看到的 正在吃地里的瓜 关键这野猪还这里啃一口 那里啃一口弄坏了好几个 王景和一听又是跑来吃他们家西瓜的 脸都黑了 之前我就发现有动物偷瓜吃 没想到竟然是野猪 这野猪是真的着死 一次两次的也就算了 这竟然还偷上瘾了 不好好的收拾一下都对不起他自己 王大贵夫妻俩烧水烫猪 大概小半个时辰就收拾好了 一些熟悉的人也过来 打算买点肉回去吃 第二天王景和带着人去瓜地给苏九摘瓜 这还挺多啊 我也觉得我这次能拿的钱也很多 这一批摘了一千多个瓜 一共是一万四千斤 这个数量吓了苏九一跳 他这一次就能得七千两 苏玉 之后我们建庄子 买地都不缺钱了 我们从来就没缺过钱好不好 丁妹你这话说的 我都要以为我弟弟的生意全都没了 他有那是他的 我有是我的 我们现在的关系真没到这一步 我也不想我家的事情 什么都靠着他 这样会让他丧失自我 这样的事情王景和肯定不会去做的 即便将来有一天他们成亲了 他也不会放任自己去依附苏玉 他希望的是两人势均力敌 而不是最后自己变成了依附的那一个 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看来你们两个想法都一样 都是要强的人 苏九摇头说 他从来没听哪个女子会说什么 他有才是他的 不过这样的想法也让人尊重 有这个能力的话那自然是最好的 至于边上那个笑得一脸嘚瑟的人 他根本就不认识 不就是找了个好的媳妇呢 你别吓我 瓜摘了 苏九就带着人准备离开 一起离开的还有苏西 小宝一听说苏西也要走 连忙跑过来 伸手抱着苏西的大腿 一双眼睛叽溜的转着 太爷爷 你也要走吗 是啊 太爷爷回去还有事情 就不能陪小宝了 等以后小宝跟着你爹娘去京城看太爷爷好不好 苏西伸手把小宝抱起来 小宝看着苏西眼中是满满的不舍 太爷爷就不能不走吗 太爷爷回去还有事情要做 必须要离开 不能不走 那好吧 说完还瞪着苏九 如果不是他来了 太爷爷也不会离开 都是他的错 看着小宝这样子 苏九有些哭笑不得 你这小家伙 还把我也给记得上了 小宝傲嬌地嗡了一声 这次大伯是真的要把太爷爷给带回去 等以后有机会了 再让太爷爷来看小宝好不好 苏玉轻声安抚地说 那好吧 还是小宝最乖了 爹爹 他欺负我 不生气 以后爹爹帮小宝报仇 爹爹最好了 苏九好笑地摇头 这小子还真是记仇 苏玉跟着苏九一起离开 走的时候非常舍不得小宝 抱了好一会儿才离开 小宝看着马车离开的影子 转头看着身边的苏玉 爹爹 他爷爷以后还会来吗 爹爹我不喜欢大伯 你这小家伙 你大伯对你不好吗 也不是大伯对我不好 只是大伯来了之后 就把他爷爷给带走了 我不喜欢 静鱼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今天怎么会回来 王老爷子看着自己的孙子 奇怪地问 爹爹我这次回来 是带着同窗一起过来的 他爷爷过几天生辰 想从我们这里买一点瓜 去招待别人 王锦和叹的叹手 大哥你们过来晚了 什么 在你们来之前的半个小时前 熟的瓜刚拉走 地里的 现在都是还没怎么熟的 王锦和无奈地说 要是早点回来的话 指不定还能分一些给他们 现在过来实在是没办法 爹爹还能找出来一些吗 这恐怕不太行 这一次 我们是把熟的跟快熟的都摘了 王锦和的同窗 忍不住有些失望 唉 我们怎么就没早点过来呢 这要是早点来的话 指不定能拦下来一部分 你爷爷还有几天生辰 是有八日 那时间差不多 到时候应该能有一批书的 到时候你再带人过来摘便是 王锦和的同窗好友一听 顿时欣喜不已 真的吗 到时候真的能有 王锦和考虑了一下说 差不多能有几百斤吧 这就够了 那行 你提前一天过来就行了 是要交定金吗 你是我哥的朋友 不用说什么定金 那就多谢了 对方高兴地说 俩人都是跟夫子请假之后才出来的 必须要赶紧回去 谁要是不回去 那就死定了 爹娘 爷爷奶奶 我跟她先回去了 我们是请假出来的 好 路上小心 王老爷子无奈地摇头 这俩孩子 匆匆忙忙回来跑一趟 也不知道图个啥 图你家地里的瓜 老爷子被怼了一下 顿时不说话了 看来我们家的瓜挺好卖的 喜欢的人还挺多 嗯 之后多买点地 我们多种一点 你说怎么样 正好我现在有钱 能买不少地 那也得有合适的卖给你才行啊 之后就去问问村长大叔 如果有合适的我就买 跟你说的一样 可以建成庄子 可以 之后去问问 王老爷子跟王大棍一听孩子又要买地 心中高兴的不行 小河 你真的要买地 肯定要买的 以后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种 只靠着这点地肯定不够 有灵犬那么好的东西 种出来的蔬果 还能慢慢地调养人的身体 这样的蔬果干嘛不种 买地好 买地好 王老爷子是乐呵呵地说 他们这些庄稼人最喜欢的就是买地 第二天 苏玉陪着王锦和去找村长买地 而葫芦村那边的枣子有元宝跟元婿在 一点都不用担心 谢葵看到俩人都能 小河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大叔 怎么我一来你就问我 是不是有事 你这样 我以后都不敢来了 你们两个都是大盲人 要是没什么事情你们能来吵我 好吧 我们来找大叔 还真是无事不当三宝店 我今天过来是想买地 大叔你看 有什么地方还有地吗 就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地方 那两处的距离都不是很远 可以 你真要买 那边距离你家挺远的 没关系 我家打算弄几个庄子 远点 到时候有人在那边看着就行 不用我们亲自过去 床子 那倒也不错 就是前面花钱太多了 没事 明年就正回来了 王锦和一点也不在意地说 那倒也是 你现在挣钱厉害 大叔 那就麻烦你帮我问一下对方 他们想怎么卖 我全都买下 那行 我去给你问一下人 买地的事情说好之后 苏玉跟王锦和回去 回去的时候 王大贵已经把建房子的人都请来了 在知道苏玉想在边上建房子的时候 王家人只是沉默了一下 倒是没说什么 王大贵也开始帮苏玉物色瓦匠 小玉 这是当初给我们家建房子的人 你看看你想建个什么样的房子 你可以直接跟他说 他都能给你建出来 爹 麻烦你了 都是一家人 你跟我客气什么 王大贵笑着摆了摆手 就要跟我岳父家差不多的屋子就行 比这再大一点也可以 之后我哥哥姐姐他们可能都会过来小住 如果不是想到苏九跟姐姐侄女儿 光是他们一家人住 也要不了那么大的地方 别看王家的房子从外面看着不算特别大 但里面的房间空间是真的不小 而且这房子也确实不错 他们一家人就算之后孩子多 也完全能住得下 当然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 他的小心思还是要藏好 省得让小和知道了 大成 你们打算建在什么地方 你也跟我说一声 苏宇跟王景和一起带着对方去那边 就是这里了 看了下地方 包公头就大概知道是该怎么弄了 你们也是包公包料吗 对 你看需要多少钱 一共85两银子 我们还有两母弟需要做院墙 之后要建成庄子 你看需要多少钱 苏宇接着问 包公头考虑了一下才开口问 冲子需要建多大的房子 能够住下十个人左右 然后一个厨房 一个杂物间 再来一个养鸡鸭的地方 包公头认真仔细地算了一下 这个需要五十两 主要是两母帝周围的院墙 有点花钱 包公头解释地说 苏宇拿出一百四十两递给包公头 多余的请大叔喝酒 之后就麻烦大叔了 你这也太客气了 包公头有些被吓到了 大叔不用客气 我们还在别的地方买地 之后也要建庄子 到时候还要麻烦大叔 你带着人帮我们弄一下 毕竟人数好办事嘛 苏宇一脸笑容地说着 这温雅的样子让包公头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有什么麻烦的 你们有活给我们做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公子 我能先问问你们 之后还打算建几个庄子吗 我这边需要安排一下人手 还有青砖这边也要给定上 他们这砖瓦都是要提前去预定的 突然去找的话 未必能一下买到那么多 小河 你打算建几个庄子 嗯 现在还不知道 得看能买到多少地 你先预估一下 王锦和开始计算 种草莓两个庄子 西瓜两个 火龙果一个大点的庄子 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估计也需要两三个 大概八九个的样子 那么多啊 包公头都吓了一跳 嗯 要种的东西有点多了 他说你先不用着急 目前就是我们要建的房子 还有就是瓜地那边的庄子 剩下的等你们把这边都弄好之后 再开始也没事 我来的时候看过日子 下个月初期是冻土的好日子 在这之前我会把东西都给送过来 包公头仔细想想觉得他们说的对 现在说那么多也没用 毕竟人家地也没买上 先把这点弄好之后再说 那就麻烦大叔了 九个人一共五十四两银子 苏玉给了钱之后 拉着王锦和带着人一起离开 回到家后九个人都愣了一下 这里 你们没看错 我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 就是普通的农家 也没有那么多规矩 你们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够了 绝林 你带着人去安排一下住的地方 你们姐妹两个留下来 苏玉指着这对双胞胎姐妹 宋明磊是你们什么人 家父 苏玉了然地点头 旋来如此 从今以后 宋家跟你们再无瓜葛 你们只是我夫人的丫鬟 可动 姐妹二人正正地看着苏玉 一时间有些不明白她的意思 想活下去 想活下去就把过去的事情放下 不想你们的仇人找过来就低调一点 至于你们家的仇恨 将来我会给你们一个机会 至于这个机会你们是否能抓得住 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我夫人身边不留无用之人 苏玉冷冷地看着姐妹俩 俩人什么都没听到 只听到苏玉说能给他们报仇的机会 公子 我们真的能有报仇的机会吗 自然 谢谢公子 谢谢夫人 俩人心中激动 怎么都没想到竟然还有复仇的机会 王静和偏头看着苏玉 她竟然认识这俩人 她到底想干什么 竟然还给他们报仇的机会 去找袁林 之后的事她会跟你们说 之后我夫人去什么地方 你们两个至少有一个要在她身边 苏玉沉声吩咐 是 子和 给他们重新取个名字吧 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名字 她们两个之所以还能活着 那是因为她们的仇人想让她们受尽驱逐 在我们去之前 她们的仇人已经去过几次了 不过这两人被老秦藏起来了 眼看藏不住 我们正好又去了 老秦才会把人带出来 而她们两个人的名字 就是一个靶子 可她们的容貌 她们姐妹俩该庆幸 曾经出门的时候一直听她们娘的 一直戴着面纱 所以外人只知道宋家有一对双胞胎姐妹花 至于长什么样子 没人知道 求一求蚕吧 谢夫人自明 她们很清楚苏玉说的对 顶着曾经的名字她们就是靶子 会给她们带来麻烦 等之后新房子建好 你们彻底安定下来之后 我允许你们在自己的房间里设家人的灵位 也允许你们逢年过节 祭拜你们的家人 谢谢夫人 谢谢你 以后她们一定当牛做马 好好的报答夫人 先去找园林安顿好 再说别的吧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做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她们姐妹二人来说也是一个念想 对了 你认识她吗 我认识她们 她们的父亲 她们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大善人 进家出世 她们能够被送到老秦手里 还没被发现 可见 帮她们的人不少 是吗 那也挺好 在王锦和看来 只要能活着 那就是好事 不过你为什么 点名要这两个人 不怕麻烦上身 宋家的一对双胞胎姐妹 在封城被称为是天才双胞胎 不仅是习武还是经商都是如此 她们的经商头脑比这宋明磊更强 之后你肯定要自己做生意 不想到处跑就可以让她们姐妹俩去 两人联手 跟我想比毫不逊色 最重要的是 她们人脉够多 也够广 那么厉害 对 所以我说给她们报仇的机会 至于能不能抓住 就看她们自己了 苏语笑得意味深长 王锦和回过位之后 忍不住骂了一句 你这个奸商 之前我还担心 她们无法接受千金小姐 跟丫鬟的落差 不过你一句话 让她们心甘情要为你做事 这我就放心了 我也没做什么 只是觉得 她们可能会希望 有一个击败自己家人的机会 就是你这种无心之举 才是最熟买人心的 她说给她们报仇机会的时候 热姐妹俩感激 但也只是打算用自己的能力报恩 而王锦和的话 正好戳在她们的软肋上 如果说她收买的 是这姐妹两个人的能力 那么王锦和收买的 就是她们的心跟忠诚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这俩人都不会去背叛小和 这就足够了 那我还真是赚大了 王锦和笑眯眯地说 走吧 你们两个怎么一声不响 就把人给买回来了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 可没听你们说 突然就买回来呀 故事美好气地看了自己的女儿一眼 早晚的事情 之后我们家会很忙 有点人当帮手 不是挺好的吗 王锦和黑黑肝笑着说 说完之后还看了苏语一眼 让她赶紧来帮忙 娘 这是我提议的 之后小和的原子种的东西 会越来越多 等她种的蔬果 能慢慢调养身体的事情 被人发现 来这边的人会有非常多 到时候光靠你们是不够的 什么 能调养身体 怎么可能 之前我只是怀疑 自从我爷爷过来之后 我就彻底确定了 小和种的果蔬 长期吃的话 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我爷爷身上有一些小伤小痛的 年轻的时候也受过伤 在来这边之前 每逢下雨就浑身疼 可在这边的一个多月 后面下了两场雨 我没听爷爷说他身体不舒服 他还跟我说 是不是这里的气候养神 下雨他身上的这些小伤小痛 都不发作了 苏语拿苏西做了比较 被苏语这么一提醒 王老爷子才想起来 自己的老寒腿好像也没发过 小和 你告诉娘 这些蔬果 你都是怎么种的 娘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按照你们种的方法种的 只是种子泡了灵泉水 又用灵泉水稀释浇灌而已 苏语听到王锦和的话 若有所思的看了他一眼 你 去走走 好 王锦和迟疑了一下才点头答应 俩人出去之后 王锦和一直没有说话 他不开口 苏语也没想过要说什么 只是那么看着他 你这样盯着我看看什么 你变了很多 这不是很正常吗 人如果是一成不变的话 这才会很奇怪吧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在来找王锦和之后 他这些年的生活 他就调查过了 他这个人虽然很倔强 但也只是一个被家人宠坏的小姑娘 性格也是很温柔 跟现在的王锦和完全不一样 嗯 我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 然后呢 你想怎么样 小和 你不用这样看着我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你可别忘了 我们现在是未婚夫妻 而且你真的以为 家里人没发现你性格大变吗 王锦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皱着眉头 你不要这样靠近我啊 虽然你已经竭尽全力地在隐瞒了 可跟王锦和相处了十多年的爷爷奶奶他们 又怎么会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苏玉看着王锦和笑着问 王锦和只是一个刺绣厉害 其他什么都不会的人 而现在的王锦和种田种菜做饭 以及他弄出来的那个打鼓机 都不是这里会有的 也不是王锦和会的东西 所有人都没开口 你也不用去说什么 他们把你当成自己家人 你又何尝不是 你完全没必要为了这些事去道歉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不是本人 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 苏玉是怎么看出来的 苏玉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 行为 王锦和瞳孔微缩 不敢相信地看着苏玉 你 说出来就不好玩了 王锦和抿了一下嘴唇 嘴唇上的触感让他的脸微微有些燥热 你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个时候 苏玉有点吓人 想回去吗 苏玉看着王锦和问 王锦和点点头 眼神微微闪烁了一下 小和你让我去问的事已经有消息了 对方现在要跟儿子去京城享福 一共七十亩地 地里都是水稻 他们连粮食一起卖 地的话四百五十两卖给你们 粮食的话去年七十亩地 他们除了税收还卖了五百两左右 今年的产量比去年还要多一些 他们一共要多少钱 七十亩地的话 他们应该有长工才对吧 哈哈 长工有都是老手 你想接手的话也是可以的 至于地加上粮食的话 他们要一千两 谢回觉得这个价格绝对值得 这粮食马上就能收下来了 如果不是着急走 人家也不会这样给卖出去 对 他们家还有一个庄子 问你要不要 要 这个我们明天过去之后再谈 王锦和若有所思地说 还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过来 行 我就猜到你肯定要 我们约了明天四十过去谈 到时候你可以让你爷爷跟你爹爷过去看看 那地跟地里的粮食 是真的非常不错 谢回由衷地说 王大贵父子俩人眼中都是欣喜 七十亩地 这得有多少啊 估计都是一眼望不到边吧 好 我们明天一起去看看 那行 明天早上我来找你们 大叔 跟着麻烦你了 王锦和感激地说 你跟我说这个做事 你真的要谢谢我 明年就好好叫大叔种瓜 让大叔也挣点钱 那是肯定的 大叔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带着你种瓜的 那感情好 我就先回去了 大叔慢走 等谢奎走了之后 王大贵都还有点反应不过来 媳妇 我们家是不是明天 就能有七十亩地了 加上他们之前买了种瓜的沙地 还有自己家零零总总的一些地 现在有将近九十亩地了吧 顾氏笑着点头 是啊 你女儿给你挣了七十亩地回来 顾氏好笑地说 对于王大贵来说 可能这七千两银子 还比不上这七十亩地来的贵重 爹 我们家马上就有好多地了 王老爷子实在是有些看不过去了 抬手给自己的儿子一巴掌 痛不痛 痛 非常痛 你痛就对了 娘亲 这里都是我们家的吗 小宝看着那一望无际的稻田 好奇地问 是啊 都是我们家的 哇 好多呀 小宝一脸惊喜地说 王大贵跟王老爷子眼中也带着惊喜 是啊 这些稻子真的很多 多得让他们都有些看不过来了 而且 这产量也是真的好 看来那些长工把事情干得非常好 一行人等了一会儿 对方就到了 你们家要买我的地跟庄子 对 地的价格 你们的村长应该都跟你说了 一千两 不二价 至于庄子的话 我要两千三百两 至于具体的情况 你可以过去看看之后再做决定 你现在不用立刻就回答我 老爷子看着王锦和开口说 听到这话 王锦和自然赞同的点头 一行人去看了庄子之后 王锦和对这个庄子真的太喜欢了 这庄子占地面积大约有二十亩地 建了一排房子 里面种的都是水果 除了常见的一些 还有葡萄这一类 这边少见的果树 而且果树上面都结了果子 也难怪对方能开出两千三百两的价格 这个价格已经是他占便宜了 这里还有一些管事之类的 人都很不错 你要是需要的话 这些人也可以留给你 因为那七十亩地 跟这边的庄子距离不远 常公也是住在这里 我是每个月一两银子雇的常公 他们主要负得稻田跟果园 已经在这边有七八年了 你也可以直接给接手 多谢老爷子了 这样还省了我 再去找常公的时间 就按照你给的这个工钱 那就好 我也担心你怀疑他们换了主家 就不会好好做事 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 怎么会 能把稻田跟果园 都种得那么好的人 我肯定要把人给留下来 这样的帮手 他上哪儿去找 现在就有现成的 不要白不要 你去把所有的常公跟庄子上的人都一起叫过来 让他们见见自己的新东家 是 老爷 没多一会儿功夫 所有的常公都到齐了 所有人都看着老爷子 从今天开始 这位姑娘就是你们的新东家 之后 你们就跟着她 大家好 我从今天开始 就接手了张老爷的地跟庄子 之前张老爷给你们的福利是什么样 就一切照旧 我希望你们能把心思 给放到好好的做事上面 而不是别的 我知道大家这些年跟着张老爷子都习惯了 突然换到我这边来 可能会不是很习惯 希望大家能尽快适应 我家不比张老爷家 我家就是小门小户 你们好好干活 帮我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了 我愿意给高工钱 好福利 供着你们 但也请你们记住一件事 我这里不养闲人 是 东家 张爷爷 你也看出来了 能看不出来吗 大概觉得自己是这里的老人 你又是个小姑娘 不好意思说她们 你这样做啊 能省了你很多麻烦 这里大部分人还是很好的 只是有少数一部分也就这样吧 给他们个机会 如果抓不住 我只能让他们趁早滚蛋了 张爷爷 这是三千三百两银票 不过张爷爷 你这地跟庄子 就这样给我 可真是吃亏了 嗨 买卖也是看人的 我觉得你这小姑娘人不错 我愿意把庄子跟这些都给你们 本来她的庄子定价在三千五百两 不过 在看到这个小姑娘之后 她就放弃这想法了 价格直接降到一千多两 等于那七十亩地纯属白送 再说了 虽然我这庄子想要的人多 但他们知道我着急走 就押我老头子的价 老头子不稀罕卖给他们 我儿子也不缺这一二千两银子 看着张老爷子这不在意的样子 王锦和对于土豪的事件 他是真的不懂 要是以后都不回来 东西放在这里也懒得打理 我还真舍不得把我这庄子就这么给卖了 张姨爷 如果你以后回来了 可以直接过来看看 走走 王锦和多少能理解张老爷子的想法 毕竟这是一手打拼出来的 那感情好 就是不知道老头子还有没有机会回来看看了 孩子 这是地气 都在这里了 你看看 王锦和接过地气看得起来 随后笑了 都是对的 对的 那就好 边上的人高高兴兴地说 那我就先走了 回去收拾一下 我就投奔儿子去了 好 送走张老爷子之后 王锦和把地气都给王大棍他们 爹 你们收着 那怎么能行 这是你挣钱买的 怎么能给我们 王大棍说什么也不要 我就要这个桩子就行了 王锦和把桩子的地气自己收起来 剩下的都留给他们 东家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打骨鸡 用来打稻子的 带上人干工具 我们去试试看 等人下地 女人把稻子割出来之后 边上的男人就开始问 东家 这东西我们要怎么用 这玩意儿我们也不会用啊 你们看好了 王锦和拿了一大把稻子走过去 在踩踏板的时候 稻子就塞到滚筒那里 所有人就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 连忙跑到后面去看 看到瞬间脱力的打骨鸡 两管是他们眼中都是欣喜 这可真是太好了 有这东西在 我们最多三天就能把刀子都给打完 没错 你们的手 不要就离滚筒太近了 小心到时候伤到自己的手 王锦和不放心地说 东家放心 现在割出来的稻子都还不是很多 大多数男人也拿着镰刀去割稻子 王大棍跟着王老爷子看你的高兴 小和 没想到我们还真成了 可不是嘛 之前我们一直以为你是在瞎胡闹 没想到这东西做出来之后竟然那么好用 圆林 你去请县令大人过来一趟 是 王锦和之前就说得很清楚 如果秋收的时候能用 他就会把这个东西交给朝廷 只有这样才能帮上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都能用上这样便利的打骨鸡 当县令到的时候 看到地里的打骨鸡 眼中都是兴趣 走过去看着百姓用这玩意儿打骨子 没多一会儿就干干净净了 而后面有人清理 也有人装口袋 有的人也会直接给挑回去晒 又分出一部分在晒的时候 把里面的叶子给清理了 这也太快了 你确定这东西要给我 要知道这东西你要是送到上面去 你们能得到很多奖励 就算你们没办法去 我相信俗语这边办法还是有的 我们也不差这点 交给县令更方便你们操作 之后我会把图纸都给你 那你就不担心我把你的功劳给冒领了 既然我愿意拿出来 那我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也没必要去考虑那么多 如果我家缺钱缺什么 我肯定想利用条件跟你换 因为我知道这东西 我开再大的条件你们都会答应 放心 既然你帮我跟支付大人 我们自然不会让你受委屈 放心 这东西我们会用你的名义送到京城去 至于之后能得到什么样的封赏 就要看皇上的意思了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就想要帝 可以给我多一点帝 在王锦和的心中 帝比其他的奖励更好 省得他花钱去买了 你这孩子 我现在先走了 我去跟支付大人说一下这件事 这样大人到时候可以帮你跟皇上说一下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我可就发财了 不但发财了 我还能得到很多好东西 想想有激动 你之后还有什么想法不成 县令看着王锦和这个样子 突然忍不住问了一句 王锦和认真的点头 这话你说的还真没错 我还真的有想法 明年我可能会培育高产的水稻 我现在有八成的把握能成功 真的能有高产的水稻 当然了 不过我现在说你也不相信 什么事情 都要等我 把东西给做出来 这样你们才会彻底相信 不过你们放心 之后我会专门给你们看的 他的技术加上灵泉水的加持 他就更有把握了 行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来高产的粮食 到时候给你弄一个县主 估计都没问题 对国家所有重大贡献的姑娘 都有机会成为县主 如果王锦和真的能做到 加上这打鼓机的话 一个县主的位子 简直不能再简单了 县主我没什么兴趣 如果到时候给我奖励的话 只要给我地就行了 我以后要专门种植种子来卖 需要足够多的地来培育 他手中目前有的田地 根本不足以他用来做实验 你这孩子 能不能别每天想的都是地 你能想点其他的吗 行啊 我觉得我种植蔬果也是挺厉害的 县令深吸一口气 直接不搭理他了 我先走了 之后的事情你们自己看着办 看着县令离开的背影 林锦和迷茫的问边上的苏玉 我怎么感觉 他们这是有点落后而逃 被你吓的 不是 我说苏玉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这样很容易挨揍的我跟你说 你别跟人说我们认识 你这样真的丢人 那是不可能的 你是我媳妇 让我不说你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想退货 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说出该不退货 苏玉笑眯眯的说着 王锦和也是这样说说 谁能想到苏玉能那么认真地跟他说这个 要听 四十左右 县令又来了 这一次还带着知府大人一起来了 参见大人 本官今天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看你们这打鼓机 昨天一共输了多少目的的 知府看着王锦和随意地问 也不是很多 才24目 哦 24 你说你们昨天一天就输了24目的 这是认真的吗 真的有那么疯狂吗 是的 昨天我们还耽误了一些时间去试验跟学习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昨天最少是三十目的 这东西如果普及开 这简直就是百姓的福音 久了这东西 怎么还会担心粮食收不完 被鱼给淋湿了 这事我必须亲自去一趟 妖头你可以放心 到时候该给你的荣誉我一点也不会少 知府大人 如果 我说如果 可以的话 你能帮我把奖励 要穿土地吗 当然了如果不给奖励也没什么 顶多就是自己花钱买地罢了 想想都觉得肉疼 不过这皇上应该不会那么小气吧 虽说他不在意这些奖励不奖励的 不过如果又是皇上赏赐的 这东西估计能当成传家宝一样的供子 放心不只有土地 一定给你最好的利益 那我就先谢谢知府大人了 跟我还用客气什么 我可就仰仗你再给我添一些证据了 知府调侃地说 那没问题 我有好东西再给知府大人 那感情好 为了跟皇上更好地说明这打鼓机 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他都直接上手去做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些费力 不过习惯就好了 这东西真不错 刚开始的时候费力 后面还是挺轻松的 不过这要是一天不停干活 大概之后双腿都要受不了了 你们昨天就瘦了一天 今天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知府看着边上的百姓问 不过这打鼓机可比我们用链子打更宽 而且还更干净 完整 谁然来如此 那好小丫头我就先走了 一个月之后一定会给你带回来好消息 知府大人 你图纸都不拿就想走吗 到时候你拿什么去给军上看 到时候可不要给你一个欺君之罪 那可就不划算了 王锦和忍不住说 知府伸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无奈地说 你看我这记性 送走知府 王锦和看着边上的苏玉 嬉嬉笑着问 你说我们能得到奖赏吗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肯定能 七十亩地的水档不到三天就全收完了 这让他们非常欣喜 这还是第一次三天收完七十亩 这边用完 王锦和就拉了两个打鼓机回去 加上家里的三个 看着多出来的打鼓机 苏玉眼中是满满的无奈 有的人呢 就是最硬心软 你说不想帮忙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村长 这打鼓机给你一台 你看谁家需要 给谁用吧 我家需要 江氏连忙开口 这东西一旦到了他家 就别再想让他拿出来 不给 你凭什么不给我 我家也是谢家村的人 江氏不服气地说 这是我家的东西 我想给谁用 就给谁用 就是不想给你用 你能把我怎么样 再说了 看你这个样子就知道 你家用了之后 绝不会还给我家了对吧 王大贵还能不了解江氏的想法 江氏脸色忍不住有些难看 你 我什么我 我说错了吗 边上曾经恶毒诅咒过王家的人 现在都有些尴尬 大贵你放心 想完之后 我们会完好无损地给你们送回去 王大贵不客气地说 你们想用也不是不可以 一亩第五十文钱我就给你们用 你想想疯了吧 我家这一个打鼓机就花了十两银子 一亩地收五十文钱很多吗 想用可以啊 花钱不想花钱 那就自己慢慢收粮食吧 谁也不惯着你们 王锦和有些惊讶地看着王大贵 他爹这想法真有点时尚啊 都是一个村的人 没必要收钱吧 嗯跟我家关系好的人 我肯定是不收钱的 不过关系不好的我肯定会收钱 而且是能收多少收多少 怎么不高兴啊 那也忍着 王大贵哼了一声 不客气地说 谢康他们听得忍不住发响 这王大贵也着实太气人了 真没他这样的 这些人今天不被气死都奇怪了 个应人也不是这样搞的 村长拿这东西去交给你们了 我们先回家了 好 等王家的人离开之后 江氏就想去抢 江氏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这东西现在竟然在我们村里 那就是我们的 我家的稻子已经能收了 现在就要用 挑眉看着江氏 谢康上下打量着对方 刚才大贵说的话 你不会没听到吧 人家说了不给你家用 就算给钱你们也用不上 你要是敢抢 不怕人家报官说你抢劫 你吓唬谁呢 江氏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这个时候谢魁开口了 这还真不是在吓唬你 谢令跟知府大人都知道小河家里有几个打鼓鸡 他们是亲眼看到的 你们要是抢走了一个或者是偷走了一个 到时候倒霉的可不仅仅是你 就连你家里的人都要一起倒霉 谢魁不客气地说 谢令跟知府根本就没来 怎么可能知道这些 人家来的可不是小河家里 而是小河刚买的水田跟庄子那边 有的人呢 还是不要白费力气的 没有这个必要 庄子 什么庄子 江氏愣了一下 看着村长皱着眉头 人家买了一个庄子 七十亩地 现在妥妥的小地处 你们也只有羡慕的份 你们要是敢打着打鼓鸡的主意 你们看看之后 县令跟知府是不是答应 边上的人听到村长的话 倒吸了一口冷气 王锦和家竟然那么快 就有了这样的产业 这不可能 江氏不相信地摇头 王家怎么突然就翻身了 七十亩地还是带着粮食的 没有一两千两根本买不下来 还有那庄子 他们哪来那么多钱 那么多钱 他们家有吗 哼 有一个有闲的未婚夫 还真好 想要什么都能让人家买 这你还真的说错了 人家是靠自己买的 他家的瓜足够他买这些东西 江氏你自己心脏 不要觉得别人跟你一样 大贵一家 以后的日子好过了 是啊 这几年的苦难可算是过去了 江氏听到骂他们 却祝贺王大贵一家 眼中都是讽刺 人家日子过得好了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也不见人还给你们钱 他们是没给我们钱 他们只不过是答应了我们 明年带我们种瓜 想想今年的葫芦村 不过是半年的时间 我们等得起 倒是有些人可没这样的机会 有的人就是那么恶毒 羡慕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行了 大家都散了吧 要用打鼓机的提前来我这里登记一下 时间跟地的面积 如果不用的话 也不要怪人家不给 谢奎觉得五十文钱的一亩地 已经相当便宜了 省时又省力 不过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他就不知道了 好嘞 回到家之后 王锦和看着王大贵 有些好笑地说 爹 你这是怎么想的 我们家现在是不缺这些钱了 但我就是想各营一下他们 不想用就自己动场 费时费力 想用就必须给我们加钱 他们气不气吧 爹 你这样让人知道了 不知道会不会气死 他们要是不气 我还不那么做了 爹 你高兴就好 故事看着王大贵 眼神温柔 他知道王大贵这些年 心中一直憋着一口气 现在终于能明目张胆地 把这口气给出了 他心里怎么能不高兴呢 你爹就是高兴 你们不要管他 我爹高兴也是应该的 怎么能不管呢 不得不说 爹今天这一出 是真的结气 尤其是看到那些人 脸都绿了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 王静雨从外面回来 爹娘 我们家的稻子什么时候收 我们放假了 我可以帮忙 小宝一脸茫然地看着王静雨 爹娘 你回来晚了 昨天已经收了 爹娘 我们家的稻子都收完了 怎么那么快 往年少说也要两三天 苏宇 你让人帮忙了 没有 是小河做的打鼓急速度快 我们家七十亩地 三天就收完了 六亩地一天 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等等 什么七十亩地 我们家哪有那么多 写高闻没多久 你最近学业忙 没空回来 所以不知道 我们连定个粮食一起买的 还有一个桩子 里面都是果子 我们家 现在快有一百亩地了 王静雨 茫然地看着自己爹娘 他只是二十天没回家 怎么感觉家里都翻天了呢 而且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我这放假回来帮忙求收 结果你们都弄完了 我这回来干啥来的 回来玩也不是不行 都休息了 还不能玩啊 我们砖子上的果子 也都成熟了 大哥 你可以邀请你的铜窗 一起去玩 走走转转 也有利于你们读书 说到这个王锦和 想到了王静雨的铜窗 哥 你那铜窗的爷爷 过生辰怎么样 那天他邀请我去了 也给我介绍了很多同龄人认识 不过人真的是很多 王静雨忍不住感慨的说 这样那也挺好的 我就是觉得有点占便宜了 王静雨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这有什么 你们的人脉都是相互的 这样也挺好 王静雨想想觉得也是 家里的粮食不用我帮忙 那我就去找他们去庄子玩了 不过我们家的庄子在哪儿 袁林 你带我大哥去一趟 然后让大哥跟梁广市认识人 之后大哥带人过去玩 方便一些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是 少夫人 当王静雨来到庄子之后 只有一个想法 妹妹还有钱吗 袁林 这庄子得多少钱啊 两千多两 是我听错了吧 还是你说错了 那么大一个庄子 还带那么多果子 七八千两都有人买吧 两千多两就给我们家了 啊 对方比较喜欢少夫人 买庄子还送的是 进墓地的红薯花生跟沙地 对方真的没有任何想法 没有带着别的目的 没有目的 不过少夫人和少爷查了对方的地址 日后过年过节的 大概会给人家送点东西过去 当时少爷也在 如果真的带有目的 少爷会拦着少夫人不让他买的 这个您可以放心 没有目的就好 我就担心对方带着目的 哥 你这是 王静和看着跟王静雨一起回来的人 奇怪的问 小河 罗素家里稻田也非常多 虽然请了些长工 但每年秋收都需要两个月左右才能收完稻子 遇到下雨的时候还会有损失 这边听说我们家有那什么打鼓机的 想来租用一下 你看行不行 行啊 有什么不行的 我家还有五个 你要租用几个 租用多长时间 王静和看着罗素问 我家有九百多亩地的稻子 小河妹妹 您可得要多长时间才能收完 这样啊 我爹之前说的 一亩地五十文 你还是按照这个价格就行了 不要破坏我的打鼓机 因为我是十多辆银子一个做出来的 所以我想 要你们支付五十辆银子的定金 只有打鼓机没坏的话 再退给你们 才五十文一亩地 这也太便宜了吧 你是我大哥的朋友 如果你家用完 认识的人也想用 那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如果有人问你们 你们收一百文钱一亩地便可 这个价格正好合适 一亩地花一百文钱 赶紧把稻子给收了 相信谁都会答应 尤其是跟罗素家一样的大户 不过你们家收完 别人大概也差不多了 估计到时候也用不上 这你可就说错了 我第一个好友家里三千亩稻子 因为收不完每年要损失大概上千两银子 到时候这打鼓机就给他们家用 妥妥给你挣点钱 你也别收一百文了 直接三百文钱 他家肯定都要 你现在要是有空 就赶紧再多做点这个 这样你们挣钱更多 王锦和表情怪异地看着罗素 你这是帮着我坑钱 这怎么能叫坑钱呢 一亩地三百文 这才多少钱 给他省了不少钱呢 罗素一点也不客气地说 你这还不是坑钱 那什么才叫 不用那么多 一百文正好 多了就不合适了 按照你说的 三千亩地 我这也能赚三百两不是 行吧 你都这样说了 我还能说啥 那行 你带人去拉打鼓机吧 我家这里还有一个 剩下的都在庄子上 你们可以 让我庄子上的长工 去你们那边 教你家的人怎么用 很简单 一看就能上手 行 罗素带着打鼓机回到家 他老爹正在发愁秋收的事情呢 爹 出啥呢 这秋收开始了 你说爹抽啥 爹啊 我这不就给你姐姐问起来了 郑宇你知道吧 知道 这不是你同窗好友吗 之前你还送他家里买瓜回来吃 对于儿子的这个同窗 罗家主是知道的 经常听儿子说在书院里 王静宇多么的照顾他 还经常从家里带好吃的给他们 郑宇家前段日子刚买了七十亩地 就是张地主家的那些 才两天半就收完了 你开什么玩笑呢 当你爹好糊弄 真的 他妹妹研究出一种打鼓机 我听静宇说了之后 就去他家把打鼓机都给租回来了 今年我们家的地 最多一个月就能收完了 不但这样 我还把静宇家的长工也请了一个过来 让他教教我们家的长工怎么用 爹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有先见之明 先下入围墙 那可真是太好了 儿子 走 带爹去看看 罗素带着罗家主去看打鼓机 罗老爷 我们东家让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怎么做 现在天色还早 要不我们直接去 那感情好 试验他们只用了一个打鼓机 剩下的全都放到边上的庄子里 等割了稻子出来之后 长工抱着一大包水稻走到跟前 随着叮叮当当的声音 罗老爷连忙跑过来看 看到稻子全都下来了 眼中都是欣喜 再转过头去看 发现那个长工翻转两下之后 稻子就干干净净的 一点残留都没有了 这东西操作起来简单 速度也快 可以把你们的人分成四部分 一部分割一部分打 另一部分就把打好的稻子 给装在运回装子上晒 晒的时候会有些水稻的叶子 用耙子给抓一下 清理干净就行了 我们七十亩地的稻子 现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 再晒两天太阳就能入库了 行 你们也来试试看不懂的就问问人家 趁着人还在这里 好嘞 所有长工都去试了一下 发现真的会轻松很多 速度也是真的快 而且之后就不用碾子去脱力 省了不少功夫 冬家 这东西真的太好用了 都尝试过后 所有长工都高兴地说 今年不用看着稻子泡水了 那么多稻子因为收不完泡水发芽 他们看着也心疼 那成明天开始修收 大家辛苦一个月 等收完稻子之后 我给大家发红包 好嘞 知府到京城之后 就直接进宫 愿见皇上 微臣参见皇上 你是福安县的知府 你不在那边回京城 有何事 知府将图纸拿出来说 皇上 这是微臣在福安县得来的一张图纸 此物名为打骨鸡 打水道非常方便快捷 而且省事省力 哦 承上来给朕看看 皇上看完图纸之后 眼中带着若有所思 这东西确实有用 千真万确 为师特意去那位供养家 看过他们收到子之后 才带着图纸过来的 如果不是担心王锦和的功劳 被人抢走 他不来也是可以的 皇上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你具体跟朕说说 怎么回事 知府把六个打骨鸡 一天收了三十多亩地的事情 告诉皇上之后 皇上震惊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此话当真 确实如此 而且还是完全脱离的 不用再去专门花时间脱离 晒的时候 只需要把里面的水稻叶子 用耙子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知府把从王锦和那边听来的做法 都告诉了皇上 皇上听完之后 觉得非常欣喜 去叫斯农跟工部的人过来 是 很快 斯农跟工部尚书都到了 皇上把新得到的图纸 给工部尚书看 这东西你们可能做得出来 能 这图纸画得非常精细 并不难 请最短的时间做十个出来 朕给你们五天时间 是 五天后 十个组装好的打鼓机 已经准备好 工部尚书说 皇上 东西都在这里了 走 我们去黄庄那边 那边的水稻 能收了吧 皇上看着斯农问 已经可以开始了 皇上顿时满意了 带着人和打鼓机一起去庄子上 苏九跟在皇上身边 看着那些打鼓机 总觉得有点眼熟 这东西要怎么用 割了水稻 师父放到打鼓机上 很快骨子就干干净净的 皇上连忙过去看 不但干净 还真的脱力了 里面只有一些叶子 这没有任何影响 把人都叫过来 皇上看了斯农一眼 吩咐道 没个眼力 不知道提前把收稻子的人 都给准备好 斯农有些委屈 他又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 很快把人召集过来 知府就开口了 皇上 打鼓子要不了那么多人 可以分成五队人马 一队哥 一队打 一队装带 一队运回气晒 剩下的人就在场子上清理叶子 按照他说的做 打鼓子的一队 过来看我怎么弄的 知府又给他们示范了一次 看了一次所有人都会了 知府从打鼓机上下来 看着他们说 你们小心手 不要太往里面了 快打到手 是 所有人开始分工干活 看着十个打鼓机的同时动作 很快就打完一大块 斯农非常激动 这速度真的太快了 而且还是直接脱力的 皇上 这东西到底是谁弄出来的 这也太厉害了 这东西 要是能普及到 种水稻多的地方 也不至于每年都有那么多水稻 被泡出芽了 确实 公部这边 尽快把东西做出来 然后 放到各个城市去 图纸公开 自然最好 但是 皇上怕的是公开之后 有人利用这打鼓机来挣钱 这就违反了初衷 宁愿慢一点也不能让老百姓多花钱 是 皇上 带着知府回到皇宫 皇上问 做出这东西的人到底是谁 朕重重有赏 启禀皇上 是一个姑娘叫王锦和 不久意外地看着知府 随后恢复正常 他就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原来在小和家里 哦 做出这等东西的 竟是个姑娘 他可以说想要什么 知府倾咳一声 干笑着说 锦和丫头说 如果皇上不赏赐就算了 如果要赏赐她东西的话 让卫生帮她问问 能不能赏地给她 地 皇上惊讶地看着知府 眼中都是不敢相信 一个小姑娘 竟然要的是地 是 听锦和丫头说 她明年要尝试改良水稻 到时候产量相对会高一些 这样一来她家的地就不够了 她的意思就是能白得一些地 就不用花自己的钱买了 还能这样做的 这个叫王锦和的丫头 倒是有点本事 竟然敢这样跟自己讲条件 不过她对王锦和这种做法 好感还是有的 书国阵 什么也不给她 书国阵 什么也不给她呢 皇上好奇地问 他很想知道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给 这小姑娘会有什么反应 微臣也问过小和 小和说她拿出来的时候 也没想过能得到什么 如果有当然好 没有她也不失望 她说自己能挣钱 就是地比较难买 这小姑娘看得倒是通透 那就赏赐她一千两黄金 再赏赐她地一百亩上好的水田吧 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 你自己给她找一个 立她家近点的吧 你告诉她 明年她要是真能种出增产的水稻来 增产一百斤 真送她五亩地 是 微臣一定把皇上的话带到 好了 退下吧 是 等御书房中只剩下她跟苏九之后 皇上问 你认识这人 这个人皇上已是听说过的 只是不知道名字罢了 哦 是谁 你说来听听 之前微臣拉回来的瓜 就是她种出来的 种瓜的 跟做这个打鼓鸡的是同一个人 这也太巧合了吧 这小姑娘 竟然还是个种田的好手 也难怪 她就想着要田地 就是同一人 小河种的蔬果也很好 只是运送回来会麻烦一些 而且能慢慢地调理人的身体 我爷爷吃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身上的一些小病桶都没了 你跟她关系很好 她是我弟媳 是我弟弟的媳妇 两人还有一个儿子很可爱 苏九想到小宝 眼中是满满的宠爱 皇上震惊地看着苏九 苏羽那个臭小子 竟然已经有儿子了 不过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不是还没成亲吗 没成亲 这儿子到底从哪来的 呃 如果朕没记错的话 苏羽那小混蛋还没成亲吧 其实也是个意外 是我拿书第四年多前给他下药 意外有的孩子 这不前几月才找到人 最近一直都在那边 要不是威玄这次过去买瓜 我还不知道呢 原来如此 他们什么时候成亲 成亲了应该就住在这边吧 到时候就能空用书才进宫了 皇上考虑了一下 暂时应该不会 不过两人已经定亲了 至于疏散没办法运过来 不过小和说等有葡萄的时候 他会自己酿酒 到时候可以送过来 不过需要当场验货 离开之后盖部负责 这是自然 真没想到他竟然还会酿葡萄酒 他要是真能酿出来 你去跟苏羽谈 这葡萄酒80%供应给皇宫 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我会少了他们的 是 知府回到县里的时候 到处的求收都已经开始了 他带着皇上的圣旨匆匆来到王家 县令知道消息之后 就赶紧带着人来王锦和家里 小和 赶紧把你的家人叫回来 准备相安接旨 王锦和被这消息给直接弄猛了 呆呆地看着县令 大人 知府已经回来了 对 而且在来这里的路上 我先过来跟你说一声 让你们准备好 以免怠慢了会杀头的 县令倒也不是威严总厅 这一事情还真是有可能会这样 王锦和根本就不相信县令的话 他听苏羽说过皇上人质很好的 是一个明君 怎么可能动不动就杀头 县令这胆子也太小了 我又没做错事 皇上肯定不会的 县令 你就在这里吓唬我吧 王锦和没好气地说 县令噎了一下 刚准备说什么 就听到王锦和又一次开口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皇上是个什么样的人 苏羽说了 皇上很好的 是个好皇上 县令现在不仅是被噎了一下 他还觉得心狗 他只是忘记王锦和身边 还有一个苏羽了 好了 我不跟你开玩笑 现在说认真的 赶紧准备好 王老爷子他们有些胆战心惊的 没想到这打鼓机竟然还让皇上看中了 这可真是太好了 王锦和被催得没办法 赶紧去准备 准备好之后 没多久人就到了 王锦和接纸 明明王锦和接纸 前面说了什么 王锦和一句话都没听进去 他只听到后面说 赏赐他一千两黄金 还有一百亩地 接纸谢恩之后 王锦和拿着圣纸看了起来 确认真的有一百亩地之后 王锦和美滋滋地说 皇上真是太好了 竟然真的给我一百亩地 喂 皇上让我给你带话 你明年要是真能种出高产的水稻 一百亩水稻他将你五亩地 当真 我可不可以把这地给存起来 等日后我种到高产粮食到最高数量的时候 再一起要土地 自然可以 这件事皇上已经交给我全权处理了 你想什么时候要都可以 苏玥 我感觉我要发财了 一百斤的产量才无目的 你这能拿多少 这就发财了 王锦和看着知府问 现在的稻子是你们种植的话 最高产量五百斤左右 还是上好的水田 我说的对吧 这确实没错 明年我就能增产大概三百斤 只是最好的话 能比现在高出两千斤左右 不过这需要给我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小河 我可以直接跟你说 如果你这稻子真能达到两千五百斤一亩 别说那么多 就是一千五百斤一亩 你这县主的位子都跑不掉 知府 你就等着看我 是不是能做到这个地步好了 我们可以鸡掌为市 如果我输了 以后我家种出什么好东西 都立刻给知府大人送去 你家一年四季的蔬菜水果 我都包了 如果知府大人你输了 你就奖励我师母帝怎么样 知府一想这件事他应该能做主 等回去之后 他就跟皇上说了一下这件事 到时候田地由皇上出 他白捡了蔬果吃 没问题 知府抬手跟王锦和机长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王锦和说的这些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然而当明年王锦和母产达到将近一千斤的时候 知府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天真 正事说完 王锦和看着知府他们笑嘻嘻地说 知府大人 你们要是没事的话 留下来吃饭吧 走 我们也尝尝你的手艺怎么样 一直听说你家的蔬果好事 今天也让我们见识一下 小宝在边上听了好一会儿 突然觉得皇上跟知府爷爷都特别好 爹爹爹 我们等会儿去刮地好不好呀 为什么 我们去给县令爷爷 知府爷爷还有皇上伯伯摘西瓜 他们好我喜欢他们 县令跟知府有些受宠若清 我们也有份 嗯 那我们就谢谢小宝了 知府笑咪咪地说着 这心里别替我多高兴了 这孩子怎么就那么乖呢 好 爹爹带你去摘 到时候找元宝送回去好不好 那还要给太爷爷跟大伯摘 走 我们摘瓜去 苏玉带着孩子去摘瓜 没多一会儿就摘了六十个回来 看到这偌大的西瓜 县令突然来了一句 那么大的西瓜 我们这不算是受贿吧 不算 谁贿赂你们送瓜呀 这里面还有皇上跟太后的二十个呢 我们也算是贿赂皇上了 王锦和被逗得笑个不停 这县令也太有趣了 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知府白了县令一眼 真是个白痴 县令跟知府带着大西瓜离开 回去的路上 知府看着县令说 以后多招呼王家 这家人日后可不简单 县令惊讶地看着知府 大人 你的意思是 锦和被皇上看中了 知府点点头 你以为我说的话是自己说的 那确实是皇上说的 皇上能给出这样的奖励 说明锦和在他那边已经挂上号了 明年秋收 皇上必然会想到那丫头 只要到时候他地理的产量 不要出问题 那他必然是前途一片光明 更何况还有苏玉在 苏玉 县令愣了一下 有些不明白知府大人说的话 大人 苏玉只是苏家的少爷 而且还是一个商人 你怎么好像很看重他 他们俩人合作已经快六年了 关系非常好 私底下说话也随意 苏玉虽然现在只是一个商人 但是处于他的时间 还停留在几年前 十岁同生 十二岁秀才 十四岁举人 都是以第一名得到的 如果不是因为他忙着做生意 错过了两次科举 他十二岁就能成为举人 至今他的三连观 一直都没人能打破啊 他记得 老师知道苏玉没有继续考科举 而是去当商人的时候 还遗憾了好久 我老师曾经说过 如果苏玉参加科考的话 他会成为我朝最年轻的成像 还有他的哥哥苏九 虽然现在只是四品官员 但一直在大理寺 而且随时于皇上左右 他的前途也是不可先量的 而他跟苏玉的关系非常好 按照苏九的能力 在大理寺 应该已经是领军人物 为何到现在 还只是不上不下 这中间要说没点什么问题 谁能相信 县令听着知府说这些 仿佛就是天方夜谭 这些都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 也没有见过的 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 大人 我懂你的意思了 你知道就好 跟他们打好关系 对你的将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好好干 下一次 未必不能升迁 以前他们没有身份 也没有背景 升迁的机会就被人抢走 但这一次 他跟身边的人 在皇上那边已经留下了印象 今年 肯定是不行了 但是 下一次升迁 绝对有他们 这一次 我们还是没机会吗 肯定没有 皇上对锦和之后的高产水道 很感兴趣 别人过来 他必然不放心 我们跟锦和关系也处得不错 皇上应该会让我们 继续在这里留三年 这样一来 锦和这边就没人能干涉 有我们在 他可以完全放心地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下一个三年 他们可能会升官 但是 未必会离开这里 总之一句话 好好干 不要辜负了皇上的期望 县令连忙点头 对他来说 只要能够继续给百姓做事 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 知府大人能这样说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 听大人的 准没错 王家 所有人都看着圣旨 王老爷子拿着圣旨 手在不停地发抖 好啊 我们王家竟然也有今天 圣旨啊 还有皇上赏赐的土地 小和在皇上面前留了名字 这一切的一切 对他们家来说 都是那么的好 爷爷 你现在就这么高兴 等明天小和正出来高产的水稻了 那你岂不是高兴的找不到北啊 爷爷 这在哪跟哪啊 我一定给你挣一个县主回来 到时候 你就是县主的爷爷 说出去 多有面子 好 那爷爷可就等着 你给爷爷挣一个县主回来了 没问题 原本村子里的人是不知道这件事的 谁知道 村长因为有事情找王大贵过来一趟 过来就看到他家供在堂屋里的圣旨 谢魁看着放在那里的圣旨 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大贵 这 这是什么 圣旨 小和做的打鼓机 被皇上看中 皇上赏赐了小和一些土地之类的东西 大贵 真是恭喜你们了 从今往后 看谁还敢说小和的不是 这圣旨放在这里 就是一个威慑 小和在皇上跟前 可都是有名字的人 村里那些人要是不怕死的 就来继续找王锦和的麻烦 村长 你今天过来找我 是不是有事情 我过来就是想谢谢你们 你们那打鼓机真是太好了 这几天 我们村里的水稻 可都收了不少 也有人愿意花钱来收 等秋收结束之后 我把钱给你们送来 我都记着他 村长 这钱你就不用给我们了 你留着 等多一点之后 就用来把祠堂修缮一下 大贵 你这 你上我怎么说你好 这有什么 那我就厚脸皮的收下了 他就是来跟王大贵说这件事的 谁知道王大贵竟然会这样做 让他意外的同时又觉得有些感动 等会儿回去之后 看来要给王大贵一家 好好地宣传一下 以免有的人自以为是的 觉得大贵一家好欺负 大贵 我就先回去了 恭喜你们 多谢村长 看来村长回去之后 是想帮我们家好好地宣传一下了 这样挺好的 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实力之后 那些人才不会自以为是的来挑衅 你说的也对 现在是农忙时间 谢奎也没着急去说这件事 而是回去跟荣氏说了 真的吗 小和这也太厉害了 竟然能够得到皇上的青睐 这样一来 村里的这些人应该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你说的对 不过要想个办法让村里的人知道知道 以前他们对王家的人不屑一顾 现在呢 王家的人他们高攀不上 嗯 说的对 至于把这消息传出去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我去找粮食 他们家稻子也收完了 正好在场上晒着 我去找他唠嗑 妹子 你还不知道吧 小和家呀 被皇上赏赐了一百亩地呢 嫂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吧 哪是误会呀 今天我相公不是去找大跪吗 进屋就看到供在堂屋里的圣旨 问了之后才知道 小和家做的打鼓机被皇上看中了 皇上赏赐他一百亩地 这一百亩地加上小和家之前买的 他们家现在可是地主呢 边上的人在听到荣氏说 王锦和被皇上赏赐的时候 就竖着耳朵听 尤其是跟王家不对付的 僵士 谁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圣旨可都在小和家里放着了 你可别说小和他们家伪造圣旨啊 伪造圣旨可是要杀头的 荣氏表情古怪地看着僵士 僵士也只是那么一说 见荣氏还这样挤对他 顿时有些不满 荣氏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跟你有仇吗 我跟你是没仇的 就是有些看不过眼罢了 谁说不是呢 嫂子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 都那么多年了 还追着人家小和不放 看人家现在过得好 他自己过得不好 这不就极度了 你们给我闭嘴 谁不想看到他们好了 僵士怒声说 有没有的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 不用在这里多说 你 嫂子 我今天可真是感激小和 做出那么好用的东西来 可让我们减少了不少麻烦 也少了不少事情 谁说不是呢 小和今年可不是给我们 节省了不少时间 你们都给我闭嘴 我们聊我们的 你要是不想听的话 直接离开这里 又没人求着你听 还闭嘴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们要听你的 有的人呢 明明有机会能用到打鼓机的 谁知道自己作死 非要让小和他们说 不让你家用 哎呀 你说 这是不是很生气呀 梁师看着僵士 幸灾乐祸地说 他早就看僵士不顺眼了 现在能让他有口难言 他当然高兴 我就看看草莓 你要去吗 走吧 俩人一起去看 已经移栽了一个月的草莓 看着那些精神奕奕的草莓 缩予开口 过年的时候 不知道能不能有草莓 小的话你就发财了 看样子应该能有一些 不过不会太多 帮锦和考虑了一下 想要让草莓早点结果子 灵泉水跟上就行了 只是他现在用灵泉水 都是西式之后的 效果没有那么好罢了 在想什么 没事 我只是在想 如果年前草莓能出来的话 我能卖多少钱 五百文一金 有多少我要多少 你先告诉我 你拿到京城之后 多少钱一金卖出去 一两银子 如果这草莓味道非常好的话 可能二两银子也有人买 毕竟京城这样的地方 喜欢攀比的人不在少数 总之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大堆 而这些人 弄出来的这些事情 注定他们的草莓 之后会非常好买 草莓的产量不是很高 就算价格贵 估计也卖不了多少钱 这个倒也是 一个西瓜就有十多金 这十多个草莓 一宿没有一斤都是个问题 看来还是种西瓜划算 西瓜产量高 价格也不错 冬天没什么水果 如果有草莓的话 那就是西寒物 卖高价应该也有人买吧 这要是赶上过年 王景和的话没说完 苏玉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伸手捧着王景和的脸 苏玉重重地在上面亲了一下 在王景和要黑脸的时候 苏玉继续开口 如果能赶上过年 我就给你二两银子一金 我觉得你这是想去坑人的钱 小和 这话你可就说错了 我这不是坑钱 我这是光明正大的赚钱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草莓这等稀罕的水果 他们不得感激我 苏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你这么不要脸 做生意的人不都是这样的 你说的对 等清收之后 我也要着手准备种子的事情了 还有庄子上的葡萄 除了卖给你的 剩下的我都用来酿酒 可以 对了 小和 我大哥之前来信说 如果你这边酿出葡萄酒了 一大半留给皇上 价格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皇上不会少我们一个同伴 一大半 皇上 要那么多葡萄酒干什么 皇上每年要宴请众多大臣吃饭 除此之外 直到中大的节日 还会有国外的使臣过来 自然也要拿出好东西来招待 这次的瓜 可就让那些人咱不绝口 还真是少见多怪 弄得好像 没见过大市面一样 你这丫头说的什么话 你这西瓜要不是你种出来 瓜也没见过有这么大 这么好吃的 也不能怪人家没见过市面 一句话让王景和无言以对 好像还是真的 那么大的瓜 确实没有 哎 你们听说了吗 他打鼓机跟西瓜 竟然都是同一人弄出来的 这十多斤的大西瓜 也不知道是怎么撞出来的 这王景和也太厉害了 顾希若带着丫鬟路过 就听到花园里的小丫鬟 在说王景和的事情 王景和这个名字 让顾希若心中有些恐慌 带着丫鬟回到自己院子 把人打发了之后才叫来自己的人 去查 这个王景和到底是什么人 住在什么地方 是小姐 等人离开之后 顾希若的脸色一直都不是很好看 最好不是那个人 顾希若咬牙说 如果是那个人的话 他必须要想办法 让他不能来京城 最好一辈子老死在小山村里 苏玉看到消息之后 眼睛微眯 顾家本家的顾若希 竟然会叫人来调查小和 他到底想干什么 顾希若在京城 也算得上是有名 人虽然长得不怎么样 但能力手段都还可以 算是京城世家女的表率 还有不少爱慕者 只可惜人家已经定亲了 对方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人 行吧 想问过他们 一定要把事情给查清楚 是 你要查什么 王景和出来就听到苏玉 要调查什么 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下 小和 你过来一下 我有事情跟你说 苏玉看了元宝一眼 后者连忙离开 本来这件事苏玉是不打算告诉王景和的 谁知道他竟然听到了 王景和走到苏玉身边 好奇地问 你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的 我刚收到万古他们的消息 京城的顾家大小姐顾希若 才找人调查你 苏玉把事情跟王景和说了一遍 王景和听完之后 眉头微微皱气 顾家 是静姐家 不是 是另外一个顾家 势力比顾静家好了很多 顾家大小姐顾希若 被顾家所有人宠着不说 在京城也很有名气 我可以非常认真的跟你说清楚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顾小姐 她干嘛要来调查我 吃饱了撑着没事干 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让万古他们去调查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不过这顾希若确实是个麻烦 苏玉 看你这样 好像认识这个顾希若 苏玉跟王景和讲了一些 关于顾希若的事情 按照你这样说的话 这顾希若 就是个表里不一的人 你看过得非常对 确实是表里不一 现在她想调查你 让我有点不高兴 我都想看看这所谓的才女 能做到什么地步 王景和面无表情地看着苏玉 你们是什么人 来我家干什么 王景和冷声何耻 两个趴在门上 往里面看的人吓了一跳 还直接摔进王景和家里 女人转头看见王景和 正要破口大骂 就看到她那双眼睛 那双熟悉的眼睛 让人身体有些僵硬 这真的是当初那个孩子 你们到底是谁 来我家干什么 你怎么就不认识我了 我是你娘啊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是不是他们 你给我闭嘴 你这人简直就是神经病 你是谁娘呢 莫名其妙 女人听到王景和的话 哭得更凶了 看着女人这雷声大 雨点小 甚至一点雨都没有的样子 王景和讽刺地说 你们要哭 就滚远点去哭 不要到我家门口 来脏了我家的地方 你们两个先练字 我去外面看看 苏玉看到王景和在家门口 跟人吵起来 很是奇怪 小鹤 这些是什么人 你怎么还跟人吵起来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人 用戴着恨意的眼神看我 过了一会儿 又哭好着说 什么她是我娘 这年头的人 都流行 随便跑到人家里 软软孩子的嘛 你本来就是我女儿 女人不客气地说着 媳妇 你先回去 这事情我来解决 你小心点 不要被这些人伤到了 你这死丫头 竟然跟野男人在一起 你这样不知检点的人 就该被乱棍打死 我说大婶 你是谁啊 就能对我的事情 指指点点 什么叫野男人 她是我相公 我跟我相公在一起 不是吕水英当的 我爹娘跟爷爷奶奶他们 都不说我 人哪哪一个外人 在这里叽叽歪歪了 真是不知所谓 红氏看着王锦和 对他们怒目而视的样子 心中无比懊悔 本以为当初把人丢掉 一个奶娃娃不会活下来 也不会去碍事 谁曾想 他活下来了不说 还变得那么厉害 竟然得到了皇上的青睐 收到京城那边的消息之后 他们以为只是同名 谁能想到 竟然就是当初 他们丢下的那个孩子 我们才是你爹娘 你说你们才是小和的爹娘 那小和的身上有什么特征 你们倒是跟我说说看 什么特征 红氏认真的思考着 看到王锦和的耳垂之后 才心细地说 他耳垂上有一颗痣 苏玉低头看了 王锦和的耳朵一眼 耳垂上面 确实有一颗黑痣 现在能证明了吧 现在能证明了吧 只要眼睛不瞎的人 都知道小和耳朵上 有一颗痣 你 我就是他娘 我现在要把人带走 深知自己说不过苏玉 红氏也就不继续 跟苏玉说这个 伸手就要去抓王锦和 意图把人直接带走 你们是什么人 想对我女儿女婿干什么 红氏连忙转头 当他看到走近的夫妻之后 直接扑了过去 娘 就看到王大贵 已经把故事拽到怀里护着 让红氏扑空 小和 他们是什么人 王大贵 皱眉看着王锦和问 我也不知道 这个人一来就说 是我娘 他想把我抓走 故事眼中带着慌张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你说你是小和的爹娘 那我问你 小和姓什么 生辰是什么时候 他丢的时候多大 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 故事的问题 一个接着一个 红氏根本就招架不住 眼中更是满满的心虚 这 时间久远 我们 孩子生辰是什么时候 故事可不吃这一套 时间久了 身上的衣服不记得了 那孩子的生辰 总能记得住吧 随后 故事进屋了一趟 出来的时候 手中拿着一张纸 纸上写着好几个大字 你们念给我听听 这是什么字 红氏根身边的男人 看着故事 额头的冷汗 不停地往下掉 他们哪能认识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 就连着孩子的生辰 他们都不知道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竟然敢说 是我女儿的爹娘 赶紧滚 谁要是再敢来我家闹事 我就报官 把你们抓到大牢里去 正好我女儿女婿 跟县令和知府的关系 都很好 真的想抓你们 简直一如反掌 故事威胁地说 红氏跟身边的人 顿时有些害怕 他们来的时候 就已经打听过了 王锦和被皇上看中 还有圣旨赏赐了不少的东西 他们根本就不敢 跟王锦和直接杠上 只能先行离开 再做打算 还有 王锦和就是当初 那个孩子的事情 也必须赶紧 告诉京城那边 让他想办法 两人离开之后 刚才还跟 护子儿老母鸡一样的故事 顿时变得跟 双大的茄子一样 一点精神都没了 我们进去说吧 王锦和轻轻地点了下头 跟着他们进屋 进屋之后 故事还是没开口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故事才苦涩地开口说 这一样就是十多年 当初在墙堡中 提哭的奶娃娃 现在也变成 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跟夫君 虽然我不知道 你的亲生爹娘是谁 但我可以肯定 他们不是你爹娘 娘 为什么你会那么说 你肩膀上 有个月牙的印记 如果他们是你的父母 不可能不知道 还有最简单的 他们连你的生辰 都能说得支支吾吾 这就更不是你爹娘了 这都不重要了 你们就是我的爹娘 我的亲人 王锦和看着故事 跟王大棍非常认真地说道 他不是他们的孩子 他们都竭尽全力去照顾他 去养着他 不是亲生 圣死亲生 亲生父母是谁 他并不想知道 他现在过得也挺好的 小和 你真的不打算去找人 不去了 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还是爹娘 你们不要我了 我们怎么可能不要你 养了十几年的女儿 他们怎么可能不要 这不就对了吗 我只认你们是我的爹娘 别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之前十多年都没来找 现在过来找 看样子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他们的样子不是真心找小和的 边上一直没说话的苏玉 适时地开口 这件事我会让人去查清楚 这些人突然出现的目的是什么 怎么烦躁了 肯定烦 我们好好的日子 都要把这些人给破坏了 他们突然找上门来 肯定是别有目的的 缘保他们会去查 在之前我们可以做什么 请做什么 我知道了 现在只希望这些人不要再来 或者说 这些事情只是一个误会 小和对不起 我们隐瞒了你那么多年 娘 你这是说什么呢 你跟我道歉做事 爹娘是她的再生父母 即便不告诉她这些 也都是为了她好 她哪能责怪他们 小和 如果您想找你的亲生爹娘 也是可以的 让小玉帮忙 娘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只有你跟我爹 除非你们是不想要我了 要赶我走 娘 以后不要说这个了 小和是真的不想去找人 好了 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她也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就不要为难她了 想找那就不找 所有人都这样说了 故事还能说什么 只能无奈地点倒 换作是你 能高兴得起来吗 我来这里之后 我的爹娘 就是他们俩夫妻 现在 莫须有的人 凭什么要来当我爹娘 他们也配 王锦和冷笑着说 对此 苏玉倒是不觉得 王锦和说的有什么不对 那就不管 苏玉 你说这两个人 跟那什么顾兮弱 有没有关系 王锦和突然开口 苏玉皱眉 显然没想到 王锦和会问这个 怎么会那么想 这两件事看上去 八杆子都打不到一块 王锦和怎么会 联系到一起去 我也不知道 你看啊 刚刚传出 顾兮弱柴五的消息 这在多长时间 红氏他们 就找上门来 之前一直没人来找她 可顾兮弱 这个人出现之后 人就来了 这让她不得不 将这件事情 联系在一起去想 去考虑 如果这些人之间 真的有联系 那么他们到底 是什么关系 来找她的麻烦 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没记错 顾兮弱跟你的生辰 是同一天 同一天 不但是同一天 你们两个还是同岁 都是今年 十月初六 满十八岁 王锦和皱着眉头 这是不是 太巧了一些 小赫 如果顾兮弱 跟红家的人 真的有关系 他们也是被顾兮弱 叫来的人 那你亲身的爹娘 可能是 孤家本家的人 虽然现在 这只是一个猜测 可一旦证实 顾兮弱跟红氏 他们有关系 这个可能性 就很大 可是 我现在 只是一个 普通的农家女 而她 是顾家的大小姐 我们之间 没有任何牵扯 她为什么 要让人 来找我的麻烦 顾兮弱 是从你在京城 阳明开始调查的 我在京城阳明 王锦和错愕地 看着苏玉 她什么时候 在京城阳明了 她怎么不知道 没错 就是你在京城 阳明的时候 先是因为打鼓鸡 后来是因为西瓜 你种的瓜 在京城非常受欢迎 不是吧 就因为这个 我也能阳明 因为你那瓜 在太后的树燕上 可谓是大方一彩 能有这样的结果 我倒是不意外 苏玉跟王锦和 说了一下 太后生辰的事情 苏玉想到这件事 就觉得有些好笑 那个国家 是种植水果比较多的 西瓜 算是其中之一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 也是想让皇上他们 主动开口 买了他们国家的瓜 这样 面子里子都有了 谁知道 今年他们国家 种出了更好的瓜 又大又甜 因为这个 让皇上那边赢了一局 这两件事放到一起 王锦和可不就出名了吗 我现在 算是深刻的理解到了 什么叫做人 怕出名猪怕壮 就因为这个 莫名其妙 给我招惹了一个大麻烦 如果你是顾家的人 那一切都能说得通 他调查你 显然是知道你的存在 想确认你 是不是对他 有威胁的那个人 苏玉考虑了一下 说出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真的是顾家人 跟他要么是亲姐妹 要么是堂姐妹 他这样做 又有什么意义 推一万步讲 我未必就会回去 他着急什么 王锦和就奇了怪了 就因为他的名字 这人就调查他了 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了 苏玉没有说话 如果是一家人 顾希若这样做 确实让人无法理解 可如果不是一家人呢 这样的想法 让苏玉眼睛微眯 他考虑了一会儿 才开口说 小赫 如果你们不是一家人呢 不是一家人 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 顾希若的父母两边 从来都没有双胞胎出现 而且你们两个长得并不像 而且顾希若跟那个红氏 反倒是有一两分相似 苏玉见过顾希若两次 他跟他的父母长得不像 跟红氏在眉宇间 反倒是多少有些相似 你没开玩笑吧 苏玉说的若是真的 那一切就说得通了 顾希若不是顾家的孩子 他们俩的人生 都被调换了 而顾希若知道这件事 甚至知道他的名字 所以在得知他被皇上青睐之后 担心自己会去京城 王锦和眉头微皱 这一切都只是我们的猜测 或许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我们的猜测 很快就能知道了 如果你跟顾希若 真的在小时候 就被人调话了 那这一切都说得通 苏玉 让你的人尽快查清楚 我要知道 我跟顾希若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还有红氏跟顾希若 王锦和是真的生气了 苏玉伸手 敲了敲王锦和的额头 有我在 还能让你受委屈不成 王锦和顿时满意地点头 这还差不多 让你的人赶紧的 等之后给他们 送点果子去 不用 少夫人让他们去办事 这是他们的宠幸 他们还敢有意见不成 你这样压榨你的属下 就不怕他们之后 要条子不干吗 不担心 他们想见你跟小宝很久了 现在你有事情让他们做 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还能这样 已经写信来 催过很多次了 一直问我你跟小宝喜欢什么 都在给你们准备礼物呢 以后对你的下属好点 人家为了你的终身大事 真是糟透心了 以后你这里有什么好东西 就给他们一点吧 省得他们总说我 见色忘忌 王锦和挑眉看了苏玉一眼 原来你还知道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啊 为了我的